懂风水的人都知道,风水界最厉害的不是茅山和龙虎山,而是来自民间的鲁班教。 樊说,武班写了一本名为《武班书》的书,上卷记录了土木和建筑结构的普通知识,中卷记载风水服,一书,香书和其他怪异的内容。 最神秘的下卷,记录了许多可以伤害人的黑发邪术。 张伯栋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生活本应一帆风顺,但最近却是急得焦头烂了。 不久前,他接手了一座跨河大桥的工程,这座桥一直见到今天,光他都踏了三次,甚至有些工人在半夜看到一个女鬼在水里跳,吓得神志不清,直接辞职回家了。 现今,工人们都怀疑这水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无奈之下,他花了很多钱请到驴山派红头法师黄海来做法。 黄海表示,问题出在脚下的地下,在这里建一座桥会形成一层火星沙,你们的桥又压不住。 这火星沙,自然见几次他几次,在张国栋的交集追问下,黄大师告知,只要他在第三个桥墩下面埋一尊玄武石像,这座桥的建设便可以顺利进行。 然而,就在张国栋感谢黄大师的时候,工人里头忽然传出一声声音,问题不在于火沙,是这根个蹲,众人寻着声音望去,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年轻人站在那里,在他身上挂一个鞋胯包,有一只奇怪的木鸟站在肩膀上,刚有解决工地麻烦式的办法,就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还是个乞丐般的年轻人。 张国栋不由的一阵脑梦,见老板不高兴啊,一旁的工头气急败坏,恨不得一脚把年轻人给踢出去,你看每个人都不愿意相信,转身便走,工头似乎想到了什么,突然脸色一变,追上去抓住了你的手,你别走,你转身笑道,现在求我已经太迟了,工头指着你怀里的盒饭说,啥活也没干,还要顺走我三盒盒饭,你是恶似鬼转世吗,你占红了咧,干害两下,丢下盒饭,迅速逃走,刚到深夜,加工定做的玄武石像,便被运送了过来,你 从远处看到悬挂的玄武岩雕像,忍不住发出深深的叹息,阎王要你三更死,我也不敢留你到五更,这都是命,爷爷说了,我身上的孽债已经够多了,再多管闲事,怕是要万劫不复,就在起重机,准备慢慢放下石像的时候,绳子突然断了,几吨玄武岩雕像直接坠入水中,顿时掀起一股巨浪,几艘小木船被当场掀翻,船上所有的工人都被海浪卷进了水里,凄惨的求救生七次比伏,卧水的工人惨叫着仕途爬出来,但似乎 被一股力量往回拉,张国栋看到了这一幕,吓得几乎站不住,赶紧问到黄大师,这是怎么回事,黄海此时也脸色惨白,低声说不应该,就在他两次震惊的时间,你不知何时来到二人身后,告诉他们快点救人,张国栋现在才意识到,迅速组织大家下水救人,黄海回头看到你,突然想起你白天给他的警告,顿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连忙对着你行礼,请求对方指点,他赶紧救人,可你只是淡淡了,这是你的因果,如果我强行干预,这笔账将记在我的头上,黄海见证,急 急地朝你跪了下去,表示他愿意承担可能出现的任何后果,其无必营救那些工人,你叹了一口气,我出手解决了江里的东西,其他人能不能活命,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随即让一个工人划船,带你去第三根桥墩,黄海自然也是提着袍子跟了上岸,希望能够帮上一些忙,船刚到达桥墩,以便跳上桥墩,从胯包里取出一杆手臂粗细的毛笔,只见你用笔尖划过手掌,柔软的笔头,竟将手掌各出了一大道血淋淋的口,占着自己的血,以龙 龙飞凤舞的在桥墩上快速写下了五个大字,泰山是赶当,一瞬间,原本如同沸腾般的江面居然平静了下来,玄武石像渐渐沉入疆底,救援人员把幸存者拉上船,但仍有几具尸体隐约漂浮在水面上,黄海看江面惨状,忍不住跪在船上痛哭涕流,直到下半夜,才将三名遇难工人,包了上岸,张国栋坐在岸边,他的脸色苍白,好像是一张纸,一口气死了三的工人,已经是重大事故了,他根本不在乎现在需要多少补偿, 只是希望不要因此入狱,黄海告诉他,当当多亏了你,否则,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亡,张国栋见状,先是对你道歉,继而问你有办法解决这件事吗,无论是什么要求,都答应你,你看了一眼张国栋的面相,此人天庭饱满,而是醇厚,倒是个善人面相,只是左右断媚,势必命中有劫难,自古以来,驾桥修路,都是善举,今天也碰桥路过这里,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见你愿意帮忙,张国栋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安排下属拿两份盒饭地点你,你也没做错, 端着盒饭,边吃边问道,在你们打着第三根桥墩之前,是不是从江底下挖出什么东西了吗,张国栋一脸猛逼,可他身边那几个工人,却是脸色大扁,几人这次也不敢隐瞒,连忙说道,他们在江下挖出了一口腐烂的棺材,里面只有一具骨头,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就把骨头扔了,棺材烧了,几名工人还说死的三个人,都是扔骨头的人,他们几个只是烧棺材兴趣,刚才才幸免于难,张国栋听后指着几个工人,半天说不出话来,梁就捂着胸口 正想对你说些什么,你挥手说,事实上,乔墩下还有一口棺材,这两具棺材合葬在一起,已经被埋葬了上百年,两人死前应该很相爱,于是求人给他们的棺材下咒,让他们勇士团聚,你们挖了棺材,就破了他们的肉,扰乱了他们的安宁不说,甚至挖走一口,导致这对夫妇无法团聚,人家可不得恨死你们,张国栋见状连忙求问,这该如何解决,你笑了笑还能怎么解决,把之前你们扔的那具尸体找回来,拆了乔墩,挖出棺材,找个风水宝地 帮助这对夫妇牵个粉,再重新下咒呗,我看这岸边就不错了,以后多少点钱,大概这对夫妇还能帮你照看这座桥呢,但是现在张国栋已经被黄海祸害了一次,不敢再让他处理事情了,祈求你亲自出手帮忙,你摇摇头说,黄海还是有些本事的,这次只是一时疏忽,见张国栋还担心,你又表示你最近一直住在荣城,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让他随时与你联系,张国栋听后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你看向黄海,有两件事想让他帮忙,现在你可是条大腿,黄海恨不得紧紧抱着 连忙点头表示没问题,完事了,你要替金玉淹死的工人超度一下,第二件事,你是荣城本地人,我拜托你帮我找个人,他叫陈大为,紧接着又是描述了一下陈大为的特征,黄海刚要答应,张国栋就抢着说道这是他来帮忙,你想,将来可能会在荣城待很长一段时间,交一些朋友,对自己来说还不错,所以你把自己的手机留给了他们,然后转过身,拿着几盒午餐离开了,没想到黄海竟追了上来,萧翘地问你是不是乳班的后裔,面对他的试探,你淡然一笑,我敢说,恐怕你不敢听 说完头也不回得走了,黄海这才兴兴地回到工地,张国栋如今见识到了你的厉害,心里正盘算得怎么八截,想起来自己刚上大学的女儿,似乎可以撮合一下,黄海也是个人精,一看就看出张国栋心里在想什么,只见他语重心长地说道,张总,愁话说在前头,像严小兄弟这种奇人,没点背景的家族,还真扛不起他这位女婿,我猜,他绝对是乳班的后裔,据说乳班书里有很多可以害人的黑法邪术,导致每一个乳班传人都是天煞孤性,只要学会了,肯定会有 报应,所谓的报应便是舞弊三雀,所谓舞弊指的是官,寡,孤,独,财,三雀说白了就是财,命,权,这三雀,不管严小兄弟选的是什么,都不是普通家族能够承受的了,我看严小兄弟的模样,这三雀中必然是缺了财,如果张总把他招为女婿,不会太久,你的家财就会被他克的所剩无几,张国栋一听立马改变主意了,虽然你有本事,但不值得张国栋搭上自己的荣华富贵,还是努力派人帮你,找到那个叫陈大为的算命先生,让你欠自己一个人情来 你才徒步走进了城,然后找一家小旅馆,摸着口袋里仅有的八十块,想着如果两天内还是找不到陈大为,那你就得露宿街头了,不过你此行来到荣城,还有一个目的,爷爷在去世前告诉过你,跟你谈了一桩婚事,特意叮嘱你,一定要处理好这桩婚姻,不过你并没有奢望就这么娶到老婆,如果两天都没找到陈大为,希望能在那里住几天,顺带把这个荒唐的婚事给处理了,不管成或不成也算了,却爷爷的一个遗愿,来到小旅馆,没多久,你便睡着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太 太阳下山,你醒后习惯性的从胯包里摸出来一块螺盘,每天给自己算上一挂,是你的习惯,可没一会你的眉毛皱了起来,因为你算到自己会有牢狱之灾,你顿时感到头疼,强行改变别人的命运,会招致报应,但你没想到报应会来的这么快,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来人是这家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打亮了你一眼,问道吃快餐步,你睡了一天,正巧觉得肚子饿,没多想便点点头,老板娘顿时没开眼笑,让你在屋里等着,一会给你送上来,你没 没想到,这么小的酒店,怎么能提供这么好的服务,没多时,敲门声再次响起,你推开门一看,就看到一名穿着性感的姐姐站在门外,手里还提着一个小箱子,对方见你是个年轻小伙,顿时笑着一把将你推进屋内,顺手关上了门,你一脸惊慌的问道,你干什么,不是说好吃快餐的吗,姐姐脱了外套给你一个白眼,我就是,你突然傻眼了,这城里人的快餐,怎么和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眼看对方看市车里面的衣服,你赶紧赶紧阻止他,说到误会了,他狐疑的 看的你,犹豫了一下,说整套要一千,你捂着脸,和他解释清楚,哪知他也不急穿衣服,而是坐在床边翘起二郎腿,我来都来了,不管你花不花,你都得付钱,你心里一顿叫苦连天,可还是老实的,把仅剩的五十块拿了出来,对方看了一眼就笑了,你打发叫花子了,姐姐给你两个选择,要不你找点之前的东西补上,要么你今天也服务服务姐姐,姐姐整天服饰那些油腻大叔,还没尝过小鲜肉的滋味呢,你吓得忍不住后退两步,说到你选择第一个,随 随即便在自己的胯包里翻找起来,可找半天,发现里头没一件可以送到,随即想了想,说道,姐姐我会给人看向,要不我给你看向吧,对方闲着也无事,于是伸出了手,你看着他的手,不假思索地答道,你的掌心甘别是流利之相,说明你很早就居无定所,掌中八卦里耿前方位叫报,这两个方位对应的是采云武,说明你家中贫困,而且年幼丧母,还有你说的越多,对方便越是惊讶,因为你说的全都是对的,想起自己从前的日子,不知不觉间,就红了眼眶,你见姐姐哭了,本来打算 说几句安慰的话,但突然你又看到了什么,猛地抓住他的手,揉了几下,紧接着你沉声说道,转过去,我要替你摸骨,要付钱的,你怒到命都快没了,还要什么钱,对方一下愣住了,你认真解释道,你掌中帝文,莫过精心修饰短命之相,但我不确定,你究竟会死于意外谋杀还是疾病,必须要摸骨才能确定,经过你之前看的手下,他已经对你有了一些信心,随即转过身去,悟出光滑的背部,以伸出手伸到第三块脊椎上,然后使用特殊的指法,时而 脊椎追开时,一直摸到尾骨,然后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刚要说什么的一声,旅馆的房门居然被人给踹开了,草花,你一下愣住了,毕级解释,你没有做那种事,女警吓退你,冷笑道,你们不是在干那档子事,难不成在看向摸骨,你震惊了,你怎么知道,难道这位女警也会算命补挂,可怎么看也不像是同行,可对方懒得听你解释,直接麻溜地送了你一对银手镯,当来到拘留所,女警吓着递了张表格给你,然后问道,你说说吧,今晚的过程,嫖子多少,都 干了什么,你深吸一口气,准备开始大吐哭水,姐姐我真的没有骗你,我那时候正给那位姐姐,你刚准备说摸骨,就听到身后传来摸骨两个字,你顿时愣住,谁抢了自己的台词,下肢不屑地指了指你的身后,你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正对着另一名警察叔叔大吐哭水,正没骗你呢,我是毛山十八代单传弟子,今晚我看出那位小姐姐患有影迹,刚准备用摸骨的方式,为她诊断,结果小姐姐刚脱衣服,你们就进来了,这一番话 是听得你目瞪口袋,难管下肢不肯相信自己的话,感情都让这归孙都给说了,见那个人和你的情况相同,于是把那年轻人也反过来一起做工作,经过年轻人的交代,你得知这首侯名叫龙非诚,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毛山弟子,倒得你都没台词了,下肢看着你们二人,忽然心生一计,笑着对你们说道,既然你们都会算命,那我给你个机会,算算我的命,要是算出了个所以原来,我就放过你们,龙非诚有点犹豫,糊弄糊弄普通人还行,欺骗警察就是自寻死路,于是转变思路,对 但是心里不禁有些得意,然而这事,你却皱着眉头说道,你命中注定要经历三次生死大劫,第一劫出现在你七岁的时候,雨水泛冲,幸得贵人相助,才让你幸免于难,下肢一听顿时论在当场,下一秒,他的眼圈微微变红,他七岁的时候,在冬天不小心掉进了水,一个叔叔路过救了他,但是那个人再也没有起来,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叔叔是警察,这就是为什么,他决心成为一名警察,除暴安良,来偿还他欠叔叔的那条命,王非诚听后震惊不已,但很快就问到剩下两劫,以缓� 第二劫就在明天,现在离十二点,只剩下半个小时了,下肢一时间竟然有些恐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正要说话,王非诚一把按住了你,兄弟生死大劫,可是泄露天机之事,你确定你要说,要知道违背天意,可是要遭到天谴的,这也是为什么,算命先生多半是残疾人的原因,可你闻言,确实微微一笑,我的命格,和其他人不一样,做了好事,我有可能会死,但不做好事,我一定会死,下肢似乎也察觉到了你的牺牲,他犹豫了一下,说到自己没办法放他们走,但这之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随时 来找他,你摆了摆手,我告诉你如何化解生死劫,你帮我把今晚五屋里的那位姐姐送去医院,单排医生检查,他的心肺肯定有问题,不能拖延,下肢点点头,明日凌晨一点到三点,就是你的生死劫之时,到时候,你尽量避开间日午,不要去一些危险场所,更不要接触穷凶恶极的歹徒,应该就能安然度过,若是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你停顿了许久,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最终,你咬了咬牙,从胯包里拿出来自己随身携带的木鸟,如果万不得 所以要去危险的地方,你就把我的这只木鸟待在身边,危机关头,他可以救你一命,下肢借过木鸟嘻嘻打了,你忍不住提醒他,他对我意义非凡,无论如何,别把他弄丢了,就在下肢打算感谢你的时候,警局内突然传来一阵骚了,下肢拦着,一名前辈询问,得知拘留室里一名女子突然吐血晕倒,情况危急,下肢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严守一口中的那位姐姐,不会真的这么厉害吧,严守一说有病,对方就真的有病,而且说倒就倒,救护车抵达, 还需要一点时间,你能看出他的病因,那你知道怎么救治他吗,下肢着急地询问道,严守一叹了口气,不好说,先带我去看看吧,龙非诚左看看又看看,表示自己也懂点医术,跟着过去也能帮上一点忙,本来下肢是不愿意带龙非诚的,但严守一开口为他求了情,下肢这才答应,在严守一看来,龙非诚虽然没什么真本事,但总归是比普通人更了解一些他们这行的秘密,带在身边或许有用, 必要时刻,就像之前利用黄海黄大师那样利用他一下,下肢带着二人进入了拘留室,里面坐着不少小姐姐,严守一眼就看到今晚招待自己的那位姐姐,她倒在地上,胸口的衣服上全都是血,鲜血红的发黑 姐姐的身边还围着几名警官,但他们不清楚姐姐吐血的病因,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让一让,我这里有一名医生,他可以帮忙看一下情况 下肢大声喊道 几名警官先是让开,回头一看,发现下肢带来的正是他们今天抓来的严守一和龙非诚 这两人横竖看着,也和医生不沾边啊 下肢,这两个人看着就不像医生,你别胡闹了 就是,要是闹出了好歹来,我们可承担不起 现在舆论力量太大,搞不好那些不良媒体借此炒作,咱们反而吃力不讨好 面对前辈们的警告,下肢也有零点几秒的犹豫,但依旧选择相信严守一 让他试试,总比咱们站在这什么都不干要好 我们不能因为怕犯错,就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丢了性命 众人一愣,皆被下肢的胆识给惊到了 几人争论的时候,严守一已经来到那位姐姐的身边,蹲下来替他把脉 之前摸骨的时候,他就已经发现,这位姐姐又是受了内伤,内伤转化成了影集 虽然平日里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一旦影集爆发,几分钟内就可以让这位姐姐丢掉性命 闲杂人等全部出去,下警官留下来,抱我大把手 严守一沉声喝道 臭小子,你知不知道现在你是什么身份,居然让我们出去,你真把自己当医生了呀 这里是派出所,而且人命关天,其他的警察可不像下肢那样灌着严守一 此时下肢也很为难,他毕竟也是个刑警员,不可能命令其他人出去 严守一可不管那么多,他从胯包中拿出一包银针,已经开始做救人的准备了 这一幕,恰好被龙飞城给注意到了 那是,传说中的鬼门十三阵 龙飞城瞪大了双眼,满脸都不敢相信 据传,鬼门十三阵乃是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所创 乃是一玄之家的不传之秘 这个严守一不仅会小六人神术,还会鬼门十三阵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既然他会鬼门十三阵 那他一定有救人的把握 龙飞城稍微思索了一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他突然大喝一声,张开双臂,把所有人往外推 别看他身子瘦干干的,但力气居然不小 一个人愣是把所有人都推到了拘留室外头 几个警察都拿他没办法 夏警官,快锁门啊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 龙飞城大喊道 夏之回过神来,咬了咬牙,赶紧上前锁了门 下一刻,门外便传来龙飞城的惨叫声 臭小子,要是闹出了人命 你可是要担责的 快把他按着,别让他给跑了 夏之,快开门,不能意气用事 门外乱作一团 但已经做出决定的夏之也骑虎难下 只能对严守一说道 你最好有办法救他,否则我也要被你连累了 我能看出他的病,自然也能救人 要不是今晚,你们突然闯到我屋里把我抓了 他现在也不至于晕倒 严守一将卷成一卷的针包摊开 又从胯包里拿出了一根红蜡烛点燃 而后转过身背对着姐姐,对夏之说道 夏警官,麻烦你帮姐姐的上衣吞去 遮住隐私部位,我要替他施针治病 夏之快速地吞去了姐姐的衣服 又盖住了他的关键部位 然后对严守一打了声招呼 严守一转过身来 看到姐姐半落的身体 不自觉地脸红 目光也开始闪躲回避 夏之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心中更是相信 严守一今晚真的是在给姐姐摸骨 一个看到女孩的肚气眼就脸红的小男生 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呢 至于那个龙非诚 呵呵,五千块钱罚款没跑了 默念了几遍静心咒 严守一稳住了心神 跪坐在姐姐的身边 取出银针在烛火上加热消毒 然后迅速施针落在了鬼宫穴上 百邪所病者 针有十三穴也 凡针之体 先从鬼宫起 次针鬼性 便知鬼蕾 又知鬼心 未必须病针 知五六穴即可知已 一边施针 严守一一边念念有词 似是口诀 又好像是在介绍鬼门十三针 他施针的手法也各不相同 每一次落针快准熟练 一时间他好像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中医 而不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不一会儿 十三根银针全部落下 严守一又从胯包里 拿出了黄符纸与象牙毛笔 沾上自己的鲜血 临时画了一道符 点燃道符 符纸化作灰烬 被严守一装在一次性水杯里 又装了半杯水 搅拌成黑漆漆的符水 喝了这杯符水 他就可以醒过来了 严守一说道 下肢皱了皱眉头 喝符水是迷信 只要能救人 无论是科学还是迷信 都是好的 严守一的回答 让下肢陷入沉思之中 而严守一则是 直接为姐姐喝下了符水 果不其然 符水下肚 姐姐突然醒来 哇的一声 不仅吐出了符水 还吐出了一块黑漆漆的怪肉 怪肉离开了姐姐的身体 居然还在不停地蠕动 散发着腥臭味 但不一会儿就停止挣扎 好像死了似的 真 真的有效 下肢震撼不已 他吐出来是什么 死肉 类似肿瘤一样的东西 但又不完全是 说了你也不明白 严守一解释道 下肢撅了撅嘴巴 他发现自己在严守一 心里的威慑里 正在急速下降 严守一用符纸包裹着死肉 死肉上冒出一团黑气 而后迅速干扁 最后变成一滩死皮 严守一随手将它 扔进垃圾桶里 我这是怎么了 姐姐缓了过来 虚弱地问 已经没事了 严守一并没有解释太多 迅速地取下姐姐身上的银针 收进胯包中 这时姐姐才意识到 刚才发生了什么 更明白 就是严守一救了自己 他拉着严守一的手 感激道 小弟弟 是你救了我吧 多亏了你我才能够活下来 你想姐姐怎么谢谢你 啊 严守一顿时又脸红了 这位姐姐除了以身相许 显然也拿不出什么 其他的感谢出来了 但严守一怎么可能开这个口呢 下肢美好气地白了两人一眼 找来一件外套 披在姐姐的身上 提醒道 别忘了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姐姐倒是一点都不在意 自己身在何处 她本就是扶贫 飘到那就待着 根本不需要在乎其他人的看法 因为要不了多久 她又会飘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但是这一次 或许是严守一的保护 姐姐联想到了自己的人生 不由地湿了眼眶 啜其道 我也没做过什么坏事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 我也想念书考大学 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可我却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 母亲早逝 父亲重男轻女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还没过上好日子 就患上这种怪病 夏之默默地看着姐姐 心里生出一丝同情和怜悯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相比于这位姐姐 夏之只是出生在一个更好的家庭而已 如果她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家庭 兴许要比这位姐姐还要不堪 严守一安慰道 世事轮回 屡抱不爽 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 我们这一世吃的苦 都是上一世欠的债 不仅是姐姐 我也一样 似乎 严守一的人生 也有着和这位姐姐同样的命运 夏之感觉严守一在安慰姐姐的时候 语气竟然有几分感同身受 或许是因为生了病 姐姐没多久又睡过去了 但这次 她睡得比较安详 夏之给姐姐穿好衣服 这才开门让其他人进来 得知姐姐已经没事了 众人都松了口气 之前吓唬严守一的那几名警察 也对严守一刮目相看 没想到你小子真有两下子 不过一码是归一码是 你女票女仓的事情 还得严肃处理 严守一 不多时 医院的救护车将姐姐送走 严守一彻底放心了 其实影集她已经帮姐姐除掉了 现在 她只需要好好休息 就可以痊愈 这一难之后 这位姐姐的人生 便是柳暗花明 她会遇到一个真心喜欢她的男人 那个男人虽然不富裕 但夫妻俩同心协力 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 但严守一没有将这些告诉那位姐姐 人生就是因为充满了各种未知 才令人向往 送走了姐姐 锁里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夏之给严守一 和龙飞城做了笔录 如今虽然夏之相信严守一 但她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不好 直接放走严守一 所以 想要离开 严守一和龙飞城 需要缴纳5000块钱罚款 才能离开 而严守一穷的叮当响就不说了 龙飞城居然也身无分文 导致两人如今坐在走廊上 大眼瞪小眼 气氛很是尴尬 就连夏之也临时 被领导叫走了 不知道是执行什么任务去了 龙飞城忽然用肩膀 撞了严守一一下 哥们儿 不 大兄弟 你是高人啊 高人有什么用 高人连5000块钱罚款都拿不出来 严守一叹了口气 语气很是无奈 我今晚出门前 特意看了黄历 得知今天我能遇到贵人 所以我才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选择到小旅馆给小姐姐摸骨 没想到真就让我遇到了 龙飞城笑嘻嘻地说道 兄弟 看你的模样 是刚到龙城不久吧 是不是还没有个落脚的地方 是不是没有熟人投靠 嘿嘿 我从小在龙城长大 人称龙城万事通 外号大明白 你要是没地儿去 可以和我合作呀 严守一白了龙飞城一眼 你刚才不是说 你是毛山弟子 奉施命下山入室修行的吗 呃 说实话吧 兄弟 我就是龙城本地人 只是小时候隔壁邻居住着个算命先生 教了我几手 长大后我没有什么特长 就靠着那点本事走江湖 龙飞城说道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你有本事 我有人脉 咱们兄弟二人联手 绝对可以在龙城闯出一片天地啊 对于龙飞城话的大饼 严守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这次来龙城 是有事在身的 办完事 兴许就离开了 鲁班传人四海为家 除非是成家立业了 否则脚步不会停下来的 见严守一不说话 龙飞城还想再刺激他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名警官带着一位漂亮的女生 来到严守一面前 女生穿着布帆 气质出众 有着一头金色的大波浪卷发 看起来好像电视里的女明星 她刚走进来 便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张小姐 她就是严守一 一名警官说道 另一名警官替严守一解了银手镯 说道 你女朋友帮你交了罚款 现在你可以走了 啥 女朋友 严守一看着眼前的这位女生 发现自己完全不认识她 一旁的龙飞城 直接跳了起来 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一 不是吧 你居然有女朋友 骨池的衣服 LV的包包 这不是富婆是什么 这分明就是龙飞城的梦想 严守一一脸猛逼 两名警官还忍不住感慨 哎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知足了 自己女朋友这么漂亮 还去外头鬼混 看到情况越来越复杂 严守一赶紧说道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她男朋友 我不认识她 龙飞城给了严守一一个斜眼 这时候装失忆 高手啊 没想到我看走眼了 你分明是惯犯 面对众人的指责 严守一百口莫辩 她是真不知道 这个女孩是谁啊 但女孩似乎根本懒得解释 直接对严守一说道 跟我走 严守一迟疑了一下 好像自己确实没有拒绝她的理由 龙飞城健壮 连忙拦住严守一 大兄弟 咱们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你女朋友那么有钱 顺便捞一下我呗 你问她 严守一指着女孩 毕竟钱是女孩的 不是她的 女孩想都没想 就从包里拿出了五千块钱现金 丢到龙飞城怀里 然后拽着严守一 就往外走 大气啊 龙飞城对女孩竖起大拇指 心里更加敬佩的是严守一 出去偷吃被抓了 还能让富婆女友亲自过来捞人 严兄弟 不愧是无辈楷模 严守一被女孩一路拽到了大马路旁 直接塞进了停在路边的奔驰麦巴赫里头 这时候 女孩才解释道 我叫张盈盈 我爸是张国栋 严守一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她还纳闷呢 自己在龙城人生地不熟 谁能来捞自己 也就只有张国栋和黄海了 你爸爸的工地情况如何 没有再出什么问题吧 严守一关心道 张盈盈冷笑一声 不懈地说道 我爸的工地能有什么问题 就算有问题 你管得着吗 文言 严守一眉头一皱 看来张国栋并没有将工地上发生的事情 告诉张盈盈 这小公主还活在自己的完美世界里呢 既然工地没问题 那张国栋为什么让张盈盈来找自己 严守一不明白 此时的张盈盈 心里很是看不起严守一 从一开始 她就不信风水那一套 什么严守一救了工地 在她眼里都是装神弄鬼 之后 张盈盈放弃去酒吧 转而去小旅馆找严守一 发现这家伙 居然因为扫黄被抓了 张盈盈对严守一 便更加失望了 如今见到严守一本人 发现她穿的土里土气 全然是个香巴佬的打扮 张盈盈的心态就彻底崩了 要不是她的父亲千叮零万嘱咐 张盈盈恐怕会直接把严守一踢下车 但张国栋的话 在张盈盈心里 还是多少有些分量的 所以 她此时只能忍着嫌弃与鄙视 对严守一说道 我爸说你刚到荣城来 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落脚的地方 所以让我来找你 陪你逛一逛荣城 不过 我想你应该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张盈盈话中有话 其实她根本不想和严守一待在一块 所以故意说自己是累赘 哪知道严守一是个鱼目脑袋 欣然接受 好啊 正好我现在身上没钱 那就麻烦你了 你 张盈盈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一 还真有如此不懂事的男生 张盈盈长叹一口气 只恨自己把严守一想得太聪明了 害得自己覆水难收 现在甩都甩不掉严守一这个脱油瓶了 对张盈盈来说 严守一毫无疑问是一个累赘 自己到底造了什么念 放着奢侈品店不逛 放着酒吧里的大把帅哥不炮 跑来捞一个因为扫黄被抓的香巴佬 张盈盈气不打一处来 含着脸下了车 给张国栋打电话 喂 爸 我见到你说的那个严守一了 猜猜我是在哪找到他的 电话那头传来张国栋的声音 他的语气有些疲惫 但得知张盈盈见到严守一了 还是有几分开心 你们见面了 那真是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张盈盈气得跺脚 你说的那个严守一 因为扫黄被抓了 我刚把他捞出来 电话那头是张国栋常常的沉默 几秒钟后 张国栋故作镇定地说道 或许严小兄弟 只是在给姐姐看向摸骨呢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人啊 如果严守一听到张国栋的这番话 只怕要抱着他大喊几声之音 张盈盈叹了口气 行了别说了 我该怎么处置他 张国栋答道 好吃好喝地把他供着 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 你都尽力满足 其实从昨天到现在 张国栋都没喝过眼 严守一虽然解决了工地的问题 但昨天还是死了三名工人 张国栋必须走关系协调 所以到现在还忙得焦头烂额呢 如果他能亲自出马 也用不着叫自己女儿了 张盈盈一阵绝望 要跟这样的香巴佬待在一块 而且还要有求必应 这分明就是一场折磨啊 但张盈盈也没有办法 谁让他的经济命脉 都掌握在他爸手里呢 挂断了电话的张盈盈 双手环抱 随后忽然眼珠子一转 有了歪点子 他露出笑容 回到车上 好生好气地对严守一说道 我爸都跟我说了 让我好好照顾你 只不过今晚我有个局 必须去才行 我不打扰你 有个地方让我休息就好了 严守一虚心地说道 他现在真的是身无分文了 不得不吃一下张盈盈的软饭 张盈盈表情为难地说道 其实是这样的 我爸有个合作伙伴 他的儿子喊我去酒吧聚一聚 我知道他想要追求我 但我不喜欢他 可又担心拒绝了他以后 会对我爸的生意造成影响 所以 严守一听得很认真 他向来不会欠别人人情 所以如果张盈盈 可以照顾他这两天的话 他也不介意帮助张盈盈 解决一些麻烦 所以什么 严守一问 张盈盈道 要不你假扮一下我男朋友 陪我去一趟酒吧 到时候求追我的男生知道 我有男朋友了 肯定不会再纠缠我了 啊 这 严守一面露为难之色 他的反应 可把张盈盈气得不行 他在学校里 也是排得上号的美女 追他的男生 能从食堂排到学校门口 其他男生 要是能得到装男友的机会 恐怕做梦都要笑醒 严守一道好 看他的反应 居然还有些不情愿 好像他还吃亏了似的 当然严守一没想那么多 他只是 觉得自己有些累了 不想去太嘈杂的地方 而且 酒吧这种地方 他从没有去过 到时候闹笑话就不好了 见严守一迟迟不肯给答复 张盈盈的小骄傲 直接显露在了脸上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婆婆妈妈的 你当还是不当 那就 去吧 不过就去一会儿 打个照面 咱们就走 你提前开好房等我 严守一勉强点点头 最后一句话 有点把张盈盈吓唬住了 你 你说什么 开好房等你 你想做什么 张盈盈警惕地看着严守一 严守一满脸无辜 这都大半夜了 你不睡觉我还要睡觉呢 我身上又没钱 只能让你开好房 完事我去睡觉啊 我还以为 张盈盈羞于说出口 又觉得 这不是自己想歪了 而是严守一 这个香八佬 什么都不懂 她直接吩咐司机 一会儿给严守 一定一个五星级酒店 又让司机 把他们送到酒吧去 司机脚踩油门 豪华的麦巴赫 缓缓上路 刚刚从所里出来的龙飞城 见到严守一 他们要走了 立刻撒鸭子边跑边喊 大兄弟 等等我 咱俩说好 一起闯江湖打江山的 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 遗憾的是 就连严守一 都没有听到龙飞城的呼喊 坐在车里的严守一 心里还在挂念着 自己借给夏枝的木鸟 夏枝临时被调走 多半是有任务了 很有可能 他会在这次任务中遇险 不过有自己的木鸟保护 他应该不会有事 容成万宝一条街 这里并非是容成最繁华的一条街 但绝对是年轻人最多的一条街 因为这一整条街 都是大大小小的酒吧 街边停着各式各样的豪华跑车 车上走下的 无意不是俊男美女 各色的灯光 和震耳欲聋的音乐混在一起 让这里成为了年轻人放肆的天堂 角落里 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上 夏枝和几名前辈坐在一起 正在检查手里的装备 负责此次行动的队长板着脸说道 所有人注意 根据我们同僚的最新消息 临时的一名连环杀人犯 就藏在万宝一条街的酒吧里 此人名叫赵虎 以前是个屠夫 因为遗产继承纠纷 杀了自己亲哥哥的一家三口 这次行动 为了避免引起恐吓 所有人便衣行动 发现目标以后不要贸然出手 先通知其他人赶到 再将目标绳之以法 都听明白了吗 众人点了点头 默默地将武器藏在衣服里 大家下了车 混进人群当中 夏之身穿一件性感的漏背吊带裙 宛如参加宴会的公主 她一出现 就吸引住了酒吧门口所有男生的目光 有几个男生忍不住对她吹口哨 还有几个男生 直接被自己的女伴揪着耳朵大骂 不过谁也不知道 夏之的裙摆之下 藏着一把上了糖的手枪 随时准备抓捕杀人犯 夏之款款走进一家名为MING的酒吧 夏之走进去后没多久 在这张盈盈和严手艺的麦巴赫 也停在了酒吧门口 两人下了车 严手艺看到周围的环境 多多少少有些不适应 她过去跟着爷爷走南闯北 见识颇广 但说起这酒吧还真没去过 毕竟没有爷爷会带孙子 去酒吧掌见识的吧 张盈盈一眼就看出来 严手艺没来过酒吧 她心中窃喜 之所以带严手艺来这里 就是想要让严手艺 受不了这里的环境 然后主动离开 这样一来 张盈盈在张国洞那儿也好交差 既不得罪老爸 又可以甩掉严手艺这个香巴佬 张盈盈也考虑过 严手艺会是块牛皮糖 所以她还有一个记重计 今天组局的这个朋友 喜欢张盈盈喜欢得不得了 要是她知道 张盈盈身边有个香巴佬 肯定会出手 把严手艺狠狠羞辱一番 然后把她赶走 这就是张盈盈一反常态 要带严手艺到酒吧来的真正目的 刚走进酒吧 严手艺就感觉自己的活 都要被震耳欲聋的音乐 给震出身体了 她看到酒吧里那些纸醉精迷的年轻人 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 突然觉得自己和这个环境 有些格格不入 过去跟着爷爷 她就喜欢安安静静地泡泡茶 最多再和爷爷下几局棋 若问她有什么兴趣爱好 那自然是做个木匠 小到雕刻 大到盖房子 严手艺在观察上有着超凡的天赋 一眼就可以记住对方的模样 和所有细节 甚至在心里分析出其内部结构 爷爷当时就夸严手艺 有一双慧眼 但又告诉严手艺 这世界上最看不穿的是人心 就算是拥有慧眼 也一样看不穿 当严手艺询问爷爷 如何才能看懂人心的时候 爷爷只是笑了笑 指了指自己瞎了的双眼 说人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只能闭上眼 用心去感受 话说回如今 严手艺跟着张盈盈 穿过拥挤的人群 来到酒吧二楼正中间的卡座处 期间 她和不少穿着暴露的小姐姐 有了肢体接触 让严手艺不免有些尴尬和拘束 这一切被张盈盈看在眼里 心中对严手艺更加不屑了 明明刚刚扫黄被抓 现在却脸红 装什么白莲花呢 一会儿跟我进去 不要乱说话 别人说什么 你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 张盈盈提醒道 严手艺点点头 又打了个哈欠 现在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连续两个晚上 没好好休息的严手艺 困得几乎要睁不开眼了 见严手艺打哈欠 张盈盈又忍不住吐槽一句 凌晨两点就犯困 你还是年轻人吗 说着 张盈盈走进卡座 踏入卡座的一瞬间 张盈盈的脸上 似乎绽放出了一朵花 笑盈盈的喊道 王康哥哥 不好意思 我来迟了 严手艺愣了愣 他还是头一回 见到有人变脸 变得这么快的 卡座里坐着的都是年轻人 桌子上还放着 三瓶价值28888的黑桃A香槟 严手艺不清楚 其实光是这一桌卡座的消费 就已经近十万了 卡座的中心位置 一名穿着绿色衬衫 竖着大背头的年轻人 笑着对张盈盈招了招手 盈盈 你来迟了 是不是得自罚三杯啊 张盈盈面露为难之色 王康哥哥 人家最近不太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爸和你爸的关系 还不值得你喝三杯酒吗 王康一点面子都不给 目光毫不避讳地 在张盈盈身上扫来扫去 尤其是在他那双暴露的大腿上 停留了许久 这个王康 不是什么善类啊 正所谓相由心生 王康额头窄扁 鼻梁塌陷 鼻翼却宽敞 此乃奸恶之相 而且严守一还发现 王康的神色中 尽是淫欲 眉宇间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孽气 这说明 此人没少干奸淫之事 看出王康不是好人 出于男人的担当 严守一不能让张盈盈 被王康给灌醉 于是他站了出来 一把抓住眼前的一瓶酒 蹲蹲蹲地对瓶吹 喝了个金光 末了他擦了擦嘴角 对王康说道 哥们儿 盈盈不方便喝酒 我带他干了 话音落下 卡座里却鸦雀无声 王康瞪大了双眼 盯着严守一 他身边的年轻人 则是一副幸灾乐祸 看好戏的表情 张盈盈都傻了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喝的是什么 三万一瓶的黑桃A啊 虽然说黑桃A 也不算是什么好酒 但年轻人点这种酒 不就是为了装逼吗 结果大家还没喝 严守一倒好 一个人干了一瓶 这是人干的事 王康沉着脸 眼神不善地盯着严守一 你是哪根冲 严守一看了张盈盈一眼 我是盈盈的男朋友 张盈盈不由得捂着额头 这剧情发展 和他之前想象的 完全不一样啊 原来他只是想借王康之手 把严守一赶走 但现在看来 严守一说不定 还得被王康揍一顿 不过揍一顿也好 虽然他老爸张国栋 一个劲地夸严守一 但在张盈盈的眼中 严守一分明 就是个香巴老骗子 揍就揍了 他能拿我怎样 所以决定破罐子破摔的张盈盈 干脆直接反水 拉着王康的手说道 王康哥哥 他不是我男朋友 只是我爸介绍的 一个普通朋友而已 哦 是吗 王康眯起眼睛 但是他对我另有所图 张盈盈小声说道 严守一惊讶地望着张盈盈 怎么这个女人满口谎言 表里不一 自己分明 是为了给他解围 他怎么倒打一耙 反而说自己对他另有所图 爷爷说的没错 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啊 王康冷声说道 荣城里谁不知道 盈盈是我王康的女人 臭小子 你是真不知道死活啊 严守一的心 渐渐冷了下来 他以为自己救了张国栋 这个张盈盈 至少知道感恩图报 但没想到 却演了一出 农夫与蛇的戏码 既然你不仁 也别怪我不义了 严守一也沉下脸 双眼盯着张盈盈 你想好这么做的后果了吗 事已至此 张盈盈也不装了 与其嫌弃地对严守一说道 你也不看看你的模样 也就我爸人到中年 跟不上时代 才会被你给骗了 但想骗我 门都没有 你最好对你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严守一淡然一笑 鲁班传人 是有傲骨的 对于恩将仇报之人 他们向来不留情 要知道 鲁班书中 救人的法术虽多 但更多的 却是害人的写法 否则 鲁班交又怎么可能成为绝交之一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严守一也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 他转身欲走 王康的两个马仔 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王康的声音悠悠飘来 小土鳖 欺负了我的女朋友 还想拍拍屁股走人 你未免把我王康想得太简单了点 严守一丝毫不拒 转过身来盯着王康 你想做什么 过去和爷爷走南闯北 严守一见识过不少大善人 也见过不少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人若是坏起来 连鬼都害怕 王康这种级别的恶人 在严守一眼里 连前一百都拍不进 他一眼看穿 王康就是个色力内人 欺软怕硬的玩意儿 只见王康指了指桌上的头子 音笑着说道 你把这五颗头子吞了 我就放你走 生吞五颗头子 搞不好是要去灌肠的 最坏的结果 甚至会感染出人命 张盈盈感觉到了 事态有些超出自己的预期 不由地劝说道 王康哥哥 要不还是放他走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 王康却丝毫不理会 张盈盈的劝说 反而步步逼近严守一 我爸说了 做人不狠站得不稳 得这机会 就要把对方往死里整 这样别人才会敬你 怕你 不敢惹你 面对王康的咄咄逼人 严守一的脸上 看不出喜怒 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王康 你姓王 应该是建州省王家的人吧 你爸的公司 应该也是王氏集团的子公司 我说的没错吧 从这么一个香巴佬的嘴里 居然蹦出了自己的背景 王康不免有些意外 但即便如此 王康也丝毫没有 把他放在心上 是又如何 我爸是王氏建材公司的董事长 王氏集团第二子 王立全 很好 严守一淡淡一笑 王康自爆家门 还省得他多嘴问了 他抓起桌子上的头中 轻轻地晃了晃 拿起一瞧 里面五个头子 居然是五个一 这一手把旁人都惊到了 这小子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居然轻易能摇出五个一 可恶 被他给装起来了 只听严守一指着那五个头子 轻声说道 五分钟以后 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放过你 这么多年来 严守一跟着爷爷行走江湖 看尽了世间冷暖 本来他应该成长为 一名狡猾老江湖 但爷爷却时常嘱咐他 要用清澈的心去面对一切 如若太过于精明 喜欢玩弄星际 早晚自己也会陷入黑暗的漩涡之中 守一 守一而终 始终如一 但严守一的单纯 并不是张盈盈和王康 仗势欺人的借口 鲁班传人向来不惹事 但从来也不怕事 五分钟以后 我会让你跪在我面前 求我放过你 说完以后 严守一也干脆不走了 直接大摇大摆地来到王康身边 坐在了卡座的主位上 这番举动 令在场所有人震惊不已 这小的是脑子秀斗了吗 居然敢如此挑衅王康 而且还是在知道了王康的背景之后 方才严守一自己 也爆出了王康的背景 那就是建州省的王氏集团 一个家族集团 却用一省之名做前缀 已经可见王氏集团的强大 王氏集团扎根于建州省的沿海大城 荣城市的林城 陆城 他们的产业遍布各行各业 建材供应 只是众多产业中 不算太重要的一部分罢了 但即便如此 王康的父亲王力全 依旧在荣城呼风唤雨 众多地产大亨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小地产求着与王力全做生意 为的是得到王力全强大的人脉与庇护 大地产不敢断了与王力全的来往 生怕遭到王氏集团的打击暴富 因为如此 王康在荣城更是横行霸道 年轻一代中 他不敢惹的人 两个巴掌都能数清楚 所以 严守一在他的眼中 屁都算不上 如今被自己根本没放在眼里的小人物 这般挑衅 王康气得鸡欲吐血 一个穷得叮当响得香巴佬 居然大言不惭 要我王少给他下跪道歉 求放过 不等王康发话 严守一就拿出了手机 没有翻阅联系人 而是手动拨出一个电话号码 我是严守一 我爸叫严筹 嗯 我在建州 暂时不想见人 但有件事 需要你们帮我处理 王氏集团第二子王力全的产业 我要你们在五分钟之内剥夺 要是办不到 后果你们自己承担 别忘了告诉王力全 他有个好儿子 这通电话 前后不过半分钟的时间 而且大部分的时间 还都是严守一在说 电话那头的人 连犹豫和讨价还价的机会都没有 夸张得给人一种不真实感 三十秒的对话 就能让王氏集团 夺走王力全手里的所有产业 玩呢 那儿呢 我看你是不想要你这双腿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老子打 王康怒道 打断他一条腿 老子奖励他五十万 卡座里的年轻人 大部分是富二代 不屑于为了五十万出手 但其中也有不少人 只是跟着王康混的马仔 五十万对他们的诱惑极大 当场便有三名年轻人拎着啤酒瓶 面色不善地将严守一包围起来 张盈盈眼看事态愈演愈烈 不由得心里忐忑 他想要开口求情 却又不敢和王康作对 于是 他心里也只能安慰自己 说这一切都是 严守一自己多嘴装逼 和他没有关系 都是严守一字作念 小子 我们本来是不想出手的 但奈何王少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你也别怪我们 要怪就怪你自己不懂事 非要给自己找麻烦 一会儿 我们下手快一点 你忍忍就过去了 哈哈哈哈 三人堵住了严守一的所有去路 手里的酒瓶正在掂量着重量 随时准备找个合适的时机出手 然而严守一却临危不乱 他随手拿起面前一杯喝剩的洋酒 用食指与中指沾上 然后凌空画符 口中念念有词 最后屈指一弹 三滴酒水飞向面前的三人 正中他们的眉心 区区三滴酒水 力道尽极大 当场打的三人翻了的大跟头 狼狈地摔在地上 这一手 着实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小子是恋家子 难不成是少林寺出身 一颗水滴 就能把成年人给弹飞一个跟头 也太邪门了吧 然而更邪门的 还在后头 三名被弹倒的年轻人 颤颤巍巍地爬起来以后 居然没有再对严守一发起攻击 而是扭动着身体 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喂 你们是什么情况 王康拿起一瓶酒 颇向其中一人 但此人丝毫没有反应 依旧闭着眼睛脱衣服 不多时就脱了个金光 卡座周围的不少客人 都被这里的情况给吸引了 其中一些认识王康的富二代 还忍不住调侃 原来王少喜欢这个调调 严守一翘着二郎腿 还不忘家拔火 王少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啊 这一首正是鲁班书中卷里所记载的 《害人的写法》 写法的名字非常简单粗暴 就叫做美女脱衣法 过去木匠们给大户人家做工 对方很有可能因为看不起木工 而刁难他们 恪扣工钱 甚至是赦账的情况 所以鲁班书里大部分害人的写法 都是针对那些雇主 为了报复他们而被记录传承下来的 美女脱衣法就是最简单实用的一道写法 中招者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 害得他们丢人现眼 没脸见人 最后乖乖认错 给木匠赔礼道歉 请求驱邪 严手衣使用的还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只是让他们脱自己的衣服 高级的写法 甚至会让他们去脱自家女人的衣服 这丢人程度可谓是做到极致了 三个男人光溜溜地在酒吧里胡言乱语 王康气得让人把他们全部脱了出去 他非但没有教训严手衣 反而丢人丢大了 这让王康无论如何也无法咽下这口气 而张盈盈此时心里却有些打起了退堂鼓 爸爸说严手衣是高人 懂法术 我以为她就是个江湖骗子 可是刚才 难道她真的会那些厉害的法术 倘若严手衣真的是高人 张盈盈这次可就犯了大错了 但张盈盈心高气傲 是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她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 这或许就是个巧合 再者 就算严手衣真的会法术 那又如何 现在是科技时代 古时候的那一套虽然神奇 但已经行不通了 钱才是这个时代的王道 所以 张盈盈坚持认为 抱着王康的大腿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至于严手衣 王康自然会收拾她 就在这时 王康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 本来打算对严手一下手的王康 不由得一正 他看了一眼时间 正好是五分钟 他不由得有些怀疑担心起来 难不成 这小子真的有比我王室 还要强大的背景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接电话啊 王公子 你在害怕什么呢 严手一见王康拿着手机发呆 便出声催促 他的脸上挂着淡淡的自信 和之前跟在张盈盈身边的那种 土里土气的模样完全不同 关于都市里的事情 严手一不了解 但论实力和地位 他从来没有怕过谁 王康不忍严手一的嘲讽 冷哼一声说道 装神弄鬼 我还怕你不成 于是 王康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接起了电话 忐忑地吐出一个字 喂 小康 你是不是又在酒吧鬼混 电话那头果然是王康的父亲 王立全 王康有些怂了 因为上个月他惹了不少麻烦 这个月他本应该禁足的 但他却还是瞒着父亲来酒吧鬼混 要是让他爸知道这个情况 恐怕这个月又要扣他的经费了 王康正要狡辩 却没想到电话那头的王立全 语气一转 带着欣喜之情说道 家族那边传来一个好消息 你三叔愿意把医药行业让给我做了 这是天大的好事 今晚就饶过你一次 你好好玩吧 啊 这突然的转折 让王康有点没缓过来 不仅不用挨骂 反而还让他好好玩 哈哈哈哈 挂了电话的王康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一方面是因为不用挨骂而开心 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嘲讽自己的意思 我堂堂王氏子弟 居然真信了那香巴佬刚才说的鬼话 得知家里没事 王康顿时自信万分 嚣张的气焰比刚才更胜 走上前一脚踩在严守一身边的沙发上 冷笑道 小土鳖 吹牛也要有个尺度 想扳倒我王康 做梦去吧 你 王康的朋友们也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严守一刚才的鬼把戏 有几分手段 但在王康绝对的金钱与财富面前 这些都是浮云 张盈盈也松了口气 他刚才有那么一瞬间 真的以为严守一说的话要成真了 哼 他就是一个江湖骗子 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权力 面对王康和众人的嘲讽 严守一始终保持着自信的微笑 他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倒数了三个数 三 二 一 五分钟 时间到了 话音才落 王康的手机再次响起 来电显示的对象 正是王康的老子王力全 王康不由的瞳孔一缩 心里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怎么了 怎么不敢接了 难道王少害怕了 严守一淡淡地问道 王康冷哼一声 啪 你以为你是谁 他接通电话 将手机贴在耳边 王康 电话那头 传来的同样是王力全的声音 然而他的语气 与之前截然不同 愤怒中夹杂着恐惧 王康心里咯噔一声响 暗道不好 当父母喊自己的全名时 一定是自己犯错的时候 王康咽了口唾沫 硬着头皮问道 爸 怎 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 王力全怒吼道 你又干什么了 你到底惹到谁了 你知不知道 你给我们家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王康迅速将踩在严守一身边的脚收回来 捂着嘴巴小声说道 爸 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王力全勉强冷静了一点 说道 家族刚刚突然传来消息 医药行业还给你三叔做 不仅如此 我们手上所有的产业全部移交给你七叔 什么 七叔 七叔还在上小学啊 王康震惊无比 忍不住喊出了声 王氏家主 今年已经七十五高寿了 但他老人家 还是老当益壮 家里的老七 今年才十岁 还在上小学三年级 然而 王康家里这么多年所做的努力 居然被转移到了一个小学生的手里 天底下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 王力全又说道 家族方面说了 这一切都拜你王康所赐 你小子 到底招惹到了什么人 大伯刚才还发来消息 说 宗族祠堂来了一伙人 逼你爷爷给一根木头下跪 你爷爷十年前就瘫痪了 人到老年 还要受这种耻辱 下跪以后 当场气得脑溢血 送医院抢救去了 这 欺人太甚 王康气得也差点脑溢血了 他咬牙说道 爸 对方是什么来头 凭什么这么欺负人 臭小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管这个 对方能让你爷爷下跪 就能送你上西天 你以为你爷爷愿意跪啊 还不是为了保住你的狗命 王立全吼道 你到底 在外面惹到了谁 王康沉默了 他缓缓转过头 看向坐在沙发上 正自顾自研究着头子的严手衣 这个看起来土得掉渣的香巴佬 小土鳖 真的就是那伙人身后的恐怖存在 他到底有什么能量 让他偌大的王室 在他的面前 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王康一直以为 自己在普通人面前 算得上是恐怖的存在 而如今他才明白 在真正的恐怖面前 他就犹如蝼蚁一般 什么财富 什么权力 都是狗屁 人家一个电话 就能让他一无所有 王康怕了 他真的害怕了 望向严手衣的眼神里 充斥着恐惧 张盈盈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上前挽着王康的手臂 嗲嗲地问道 王康哥哥 叔叔又有好消息了吗 王康回过神 看了一眼严手衣 随后突然推开张盈盈 紧跟着一个响亮的耳光 扇在了他的脸上 啪 张盈盈被扇得足足后退了五步 最后摔在沙发上才停下来 他捂着肿胀发红的脸 不敢相信地看着王康 你干什么 王康脸色恶毒地骂道 死女人都怪你 害我惹得一身骚 不等张盈盈和其他人反应过来 王康突然扑通一声 跪在了严手衣的面前 这一幕 让所有人瞪大了双眼 这还是那个嚣张跋扈的 容成王康吗 王康下跪了 那岂不是说明 严手衣刚才说的话应验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能让目无王法的王康下跪啊 只见王康跪在地上 浑身颤抖地爬到严手衣面前 看模样都快要哭出来了 兄 兄弟 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高抬跪手 放过 放过我一马吧 严手衣给自己倒了一杯养酒 端着养酒说道 我不喜欢打女人 王康一愣 随后立刻扇自己耳光 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一个重 几乎是把自己往死里打 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场景 严手衣也没有丝毫出动 只是默默地喝了一口酒 他只喝了一口 便吐了 满脸嫌弃地说道 洋人的玩意儿 真是难以入侯 比仁淮那个鸡家的破酒装酿的酒 还难喝 只是这么一句话 便让王康瞬间醒悟 看向严手衣的眼神 更加恐惧了 严手衣不是装腔做事 也绝对不是什么香巴佬 因为他喝过仁淮鸡家所酿的酒 要知道 仁淮市可是茅台酒的主要生产地 而仁淮市的鸡家 更是一等一的大家族 甩王是不知道多少条街的那种 鸡姓本就是地姓之一 仁淮鸡家乃是帝王后代之一 扎根于仁淮以后 便从事酿酒行业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他们所酿出来的酒 寻常人根本喝不到 只供应给权贵 偌大的王氏集团 都没资格尝一口 王康也只是听说过 而严手衣却喝过 这足以说明 严手衣的背景之恐怖 而听王康说过 仁淮鸡家之事的张盈盈 此时除了震惊 心里还有另一个念头 价值近三万的洋酒 在严手衣的眼中难以入侯 但严手衣刚才却还是为了她 一口喝了一整瓶 她当时是真的在保护自己 可自己却背叛了她 甚至陷害她 如今醒悟 太迟了一些 张盈盈心里充斥着恐惧 她担心严手衣收拾了王康以后 下一个便会找上自己 此时张盈盈心里 是千万个后悔 后悔自己没有听父亲的话 放走了严手衣这一条大鱼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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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康还在打自己的脸 而且比刚才更卖力了 她的脸迅速红肿 肿得像个猪头 原本输得整整齐齐的大背头 也凌乱不堪 看起来狼狈无比 但严手衣丝毫没有喊停的意思 用王康说过的话来形容此时她的想法 那就是一句话 做人不狠 站得不稳 鲁班传人向来不惹事 但从来不怕事 酒吧最豪华的卡座里 一向嚣张跋扈的王氏王康 正跪在严手衣的面前 不停地扇自己耳光 周围的人都看傻了眼 他们发现 王康被一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年轻人 下到了这个地步 不由地纷纷猜测严手衣的身份和背景 能把王康逼到这个份上的人 该有多大的能量 一些心里有宏图壮志的富二代 已经打算事后想办法与严手衣结交 而那些本就抱着攀龙富凤的打算的美女们 更是心仰难耐 恨不得现在就贴到严手衣的身上 但坐在卡座里的严手衣 一副生人物尽的冷冽模样 让所有人都望而却步 不一会儿 王康已经把自己打得满脸是血 脑袋翁鸣 都快要坚持不住晕过去了 见状 严手衣伸出手 一把握住王康的右臂 另一只手直接砸碎了一个啤酒瓶 而后用锋利的玻璃碎片 在王康的手臂上 刻下了一道血淋淋的符咒 王康早已经麻木了 也不觉得痛 但看到自己手上血淋淋的符咒以后 他还是吓得不轻 这 这是什么 三年之内 你行不了房事 这是我对你的惩罚 严手衣扔掉了碎片 淡淡地说道 不管王康山自己几个耳光 那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 就算他把自己打死了 严手衣的内心 也毫无波澜 真正的惩罚 必须由他说了算 听了严手衣的话 王康无力地坐在地上 虽然三年当不了男人 但好歹惩罚已经降临 这说明 严手衣已经放过他一马了 这王康还算是个聪明人 立刻给严手衣磕头 感谢兄弟高抬贵手 王康嘴里不停地道谢 可见他此时害怕严手衣 已经到了一个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对此 严手衣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他自始至终 都没有把王康放在眼里 不因他的挑衅而生气 也不因他的道歉而感到爽快 雄狮不会与一只苍蝇过不去 正当他起身准备要走的时候 张盈盈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低着头肩膀颤抖 显得很是害怕 严 严手衣 对不起 我不是 没什么可解释的 你爸人不错 可惜你没这个福分 享受张家的气愈 严手衣一语道破了张盈盈的命格 张国栋对张盈盈的过度溺爱 最终养成了张盈盈高傲自满的性格 将来他会嫁给一个 永远活在张盈盈的嫌弃和辱骂当中 男人越发自卑 事业越发下降 本来富贵的张家 在张盈盈这里走向了贫穷 张盈盈似乎也解读出了严手衣化中之意 但他却认为是严手衣给他下了咒 改变了他的命格 所以他下得花容失色 连忙拉着严手衣哀求道 严哥哥 我知道错了 我给你道歉 你想要我做什么都行 打住 严手衣打断了他的话 提醒道 你们张家的恩惠 我严手衣无服消受 看在你爸的份上 我再给你最后一句忠告 今晚你印堂发黑 恐有血光之灾 没什么事的话 早点回家去吧 张盈盈有血光之灾的事情 严手衣早就看出来了 之所以之前没说 是因为她认为 有自己在张盈盈身边 应该能护她一次 但既然如今 两人已经分道扬镳 严手衣就没有保护张盈盈的意思了 这次的福货 也是张盈盈自己的事情 张盈盈听了 心里万分害怕 她更加怀疑 严手衣为了保护她而下了咒 就在张盈盈 打算继续求饶的时候 酒吧的音乐突然被关停了 各种颜色的灯光全部熄灭 下一秒大灯亮起 整个酒吧内灯火通明 客人们纷纷抱怨 不知是谁坏了他们的性质 只见酒吧的舞台后方 一群黑衣人 正在与酒吧经理交涉着什么 颇有背景的经理 在黑衣人的面前 点头哈腰的装孙子 而在那群黑衣人的身后 站着一名身穿黑裙的美丽少女 少女拥有着完美的五官 令人疯狂的身材 扣着一股冷傲的气质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此女拥有着一双紫色的瞳孔 显得妖映万分 男人若是被她看上一眼 只怕是连活都要被勾走 严首一见了那少女 忽然面色一变 心里嘀咕道 她怎么来了 晦气啊 见识不妙 严首一默默地后退至众人身后 与王康同行的富二代 不少人都认出了此女的身份 他们纷纷张大了嘴巴 脸上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 那不是立成林家的千金小姐林子彤吗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听说林小姐洁身自好 向来不来这种娱乐场所 一心想要接手家族生意 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工作狂 冰山美人啊 林小姐带着这么一大帮人过来做什么 看他们的模样 好像是在找人 林子彤确实是来找人的 她让DJ关了音乐 开了大灯 就是为了在酒吧里寻找一个男人 一个令她朝思暮想 又恨得牙痒痒的男人 林子彤根本没有将酒吧客人的牢骚放在眼里 她站在DJ台上 居高临下地在人群中寻找 很快 她发现了跪在地上半死不活的王康 有了目标 林子彤的手下立刻冲上前 强行在人群中挤出了一道宽达两米的通道 让林子彤畅通无阻地来到王康的面前 王康的朋友们都惊呆了 林子彤竟然是来找王康呢 王康什么时候和林家大小姐有关系了 难不成是林家大小姐听说了王康被欺负的事情 特意过来撑腰的 无数个念头在大家心里闪过 但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林子彤来到王康面前后 直接一脚踩在了王康的脸上 她看了一眼王康手臂上刻的符咒 冷声问道 刻符咒的人呢 王康哪有力气回答 她直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而此时大家才反应过来 林家大小姐要找的人不是王康 而是严守医 张盈盈连忙回头寻找严守医的身影 却发现她居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走了 林子彤看向周围并没有发现严守医 居然有些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 可恶 她到底要躲着我到什么时候 小姐 要我们去找她吗 林子彤的手下问道 废话 不找她 我们过来做什么 林子彤生气地说道 黑衣人们立刻行动起来 四散寻找严守医的下落 人们看着气鼓鼓的林子彤 只觉得这个林氏家族的大小姐 和他们平日里在报道上看到的女强人模样 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她 更像是一个到夜场寻找鬼混老公的管家婆 完全颠覆了大家对林家大小姐的认知啊 人群之中 张盈盈苦涩地低下了头 这个严守医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啊 自己先前居然看不起这样的一个大人物 唉 张盈盈啊张盈盈啊 你这是瞎了眼了 酒吧的后门小巷子里 刚刚逃出酒吧的严守医 正瑟瑟发抖 她从小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这个林子彤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林子彤还是阴魂不散 当年严守医的父亲入狱不久后 她的爷爷就带她到荣城 来订了一门亲事 而在订亲之后 爷爷又带着她去了荣城以南的历城 历城虽然没有荣城大 但这里的百姓十分聪明 善于经商 并且喜欢以家族宗亲为纽带抱团做生意 医疗 珠宝 红木家具都是历城人的代名词 提起历城人 大家脑子里只会冒出两个字 有钱 而历城商会 在全国商圈里 也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商会的会长 正是如今的林家家主 林子彤的父亲 林若甫 只不过 当年严守医和爷爷到历城的时候 林若甫还没有发家 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厂厂长而已 说来也是机缘巧合 那次严守医调皮贪玩 趁着爷爷睡午觉的功夫 偷溜了出去 结果路过一口哭警的时候 听到了呼救声 走近一看 井底下正坐着一名小女孩 小女孩是失足坠井的 被困在这里 已经有大半天的时间了 不论怎么叫喊 都没有人听见 年幼的严守医 救人心切 结果一个不小心 自己也掉到了井里头 小女孩见到严守医这么笨 哭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 直骂严守医是大傻子 好在严守医不停地安慰她 她才勉强不那么害怕 见到小女孩饿了许久 严守医又把自己私藏的糕点 全都给了小女孩 小女孩吃饱喝足以后 竟沉沉睡去 严守医没有办法 只能守在她的身边 等到了夜里 冷风嗖嗖的 小女孩动得嘴唇发紫 严守医咬牙 脱掉了自己身上 同样单薄的衣服 给小女孩取暖 自己就这么硬挨了一个晚上 等到第二天早上 严守医的爷爷发现了他们俩 把他们救起来以后 严守医因为受寒发起了高烧 硬是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才醒过来 差点就烧坏了脑子 成了真的大傻子 正因为那件事 促使了严守医的爷爷 与小女孩的父亲的相识 严守医的爷爷看出 小女孩的父亲是个有福之人 于是便主动出言 指点了他几句 两人相谈甚欢 到后面 爷爷甚至帮对方重修祖宅 广纳风水财运 而重修祖宅期间 小女孩赖上了严守医 似乎在严守医的身边 才能有安全感 后来更是连睡觉都闹着 非要跟着严守医一块睡才行 对此 严守医当然是拒绝的 毕竟他可是有婚约在身的男人 不能随随便便出轨的 所以 严守医对小女孩退避三社 能躲就尽量躲着 每次都把小女孩气得跺脚 甚至哭着 去找严守医的爷爷告状 严守医的爷爷虽然是个瞎子 但却总夸小女孩天资聪慧 长大后肯定会是个大美人 还时常念叨造花弄人 要是早点遇到小女孩就好了 当爷爷将小女孩的祖宅修好了以后 他也没有继续留在历城 而是带着严守医继续云游四海 故事里 小女孩的父亲 就是如今的历城商会会长林若甫 而小女孩 就是如今已经亭亭玉立的林子童 这么多年来 林子童已经在寻找严守医的下落 严守医也知道此事 但或许是小时候种下的种子 让他习惯性地躲着林子童 方才对付王康内通电话 严守医就是打给林家人的 他没想到的是 林若童居然就在荣城 而且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要是让臭丫头发现 肯定要赖着我不肯走了 严守医心里发苦 决定继续走上逃亡之路 惹不起这姑奶奶 我还躲不起吗 与此同时 酒吧里还有第四伙人的存在 那就是正在执行任务的夏之 夏之一直在寻找嫌疑人 并没有发现严守医也在这里 直到后来林子童出现 开了酒吧的灯 在林子童寻找严守医的时候 夏之也趁机寻找着嫌疑人 很快 他果然在人群中 找到了一名外貌与嫌疑人 十分相近的人 此人戴着鸭舌帽 似乎是刻意在掩饰自己的容貌 他站在人群的最角落 眼神闪躲 显得十分紧张 为了确认目标 夏之默默地靠近 没曾想 对方似乎有所防备 在林子童开灯以后没多久 就走向酒吧后门的方向 打算离开 好不容易发现一丝目标 夏之可不能放过 他连忙跟了上去 而在他们二人之间 还有一人走向酒吧后门 张盈盈 张盈盈发觉严守医的身份以后 心里懊悔不已 全然忘记了严守医给他的忠告 没有选择回家 而是打算在酒吧附近找一找 如果能找到严守医 他想再求求严守医 放过他一马 林子童忽然发现 有几道身影从酒吧后门离开 他不由得眉头一皱 带着两名手下跟了过去 哎 刚才好像不该那么冲动的 现在我可真是甚无分文了 今晚恐怕要在公园长椅上睡一宿了 走在小巷子里的严守医 未免有些凄凉 他甚至有点想念自己爷爷他老人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严守医突然听到一声尖叫 他眉头一皱 向着身后看去 只见在昏暗的巷子深处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严守医立刻追了上去 等他来到巷子尽头 却发现有人先自己一步 那人身穿紧身妖娆的吊带裙 将身材完美勾勒 但此时此刻 他的手中却拿着一把手枪 对着巷子尽头的两人 臭条子 没想到你们追得这么紧 把枪放下 否则我立刻割了他的脖子 穷凶极恶的连环杀人犯赵虎 竟挟持了张盈盈 而手持手枪的女人 正是便衣行动的夏至 这里是什么情况 严守医惊呼道 夏至一回头 发现竟是严守医在自己的身后 不由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算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严守医也意识到 情况不太妙 挟持了张盈盈的那个男人 面带凶光 满脸横肉 一看就是穷凶极恶之徒 身上甚至背了好几条人命 他叹了口气 没想到所有坏事都凑一块了 这夏至和张盈盈的血光之灾 居然是同一件事 如果自己今天没有出现在这里 恐怕夏至和张盈盈都要挂踩 甚至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正是眼前的这个杀人凶手赵虎 赵虎已经被逼上绝路 退无可退 干脆破罐子破摔 对夏至喊道 还不把枪放下 你是不是不信老子会杀人 告诉你 老子手上已经有五条人命了 反正都是死 不介意再多杀一个人 张盈盈听了 夏的双腿发软 不停地求饶 而夏至则是心里发寒 她第一次面对杀人凶手 只觉得他们与野兽没什么区别 而且情报上说 赵虎只是杀了她哥哥一家三口 但赵虎却说她杀了五个人 这说明还有两桩命案 是警方还不知道的 可恶 就算心里在恨赵虎 为了张盈盈的安全 夏至还是放下了手枪 举着双手说道 你放了那个女孩 我来当你的人质 赵虎冷哼一声 老子看起来 像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人吗 滚远点 似乎为了证明自己心狠手辣 赵虎的匕首 在张盈盈的脖子上 轻轻地划开了一道小口子 张盈盈顿时吓得嗷嗷大叫 脖子上的鲜血流淌下来 很快就染红了 她骨持的奢侈品衣服 住手 夏至着急地喊道 我可以放你走 千万不要伤害那个女孩 赵虎见自己的恐吓有效果 嘴角上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容 她说道 把枪踢过来 夏至犹豫了 枪若是落到了赵虎的手里 赵虎便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搞不好会直接杀光在场的所有人 快点 老子说话听不见是不是 赵虎吼道 夏至犹豫之时 忍不住看向了严守医 只见严守医对着她 轻轻地点了点头 夏至瞬间意识到 此刻就是严守医所说的 自己命中的生死节 赵虎拿到枪 第一件事必然是枪杀自己 但严守医承诺过 有她的木鸟保护 自己可以躲过一劫 拼 还是不拼 夏至咬了咬牙 做出了决定 一脚将手枪踢到了赵虎的脚下 赵虎捡起了枪 眼中流露出一丝狠色 果然将枪口对准了夏至 而与此同时 严守医和夏至不约而同地冲向赵虎 碰 赵虎毫不犹豫地开枪 夏至只觉得自己腹部遭到重创 随后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 碰 一声枪响 在小巷子里回荡 躲在阴暗角落的老鼠 吓得四处逃窜 夏至只觉得腹部遭到重创 随后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 中枪了吗 可并没有想象中的疼啊 夏至瞬间回过神来 连忙看向自己的肚子 只见它原本放在手提包里的木鸟 不知何时竟出现在它的怀中 木鸟的嘴里正显着一颗子弹头 木鸟那灵动的眼睛 正盯着夏至看呢 竟然真的是这只木鸟救了自己 可木鸟只是一块木疙瘩 它是怎么自己从包里钻出来 又自己主动挡住子弹的 夏至心里百思不得其解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在夏至倒下的一瞬间 严手一已经冲向赵虎 赵虎毕竟是个没有接受过训练的普通人 他没料到区区手枪的后座力居然这么大 没留意的他右手被震到了脑袋上方 虎口发麻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再瞄准严手一 刹那间 严手一已经冲到赵虎的面前 一个掌刀劈在赵虎的手腕上 疼得赵虎直接丢下了枪 不等赵虎回过神来 严手一又使出了一击鞭腿 狠狠地踢中赵虎的肋骨 大家的耳边似乎都听到了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 赵虎疼得呲牙咧嘴 险些昏厥过去 自知不是严手一的对手 赵虎直接将张盈盈推向严手一 想要用张盈盈来阻碍严手一的脚步 为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 别跑 下肢咬了咬牙 挣扎着爬了起来 扑过去抓住了赵虎的脚踝 虽然刚才有木鸟替他挡了一发子弹 但下肢还是受到了子弹的冲击力 他明显受了内伤 行动不便 但绝对不能眼睁睁地放走赵虎 妈的 松手 赵虎逃跑心切 又被下肢拖延了脚步 一时间心中发痕 又注意到不远处地上 是被严手一击落的手枪 他当即拖着下肢 捡起手枪 然后对准了下肢的脑门 臭娘妈 去死吧 这一刻 时间仿佛便慢了无数倍 严手一想要出手 但奈何他不是超人 根本来不及阻止赵虎 而下肢看着近在咫尺的枪口 心里虽然害怕 却也有几分不解 不是说 我的生命中有三次生死大劫吗 第二次生死大劫 刚刚分明已经躲过去了 可现在 我好像 却还是难逃一死 是严手一算错了吗 在赵虎开枪之际 一道倩影出现在了小巷子的尽头 他身穿紫衣 手持一对黑铃铛 轻轻摇晃 叮铃作响 在赵虎开枪的一瞬间 一道黑影突然出现在赵虎的面前 强行举起了赵虎的手臂 碰 子弹与下肢的耳朵擦肩而过 擦破了他的耳朵 哪怕在偏几公分 他都没有活命的可能 保护下肢的黑影一闪而过 顷刻间化作黑烟消散 赵虎感到一阵不可思议 刚才 刚才那是什么 是鬼吗 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鬼吗 大傻子 正当赵虎发呆之时 出现在巷子里的林子彤 愤怒地冲着严手一大喊 严手一叹了口气 郁闷地说道 别这么喊我 我爷爷说过 整天被人家说蠢 就会真的变蠢的 林子彤撅着嘴 远远地对着严手一哼了一声 我不管 你就是大傻子 谁让你躲着我呢 严手一干咳两声 为了缓解尴尬 他转移了话题 刚才是你出手吗 黑铃铛 貌似是驴山派的法器 你什么时候学了这门本领了 这对黑铃铛名为招魂铃 乃是驴山派红头法师的法器 据说有居林浅江的神奇能力 没错 方才阻止赵虎的那道黑影 正是鬼 林子彤很想回答 但此时并非是闲聊的时候 因为赵虎已经回过神来 再次准备逃跑了 臭丫头 别让他给跑了 严手一着急地喊道 林子彤哼哼道 不准叫我臭丫头 虽然嘴上抱怨 但林子彤手上可没犹豫 只见他摇晃起招魂铃 脚下踏着奇怪的步子 在那逃跑的赵虎背后 居然缓缓出现了五道黑影 这五道黑影勉强能看出人形 但他们却相互纠缠在一起 双腿又细又长 五双腿汇聚成了一条小尾巴 居然是长在赵虎的背上 五道黑影伸出手 有的捂住了赵虎的眼睛 有的掐住了他的脖子 有的更是抱住赵虎的双腿 不让他逃跑 不知发生了什么的赵虎 狼狈地跌倒在地 脸色瞬间涨红 不停地挣扎 眼看就要被折磨死了 张盈盈见到这一幕 吓得已经不敢说话了 而下肢及时反应过来 连忙喊道 别杀他 他还背着两条人命 我们必须弄清楚 他都杀谁 林子彤再次晃动招魂铃 这一回摇动的力量和频率 都不一样了 区区铃铛 竟然能被他摇出 好几首曲子的感觉 一股无形的力量 正在将五道黑影 从赵虎的身上剥离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那五道黑影 居然开始反抗 似乎不想听从林子彤的命令 林子彤的小脸有些慌张 他们的怨念太强 我控制不了他们了 眼手一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五道黑影 正是赵虎杀害的五名受害者 他们憎恨赵虎 所以才愿意听从林子彤的命令 对赵虎进行报复 但他们的怨念 实在是太强了 导致林子彤让他们停手 他们却完全不听命令 执意要置赵虎于死地 看来关键时刻 还得由我出手啊 眼手一轻叹一声 冲上前去 顺手从胯包里 掏出了一根婴儿手臂粗细的黑牛角 只不过是轻轻一晃 五道黑影就被吸入黑牛角之中 容不得他们有半点反抗 牛角乃是阵邪之物 而眼手一手里的这根牛角 来自于一座千年古叉 那头老黄牛 替古叉的高僧离了一辈子地 终日听着缠声长大 死后的牛角 威力比普通的牛角 要强大数倍 当初眼手一的爷爷 也是花了不小的代价 才从那名高僧的手里换来的 五道黑影消失 赵虎虽然脱困 却也因为恐惧而昏迷了过去 为了防止再出意外 下肢连忙上前给赵虎上手铐 你的道行还浅 以后别轻易使用居灵遣将的招数 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万一你请来的家伙 看你不顺眼 赖着不走怎么办 收拾了赵虎 眼手一第一时间板着脸 对林子彤说叫 林子彤显然很不服气 哼 就算刚才你不出手 我也有办法搞定他们 吹牛吧 你叫 眼手一顺手弹了 林子彤一个脑瓜崩 而且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怜香惜玉 林子彤光洁的额头上 很快就出现了一小块红斑 他气得跺脚 一把抱住眼手一的手臂 霸道地说道 好不容易让我找到你 这回你说什么 也不准跑了 否则我就 你能拿我怎么样 眼手一笑盈盈地看着林子彤 林子彤一时语色 眼手一神出鬼没 会的招数 更是林子彤望尘莫及 要是眼手一想走 凭他是肯定留不住的 张盈盈坐在一旁的角落 看到眼手一竟然能与林家大小剑 打情骂操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明明今晚眼手一还能为了维护他 而一口闷掉一大瓶洋酒 可是现在 两人已经有缘无分了 张盈盈心里清楚 自己不论哪方面都比不上林子彤 更别提今晚还背叛出卖了眼手一 同时 他也因为刚才所看到的事情 而感到震惊 眼手一 是真的会发术 这时候 夏至来到眼手一和林子彤的面前 真诚地说道 谢谢你们二位 刚才出手相助 尤其是你 眼手一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若不是眼手一算到了 夏至今晚有生死大劫 还把木鸟借给了他 夏至现在恐怕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眼手一谦虚地摇了摇头 说道 臭丫头刚才也出手救了你 夏至连忙对林子彤道谢 但林子彤却满脸疑惑地说道 我 我没有救他 刚才出现保护他的那只鬼 难道不是你招来的 此言一出 眼手一和夏至又不由得一愣 那道救了夏至一命的黑影 不是林子彤出手 那又是谁 眼手一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对夏至问道 夏警官 你身上有没有戴着什么护身符之类的东西 林子彤文言也点头 对对对 厉害的护身符是真的能助人趋利避害的 可我身上没有护身符啊 夏至虽然否认了此事 但还是翻找起自己的手提包 几秒钟过后 他的动作突然凝住了 旋即 夏至不禁红了眼眶 林子彤好奇道 你怎么了 只见夏至从手提包里 拿出了一张旧版的警察证 证件的表面已经破旧不堪 可见夏至已经随身携带多年 夏至只感觉鼻子酸酸的 好像随时都要掉眼泪 这本证件 是当年救我的那位叔叔的证件 这一刻 眼手一也明白了一切 方才救夏至的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救了夏至的那位警察叔叔 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 他依旧守护在夏至的身边 默默地保护着他 但是 在刚才 他应该已经使出了所有的力量 强行干预赵虎的行动 代价是 魂飞魄散 众人沉默了 眼手一的心里 不由地生出了一股敬意 能扫平一切妖魔鬼怪的 未必是他们 这群奇人异士 更多的是像那位叔叔一样的人 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的人 夏至缓了好一会儿 才从悲伤和感动的情绪中缓过来 他抹掉眼泪 又表现出坚强的一面 将警察政小心翼翼地放好 又将救了他一命的牧鸟 还给眼手一 眼手一 这次你帮了大忙 我可以替你申请热心市民奖 夏至笑道 眼手一哭笑不得 我不需要 万一待会儿 你们让我回去做笔录 我说不清楚怎么办 你要是真心想帮忙 就把我的案底给消了吧 从小爷爷就教育眼手一 少惹因果 帮忙可以 但帮忙过后尽快抽身 不要留恋 否则必受牵连 这也是为什么 眼手一在帮助了张国栋和黄海以后 直接走人 根本没打算和他们保持联系的原因 看出眼手一不想暴露自己 夏至理解地点点头 但还是遗憾地说道 抱歉 女票女娼这种案底 我没有权利帮你消除 嗯 此言一出 林子彤脸色骤变 她松开了眼手一的手 不敢相信地质问道 你 你居然去做那种事 角落的张盈盈 忽然抬起头 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如果林子彤 因为此事和眼手一分道扬镳 那是不是代表着 自己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 然而林子彤 下一秒却说道 你想要睡觉 我可以陪你 但是你不准去找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 张盈盈 夏至 眼手一万分无奈地摊开双手 你胡说些什么呢 能不能矜持一点 再说 我是被冤枉的 不信你问下警官 为了避免眼手一和林子彤 出现感情危机 夏至连忙替眼手一解围 我作证 她只是在给人家摸骨而已 哼 摸谁不能摸 偏偏要摸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人 林子彤更生气了 眼手一发现 此事居然越描越黑 干脆躺平不说话 反正林子彤生不生气 误不误会 她也不在乎 此时 巷子外终于响起了警笛声 眼手一知道 是夏至的铜鸟赶来的 这意味着 她也要撤退了 夏至将眼手一的木鸟 还给了她 本打算向眼手一 要一个联系方式 但因为林子彤在这儿 夏至也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虽然她 没有别的意思 她本意是希望 未来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 或许可以找眼手一指点指点 眼手一收了木鸟 走向张盈盈 一会儿跟着警察叔叔去做笔录 应该不用 我教你怎么说吧 毕竟你是个擅长说谎的女人 眼手一轻声说道 她倒没有针对张盈盈 在她看来 自己和张盈盈 现在就是陌生人 陌生人 没必要付出太多的感情 张盈盈连忙点头 我会说是 夏警官救了我 不会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不不不 不提我就可以了 要提林小姐 眼手一摇头道 林子彤心里忽然生出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 连忙问道 你什么意思 林家小姐深夜偶遇杀人犯 帮助警花怒情凶手 眼手一笑道 这就是明天的新闻头条了 我会记得买份报纸的 说吧 眼手一忽然一跃而起 踩着死胡同的墙壁 一跃爬上了十米高的高墙 顷刻间消失不见 林子彤双眼一瞪 没想到眼手一 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她连忙对着高墙喊道 大傻子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肯定会找到你的 我已经赖上你了 这辈子你躲不掉的 话音才落 夏之的同僚们涌入巷子里 发现赵胡已经被制服了 大家才松了口气 队长关心地说道 夏之 你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多亏了林小姐 我们才能抓住赵胡 夏之指了指林子彤 队长看向林子彤 不由地一愣 认出了她来 立成林家的大小剑 林子彤收拾好了心情 恢复了女强人的模样 表情淡然地点点头 我只是碰巧路过 小小的帮助了 夏警官一下罢了 真正制服罪犯的 还是夏警官 她好了 队长高兴道 林小姐的事迹 特别有表率作用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今晚我们找人 给您做个采访 争取明天发布一条新闻头条 林子彤听着心里郁闷 连这一步 都被大傻子那个混蛋算到了吗 她分明早就知道 会和自己相遇 却还是选择逃跑 我到底哪里不好 她非得躲着我不可 两条街外 严守一蹲在路边 手捧借给夏肢的那只木鸟 因为接子弹 木鸟的鸟会有些破损 严守一看着心疼 拿出手帕不停地擦拭 这次委屈你了 回头在戎城找到落脚的地方 我就帮你把嘴巴修复好 什么 你问我 为什么不找臭丫头帮忙 哎 臭丫头好事好 但就是因为她好 我才不能牵连到她 你说她喜欢我 别开玩笑了 她应该就是 把我当哥哥而已 再说了 我是有婚约在身的人 不能耽误人家 我呸 你骂我是白痴 过分了呀 别以为你是我弟弟 我就会惯着你 路过的路人 见到严守一 居然在和一只木鸟说话 都不由得皱起眉头 对她褪比三射 这年头 神经病打人 是不犯法的 不过严守一不在乎 木鸟是真的会说话 只不过只有她一个人 才能听到 这只木鸟里 保存着严守一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人的魂魄 所以她 才会对木鸟如此珍视 与木鸟闲聊了一通后 严守一将她收进胯包里 自言自语道 得嘞 今晚的事还没结束呢 刚刚抓到了五道亡魂 得找个地方 把他们送走才行 而且现在我是真的 身无分文了 不知路在何方呀 严守一的语气 听起来似乎有些凄凉 但却又有着一股 说不出的潇洒 不知路在何方 不知家在何处 却能够坦荡的大步向前 这 就是爷爷教给严守一的生活道理 清静而无为 荣成 三方七象 三方七象 乃是荣成的地标性建筑 在近 唐时期便已经存在 如今的他 位于荣成中心城区 寸土寸金 依旧保留着古老的建筑原貌特征 普通人早已将此处当作旅游景点 却不知这些小巷子里 还住着一些地位非凡的人 天空下起了小雨 驴山派的黄海 撑着一把古朴的油纸伞 走进三方中的文如芳 在一间不起眼的宅子前停了下来 他敲响看起来破败不堪的木门 并且亮明了身份 很快就有人替他开门 开门者是一名小道童 见到黄海以后 谦卑地喊了一声诗书 黄海点点头 将油纸伞递给小道童 一边巷里走一边问道 掌门他老人家回来了吗 小道童摇摇头 答道 掌门受历成邻家之邀 去了历成 至今未归 那你师父呢 师父正在园中垂吊 带我去见他 小道童在前方引路 黄海跟在后面 绕过前院后 来到了一处池塘旁 在三方七巷内 随便一套宅子 便能卖出近一个亿的天价 更别提示眼前这种院内 还带着池塘的了 这种宅子 即便是有钱都买不到 但考虑到黄海拥有驴山派背景 也就不足奇怪了 池塘旁 一名身穿黑袍 留着一撮山羊湖的中年男子 坐在那儿 静静地垂吊着 他是黄海的师弟 名为周玉泉 在修为道横上 作为师弟的周玉泉 实际上却比黄海厉害数倍 黄海走上前 正要说什么 周玉泉却做出近声的手势 示意黄海不要说话 否则会惊扰到池塘里的鱼 但黄海可不买账 直接说道 师殿 你绝对猜不到 我遇到了谁 周玉泉皱了皱眉头 不满地看着黄海 谁 鲁般传人 此言一出 周玉泉浑身一颤 就连手中的鱼竿 都剧烈地甩动起来 他直接丢掉鱼竿 抓住黄海的双肩 师兄 你说什么 鲁般传人 没错 我可以肯定 那位小兄弟 就是鲁般传人 黄海肯定地点点头 然后速速将前日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周玉泉 周玉泉听后 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他双手父辈 在池塘边来回徘徊 口中呢喃道 数十年来 鲁般传人销声匿迹 悬门中人都以为他们已经绝后了 没想到 竟又重出江湖 当年那个特殊的时期 各门各派都遭到重创 就连祖师爷们留下来的典籍 也都被烧得实不存一 反倒是那些民间奇人 侥幸存活 传承了下来 而鲁般书 乃是及百家之所长的奇书 里头说不定就有记载 我们驴山派的一些绝学 鲁般传人云游四海 什么法术好用就学什么 也不在乎学的是否是其他门派的绝学 所以 各大门派有不少厉害的法术 都被无耻的鲁般传人给偷走了 当年那些名门大派都对鲁般教恨之入骨 但没想到数十年以后 他们竟还需要向鲁般传人求教 恢复过去的传承 真可谓是风水轮流转 周玉泉停下了踱步 对黄海说道 师兄 鲁般传人事关重大 我认为此事不着急告诉掌门 要不你先带我与他打个照面 确认一下真伪 再做打算也不迟 黄海虽然道行不如自己的这位师弟 但常年行走江湖的他 又怎么会看不出周玉泉心里的这点小九九 他知道周玉泉想要亲自见严守一一面 最好能从严守一的手里 拿到驴山派的一些消失了的绝学 再回来向掌门邀功 但黄海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 甚至还想要奋一杯羹 师弟 你想的师兄都想过 既然你有这个打算 不如我们二人通力合作 周玉泉欣然点头 如此甚好 还是师兄懂我 你赶快收拾收拾 我们这就去找严守一 黄海顿了顿 问道 掌门为何又到立成林家去了 周玉泉笑道 立成林家的那位大小监 早些年不是败入掌门门下吗 虽然他天赋异禀 但终归是女子 也到了该出阁的年纪了 林家这次邀请掌门前去 正式商讨该给子彤师妹 找个什么样的金龟婿呢 原来如此 黄海点点头 对此没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林子彤一向是掌门亲自教斗 所以他虽然是师兄 却也没和他有过多的交集 几年来 甚至连面都没见上几回 所以 眼下还是去见严守一更重要 二人迅速收拾了东西 离开了文如芳 昨晚与林子彤邂逅以后 严守一当真在公园长椅上睡了一宿 但神奇的是 他在身上贴了一张道符以后 彻夜的细语却没有将他的身体打湿分毫 鲁班书《中卷》里 虽然记录着小部分 诸如龙虎山的金光神咒那样的绝技 但更多的却是类似此时这种 行走江湖与己方便的小法术 抓鬼驱魔打僵尸 不是鲁班传人一定要做的事 鲁班传人只需要做一些顺心意的事情就够了 在长椅上醒来 严守一伸了个懒腰 望着公园外车水马龙的街道 心里寻思着今天该干点什么 这回他没有用罗盘 而是掐指算了的大概 用的同样是小六刃神术 小六刃神术配合着罗盘使用 算得必定是更加准确 但也非一定要用罗盘不可 食指中指与无名指 各自三个指节 正好模拟小六刃神术的九宫推演 严守一掐指一算 不由得洗上眉梢 今日居然能算得个大吉 看来时来运转 今日我要走运了 话音才落 严守一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接起一听 正是黄海的声音 严小兄弟 你托我们给你找的人 我们已经找到了 严守一心里一喜 是吗 人在哪 说起来有些复杂 不如这样 严小兄弟此时在哪 我亲自过来接你 黄海热情道 严守一并不抗拒 毕竟荣诚很大 自己又身无分文 要是那瘸腿的算命先生猪的偏僻 恐怕只要走上一整天的时间 才能见到他 而严守一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那位算命先生了 于是他回答道 我在牛港山公园东南入口的 第三章场以上 黄海立刻夸赞 严小兄弟好雅兴 一大早就去逛公园 真乃无辈之楷模 面对黄海拙劣的拍马屁 严守一只是笑了笑 挂断电话后没多久 一辆宝马越野车停在了路边 黄海与他的师弟周玉泉 一起从车上走了下来 周玉泉有些激动 四下寻找着严守一 这个人中龙凤 在他看来 严守一必定气欲轩昂 满身儒雅气息 然而此时公园里 第三把长椅上坐着的 却是一名留着板寸头 背着胯包 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年轻人 他身上的衣服 已经从黄色洗成了白色 若不是身上还算干净 只怕周玉泉 都要把他当作一名小乞丐了 周玉泉还有些怀疑 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 而黄海已经走上前 亲切地打招呼 严小兄弟 严守一站起身来 轻轻地拍了拍衣角 露出一口干净的白牙 黄海师父 这里的师父 只是一句客套话 因为严守一自知自己实力 比黄海强 不可能再开口喊他前辈 或者大师了 而光是师父二字 黄海都有些受之有愧 所以他主动放低姿态 牵着身子和严守一握手 发现黄海身边 有一副陌生面孔 严守一露出诧异之色 这位是 这位是我门中师弟 周玉泉 你喊他老周就行 黄海笑道 还有你也别喊我师父了 喊我一声老黄就成 周玉泉也拱手对严守一作一 严守一微笑着回礼 并没有摆出什么架子 他忽然想起 昨天林子彤用的招魂灵 就是驴山派的法器 想必如今林子彤在驴山派学法 不过不知道是跟着 驴山派的哪位高人学习 虽然好奇 但严守一并没有问出口 他自认为与黄海的关系 还没有很熟悉 不想轻易将自己的人脉关系 暴露给对方 周玉泉打量着严守一 虽然对严守一的第一感觉 有些失望 但后来他发现 严守一虽然不如他想象中的 气宇轩昂 但却拥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力 在他的身边 自己感受不到任何的压迫 只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这种感觉 周玉泉只在一个人身上感受到过 那就是他们的大师伯 驴山派的现任掌门 而想要拥有这样的气场 除了长久以来锻炼的气质以外 唯一的可能就是长得顺眼一些了 正所谓相由心生 严守一能给人这种轻松感 说明他本身为人 也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人 周玉泉因此对严守一高看了一眼 老黄 你说你们打听到了我要找的人 他现在在哪 严守一关心道 黄海没有着急回答 而是先叹了口气 严小兄弟 你要找的这个人 对你很重要吗 很重要 有一些事情 只有他才知道 严守一严肃道 黄海说道 根据你给的线索 我们找到了那位叫陈大为的人 但他现在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能不能挺过来 还没有个定数呢 文言 严守一深深地皱起眉头 说起这个陈大为 其实在这个世道上 算是严守一的亲人 也不为过了 当年他爹还没有入狱的时候 爷孙三代住在一个名为 陈家村的小山村里 村子里大多人都姓陈 陈大为也是其中一员 那时候 陈大为才三十几岁 是个裁缝 因为年纪比严守一的父亲大不了多少 两人成为了朋友 严守一小时候的衣服 全都是陈大为亲手做的 因为陈大为与严守一父亲的关系要好 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 陈大为也学了一些鲁班书中的秘书 可没想到 只是学了一点皮毛 也让陈大为招致了五壁三缺 陈大为的儿子 刚刚考上大学 就在一场车祸中丧命 陈大为伤心过度 又一不小心摔断了腿 在之后 心灰意冷的他 便离开了陈家村 再也没有回去过 因为这件事 爷爷狠狠地训斥了严守一的父亲 甚至差点没把严守一父亲的腿也给打断 那天夜里 爷爷和父亲 因为这件事争吵了很久 严守一躲在卧室里 隐约听到了你不该利用大为 大为是被你害了之类的话 甚至还发现 这件事的背后 居然还和自己有关 陈大为走后没多久 严守一的父亲就入狱了 那件事就渐渐地被严守一抛之脑后 他只是偶尔会想起 有个鼻子右边长着一颗大致的伯伯 小时候分外地疼爱自己 直到前不久 爷爷病逝之前 才告诉严守一 让他到荣城来寻找陈大为伯伯 有些关乎他性命的事情 必须要找到这位伯伯 才能够知晓 这便是严守一到荣城来的首要原因 而如今 陈大为病重 生死未卜 这无疑会让严守一担心 他在哪家医院 现在就带我过去看他 黄海也不废话 立刻带着严守一上车 朝着医院的方向行驶 黄海在前头开车 严守一和周玉泉坐在后头 周玉泉的眼神 时不时地瞟向严守一的胯包 还好奇地摸了摸 严小兄弟 你这包里都装着什么啊 能否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严守一忌讳地看了周玉泉一眼 咳嗽了两声 将胯包换一个方向 说道 都是一些吃饭的家伙 没什么可稀奇的 周玉泉文言 甘笑了两声 没有纠缠严守一 将目光瞥向另一边 而严守一的心里 却已经有了些许想法 这个周玉泉和黄海 虽然失出同门 但明显周玉泉的小心思更多一些 方才他直接对自己的胯包上手 足以说明他 并非是什么正人君子 爷爷说得不错 江湖上的水很深 自己确实该低调一些 否则多招这几个周玉泉这样的小人 必定会有麻烦缠身 路上 周玉泉又憋不住 问了严守一一些 有关于乳斑胶的问题 但严守一已经学聪明了 要么说不知道 要么装傻 要么与周玉泉打马虎眼 周玉泉费了半天口舌 居然没从严守一嘴里 套出半句有用的话来 不免有些郁闷 快到医院的时候 严守一的手机再次响起 出乎意料的 这次打来的人 居然是张国栋 严守一接起一听 张国栋也激动地说道 严小师傅 我们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严守一一愣 你没和黄海一起啊 张国栋也是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看来黄海也动用关系 帮严守一找人了 而且还先踏一步 疑问之下 张国栋才知道 严守一居然已经到医院了 张国栋咬了咬牙 说道 医院里头我有关系 我这就赶过来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不等严守一回答 张国栋就挂断了电话 看来张国栋并不知道 昨晚他和张盈盈之间 发生了什么 也对 昨天出了那么大的事 张盈盈应该不敢 告诉张国栋才对 严守一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但却也告诉了黄海 得知张国栋也要来 黄海没说什么 三人到了医院 停好车后 直奔重症病房 曾经严守一听到过这么一句话 车站比婚礼现场 见证了更多的真挚的吻 医院比教堂聆听了更多的祷告 此时严守一赶出量身 医院里到处都是忙里忙外的病人家属 他们神色疲惫 麻木地交钱 排队 期盼着生命的延续 而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们 眼里也消失了光 只有苟延残喘 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 严守一庆幸 当初爷爷病逝的时候 爷孙俩回到了陈家村老宅里 爷爷走得也比较安详 没有吃太多的苦头 前面就是陈大为的病房了 黄海引着路 指着前方的拐角 然而还没走到拐角 三人就听到了一阵吵杂声 我说了我有钱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我师父他老人家 现在这个情况 除了ICU就是死 你们不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吗 怎么能见死不救 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你们已经欠了三天的住院费了 他的情况你也清楚 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与其这么耗着 不如把床位让给有需要的人 不是吗 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就是想把我们赶走 把病床让给那个叫董熙的明星 他不就是蹭破了点皮吗 至于住ICU吗 严守一三人走过拐角 就见到陈大为的病房门口 一名年轻人正在与医生护士们对峙着 除了他们两伙人之外 走廊里还站着一群打扮时尚的年轻人 其中一名年轻人染着绿色的头发 脸上不知涂了多少层粉底 其他人犹如重心拱月般围在他的身边 好像生怕他被风给吹感冒似的 令严守一惊讶的是 与医生对峙的年轻人 严守一还认识 正是昨晚与他一起被抓的难兄难弟 龙飞城 龙飞城守在病床旁 死活不让医生们将病床推出来 医生们也很无奈 臭小子 交不起钱就别赖着不走了 治不起病的穷鬼 回家等死吧 绿毛年轻人的身边 一名戴着墨镜 一副经纪人打扮的男子走上前 一脚踹倒龙飞城 冷声说道 我们董熙可是当红小生 金贵得很 他的一根手指头 就敌你们普通人一条命 绿毛年轻人名为董熙 是最近大火的明星 虽然才十六七岁 却已经俘获了不少妇女的心 最近他在荣城拍戏 一不小心被道具蹭破了皮 剧组着急忙慌 把他送到医院 而且要求直接住进ICU 公关团队趁机炒作一番 以表现董熙的敬业与努力 却没想医院的病床满了 只有龙飞城这儿 欠了三天的钱 于是董熙的经纪人 便花了点小钱 买通了院长 让院长下命令 赶走龙飞城他们 于是便有了眼前这个场景 龙飞城被踹翻在地 气得口吐芬芳 狗东西 你敢踢老子 老子和你们拼了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你要是敢动手 信不信我请律师告你 让你牢底坐穿都没问题啊 经纪人冷声嘲讽道 愤怒的龙飞城 忽然间又冷静了下来 如果他现在冲动了 被抓去蹲耗子 那么谁照顾他的师父呢 他强忍着怒气爬了起来 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就是钱吗 我这就去弄 一分钱我都不会欠你们的 但是今天我在这里 谁也别想让我 试付出这个病房 说着龙飞城用身体 堵着病房门 死死地守在病床前 不让任何人靠近 绿毛小声董西 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赶紧把他轰走 再晚一点 我的伤口都要愈合了 到时候拍不了照片 怎么让粉丝们心疼我 经纪人听了 直接下了死命令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剧组的人员一拥而上 想要闯进病房里 但龙飞城瘦弱的身体 此时居然好像一堵墙似的 死死地拦住所有人 就在龙飞城即将扛不住的时候 严守医突然出现 他一把拎起一人 二话不说就往后扔 剧组人员都是人高马大的汉子 但在严守医的面前 就好像拎小鸡仔似的简单 病房应该给需要他的人住 缺多少钱我们会补上 但你们若是想要应来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严守医冷声喝道 被摔在地上的剧组人员面面相去 不知是哪杀出来一个 力大如牛的土包子 说话居然如此豪横 龙飞城抬头一看 认出了严守医 不由地惊喜道 兄弟 你咋在这脸 严守医头也不回地问道 你昨晚说的 那个教你本事的算命先生 叫陈大为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莫非是算出来的 龙飞城疑获道 这个以后再说 严守医望向绿毛小声董熙 说道 你没病就少来医院 医院是生死轮回之所 阴气很重 你本就已经阴盛阳衰了 再到医院来 没病也能养出病来 而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最喜欢缠着你这种阳气弱的人了 董熙一听 顿时勃然大怒 插着腰骂道 你说谁阴盛阳衰呢 说的就是你 阴阳人 烂屁股 龙飞城趁机补刀 这可把董熙气得不行 虽然我喜欢化妆 爱挑漂亮衣服穿 说话还娘里娘气的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娘娘呛 说话间 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又要动手 黄海和周玉泉赶紧站出来 当和事老 别吵了别吵了 给我们二人一个面子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 董熙白了他们俩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们俩算哪根葱 也配让我给面子 黄海和周玉泉眼中 闪过一丝怒意 暗道这个董熙不识相 只听周玉泉悠悠说道 你是明星 那你应该知道童先生 童先生是我们二人的大师兄 童先生 董熙一愣 随后仿佛想到了什么 不由地下退了一步 他连忙说道 原来是童先生的同门 是我看走了眼 今天的事情我不予计较了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剧组人员一脸猛逼 都不知道这童先生是哪路神仙 居然能让高傲如董熙这样的人 瞬间认怂 只有董熙的经纪人 知道这里头的戏情 他的反应也如董熙一模一样 童先生 可是荣成娱乐圈里 大名鼎鼎的人物 要知道 娱乐圈里的人 比做工程的还要迷信 不信的话 看看他们每次电影电视剧的 开机仪式 是不是都要挑选个良辰吉日 来烧香拜佛 给剧组人员发红包冲喜 娱乐圈中 明星尤其信这一套 有不少明星 为了搞清楚自己的前途 专门去求大师算命 更有甚者 去到东南亚 找酱头师要佛牌 养小鬼 童先生 就是搞这一套的 他不仅仅手段了得 在娱乐圈中的人脉 更是强大 倘若招惹了他 小小的董熙 说良就良 所以 董熙他们才会这么快认怂 二话不说 就收拾东西滚蛋了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结清了 陈大为欠的账 甚至还额外 多给了一万块钱 见到董熙他们这个反应 严守一忍不住说道 你们大师兄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连这群恶霸都这么怕他 黄海两人一愣 哑然失笑 严小兄弟真会开玩笑 我们大师兄是正经的道士 只是乐于助人 名声远播罢了 严守一当然不信二人的鬼话 从董熙他们的反应来看 可不是单单乐于助人 那么简单 不过他没把董熙他们 放在心上 眼下找到了陈大为 才是最重要的 意外之喜 是 龙飞城居然是陈大为的徒弟 龙飞城当然也有自己的困惑 兄弟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来找他 严守一指着病床上 昏迷不醒的陈大为 他打量着陈大为 相比于严守一记忆中的 那个陈伯伯 陈大为几乎没什么变化 无非是更黑了一些 脸上皱纹更多了一点 此时的陈大为 躺在病床上 双目紧闭 脸色苍白 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说是掩掩一息也不为过 你认识我师父 龙飞城问 严守一点点头 他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那感情好啊 龙飞城拍手道 我师父和你爹是好朋友 这不注定咱俩也是好兄弟吗 怎么说 咱俩都是一起经过局子的人 放在古时候 那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从此以后 你是大哥 我当二弟 咱俩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大哥 请受二弟一拜 严守一默默地说道 你应该不会想 和我同年同月同日死 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 因为严守一刻意压低了声音 龙飞城和黄海 周玉泉他们并没有听得太清楚 严守一绕着陈大为的病床转了一圈 皱着眉头问道 他怎么了 提起此事 龙飞城不由地露出难过之色 在工作的时候 从四楼摔下来了 送到医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 那属于工伤啊 黄海插嘴道 周玉泉插一道 算命的也有单位 我怎么没听说过 算命的还有这种危险 龙飞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现在已经没人信算命这一套了 所以师父他老人家去学校里当保安 夜里寻楼的时候 才从楼上掉下来的 众人一阵无语 不过话又说回来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 普通老百姓还真不幸封建迷信这一套了 反倒是一些上流人群 知道其中的秘密 始终对此坚信不疑 再者 也是因为近五十年来 江湖鱼龙混杂 出现了无数神棍和骗子 败坏了名声 算命这一行才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忽然 严守一掏出了木鸟 将只贴在耳边聆听了一会儿 随后他眉头紧锁 沉声说道 陈伯伯之所以昏迷不醒 不是因为受了伤 而是因为他丢了魂 丢了魂 在场的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严守一说出这三个字 大家的神情都严肃了起来 黄海佩服的拱骑手 说道 严小兄弟果然见多识广 一眼就看出病因所在 周玉泉则是瞟向严守一手里的木鸟 问道 这是什么法器 竟如此神奇 别惦记了 这是我鲁班教的独门法器 且只有我能使用它 就算给了你 你也用不了 严守一话中有话 滴水不漏 让周玉泉善笑了几声 严守一伸手 捏住陈大为的脉搏 闭着眼感受脉象 同时解释道 人有三魂七魄 丢了魂以后 轻则神智不清 喜怒无常 众则昏迷不醒 甚至最后一命呜呼 黄海和周玉泉 自然是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的 所以严守一是解释给龙飞成听的 龙飞成皱着眉头说道 师父他老人家 自己也是干这一行的 怎么会好端端地丢了魂呢 说得不错 那些孤魂野鬼勾魂 不可能挑选这位道友 这样有本事在身的人 这说不通 黄海也说道 一般丢魂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 因为遭遇到了惊悚恐怖之事 再加上本身魂魄不稳固 受到惊吓后魂 直接吓飞了 这种情况 多出现在年幼的小孩身上 孩子天生魂魄不稳固 胆子又小 才容易被吓丢了魂 类似的事情 在农村时常有发生 农村人甚至都知道叫魂的方法了 不需要专门请大师上门做法 第二种情况 则比较特殊了 如果一个人胆子大 魂魄又稳固 却还是丢了魂 那么大概率 他是碰见了脏东西 被脏东西缠上了 然后主动勾走了他的魂魄 严守一认为 陈大为的情况 必定是后者 而且 以陈大为的本事 还被勾了魂魄 对方显然不是什么善茬 在严守一说出自己的推断之后 龙飞城顿时感觉后背发凉 师傅在出事之前 的确说过 学校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不对劲 周玉全说道 学校的阳气 相对其他场所 已经算是很重的了 不少学校修建在坟地上 就是想要借助年轻人的阳气 镇压邪碎 寻常孤魂野鬼 也不愿意靠近学校 你师傅怎么可能在学校遇到脏东西 龙飞城叹了口气 我师傅是在上行一校当的保安 此言一出 黄海与周玉全都露出了了然之色 只有严守一在状况之外 上行一校怎么了 这所学校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黄海解释道 你刚到荣城来 所以不了解 上行一校是咱们荣城的一所私立 艺术院校 里面的环境设施 都是全国一流 聘请的教师也都是北影 上系这种学校的大师进行教学 最关键的是 这所一校里80%都是女生 所以 他的阴气 很重很重 周玉全补充道 当年上行一校建校之初 倒是请过我们驴山派掌门前去看风水 驴山派擅长做祭祀 祈福 但看风水 摄阵法 驱魔降妖 都不是很擅长 所以 掌门只能尽他所能 为上行一校布下一座九龙练煞阵 每隔一段时间 都要去学校里除一次煞 否则根本压不住那里的阴气 可即便如此 上行一校 还是没少发生怪事 只是这些事 只有我们驴山派的人清楚 外界只当是意外罢了 听后 严守一眉头紧皱 眼中甚至有些怒气 明知道上行一校的情况 驴山派还不肯放 九龙练煞阵 严守一是知道的 这座阵法能够镇压斜碎 并且将之炼化 但驴山派掌门设置的九龙练煞阵 显然消化不了上行一校里的斜碎 所以才需要定期 专程进入清除一番 这可不是长久之计 看来不管怎么样 我都得去一趟上行一校了 严守一沉声说道 我要找回陈伯伯丢掉的魂魄 龙飞成一拍大腿 大哥 咱俩现在是过命的交情 你要上一校 我陪你一起 严守一白了龙飞成一眼 你是想去一校里勾搭妹子吧 此言诧异 我龙飞成可不是那种好色之徒 之所以挺身而出 一方面是为了师父 一方面也是为了咱们同生共死的兄弟之情 龙飞成一正言辞 若不是昨日他们俩扫黄被抓 严守一真要信了他的鬼话了 此时正值夏日 姑娘们都穿得清凉 龙飞成脑海里 已经想象出了那些女大学生 白花花的大长腿了 可上行一校是私立大学 且能够进入学校的 都是一些权贵子弟 外人根本没法进去 咱们又怎么进入调查呢 龙飞成玄机又苦恼起来 这时病房外传来一道声音 这事情我能安排 张国栋带着一群手下 走进了病房之中 他热情地握住严守一的手 说道 严小师傅 你伯父的事情我都了解了 他的医药费我全部垫付 你无需操心 另外 你想要去上行一校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其实盈盈就是上行一校的学生 他可以帮得上忙的 张国栋听话只听一半 不知道严守一他们此行 是要去收拾不干净的东西 若是他知道实情 恐怕就不会把自己的女儿 往火坑里推了 一旁的黄海和周玉泉 见到张国栋闯进来了 脸色还有些不悦 毕竟舔狗也是有尊严的 就算要舔 也只能我们驴山派舔 再见张国栋 严守一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他为难地说道 张总 您可能还不知道 昨晚我与你女儿之间 发生了什么吧 你们已经发生什么了吗 张国栋一惊 有些兴奋又有些害怕 他寻思了一番 干脆一拍大腿 得了 管他什么家财万贯 不要也罢 这或许都是缘分吧 察觉到张国栋 好像已经想歪了 严守一赶紧解释 张总 你可能误会了 我和张盈盈没到那一步 算了 你还是自己打电话去了解了解吧 好嘞 张国栋心情有些忐忑 到一旁拨通电话 与张盈盈沟通一番后 张国栋的脸色逐渐变差 最后干脆对张盈盈破口大骂 说是回去再收拾她 挂断了电话 张国栋硬着头皮转过身 对严守一尬笑几声 严小师傅 小女不懂事 您可千万别和她一般计较 昨晚严小师傅又救了她一命 我张国栋又欠了您人情 这回说什么 也得帮您的忙了 实不相瞒 别人是上行一笑的一名小股东 有关于上行一笑的事情 严小师傅找我就对了 好歹是生意人 张国栋三言两语 说得严守一都不好意思发脾气了 不得不说 张盈盈虽然不怎么样 但张国栋还是个不错的好人的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人脸 严守一便不计前嫌 对张国栋说道 这样吧 你安排我与我朋友二人 到一校区做保安 保安 张国栋没想到 严守一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像他这种能人 当个主任完全不成问题 会不会太屈才了 至少也要给您一个安保处处长吧 张国栋询问道 不需要 我又不是真的去打工 只是处理一些事情罢了 快则三天 慢则一周 事情办完 我们就走 严守一摇摇头说道 原来如此 这事好办 包在我身上 张国栋拍着胸脯说道 严守一又想了想 他不想与张国栋继续有因果了 最好办完此事 大家就老死不相往来 免得他在像张盈盈那样 给自己带来麻烦 于是严守一指点道 荣城东郊 是你的富贵之地 下个项目尽量往东郊去寻 必然保你飞黄腾达 人的命数并非是一定的 不同的地方风水 会对人的命数产生不同的影响 有些人在某地拼死拼活 生意也不见起色 但换个城市 一切就都顺风顺水 便是命理与地方风水的影响 张国栋面色大喜 他巴结严守一不正是为了这个吗 于是他连忙给严守一弯腰鞠躬 若不是年纪大了 他恨不得给严守一跪下道谢呢 严守一摆了摆手 淡淡地说道 我也还了你的恩情了 今后最好少与我往来 明白吗 张国栋想起了黄海 曾经警告过他的五缺三臂 顿时回过神来 他深深地望了严守一眼 点头说道 明白 严小师傅 今后若非生死大难 我必不再惊扰您 似乎是为了弥补张盈盈的所作所为 张国栋又替严守一 找来了一名年轻老实的护工 专门陪护陈大为 让严守一和龙非诚 可以放心地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这让严守一对张家的怨气削减了不少 但至于那个张盈盈 她是一点再接触的兴趣都没有了 陈大为这里的问题解决了 严守一和龙非诚 送三人出医院 张国栋很懂为人处事 出了医院 立刻与严守一告别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 估计也是着急 想回去揍张盈盈吧 黄海和周玉全二人 倒是在医院门口 与严守一稍微闲聊了几句 黄海表示 若是最近严守一打算留在荣城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们俩帮忙 驴山派在其他地方知名度不高 但在荣城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对于黄海的主动示好 严守一没有表现得太过抗拒 她说道 我会在荣城待到12月 12月之后 逝去是留在做打算 黄海掐指一算 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呢 不着急不着急 周玉全搓了搓手掌 笑嘻嘻地对严守一问道 严小兄弟 传闻你们鲁班教级天下之所长 鲁班书里更是记载了各派绝技 不知道我们二人有没有信 能一读鲁班书真容 此言一出 黄海就暗道 周玉全太着急了 别看严守一表面上老老实实的 但与他有过接触的黄海知道 严守一心里可惊着呢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这个道理 严守一会不知道 之所以如今严守一还愿意与两人交谈 正是因为他打算与驴山派交好 等时候到了 严守一想给的 自然就会拿出来 但他不想给的 谁也不能抢 周玉全见面第一天 就提出要看鲁班书 这和刚认识 就提出要睡人家老婆 有什么区别 果不其然 严守一脸上的笑容 逐渐收敛了 他对周玉全说道 老周 我爷爷总说 远亲不如近邻 浑然不知严守一态度转变的周玉全 还笑着认可严守一的话 你爷爷说得不错 可惜我从小就不听我爷爷的话 严守一话风一转 冷声说道 别总惦记着鲁班书 你们肯定都知道 鲁班教师一脉单传 那怎么会不明白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不存在 鲁班书这种东西 若真有 也只在我们鲁班传人的脑子里 我不想给 谁也抢不走 严守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眼神中警告之意 再明显不过 周玉全的笑容 顿时僵硬在脸上 不怎么愿意入室的周玉全 完全想不通 严守一为什么会突然生气 在他看来 自己只不过是 着急想要要回属于 他们驴山派失传了的绝技罢了 还好黄海更懂人情事故 连忙就场 严小兄弟 我这位师弟 前几天吃了自己瞎恋的丹 可能吃傻了 他说的话 你不必放在心上 你放心好了 我们驴山派 也是有头有脸的名门大派 不会做那些鸡鸣狗盗之事 严守一的脸色 这才好看了一些 他转过身 说道 我只能告诉你们 鲁班书中 只记载了你们驴山派两门绝技 一门名为无鬼登云楼 一门名为破胎抢魂绝 放在现在 都不是什么好法术 你们驴山派不收也罢 但若你们 想要完善老祖宗留下来的典籍 我可以答应你们 十二月我的事情解决之后 会专程去你们驴山派一趟 把属于你们驴山派的东西 还给你们 但在那之前 你们若是有什么鬼点子 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二人听了严守一 如此具有威胁性的话语 居然半点都不生气 反而满脸笑容 一个劲地感谢严守一 至少 他们从严守一这里 获得了保障 无鬼登云楼和破胎抢魂绝 确实不是什么好法术 一个是招鬼的 一个是抢魂的 但毕竟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 能找回来 当然是好事 告别了二人 严守一往回走 在住院楼外头 他独自点了一根烟 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过去他有爷爷在身边 没什么施展手段的机会 而如今一个人走江湖 之前确实有些飘了 周玉权的事 让严守一更加明白 怀避其罪的道理 好在这两人确实不坏 否则恐怕早就对他下手 逼他说出乳班书的内容了 今后 还是要小心为上 烟抽完 严守一将烟头掐灭 扔进垃圾桶 回到陈大为的病房 和龙飞城一起照顾了一阵子陈大为 两人 这才收拾东西离开 走出医院 龙飞城跟在严守一身边 兴奋不已地说道 昨晚我就说过了 我看过皇帝 出门避遇贵人 大哥 你就是我的贵人啊 大哥一出现 师父的医药费就解决了 还能带着我 去我心目中交出于人的圣地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时来运转啊 看到龙飞城这一副高兴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老娘要生二胎了呢 严守一停下脚步 对龙飞城质问道 陈伯伯的医药费 已经欠了三天了 你昨晚还有闲工夫 去小旅馆吃快餐 爷爷常常教导严守一 有枪绝对不用刀剑 否则迟早会死在 历史的滚滚浪潮当中 所以 严守一的学习能力很强 包括使用这种特殊词语 龙飞城面色一僵 干咳两声说道 大哥 我真的是去给那里的小姐姐摸骨的 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 严守一瞪了龙飞城一眼 被严守一看穿了心思 龙飞城赶紧坦白 好吧 我的确是有歪念头 但也是为了赚钱啊 我约小姐姐滚床单 完事后就提出要与小姐姐 打牌消磨消磨时间 依靠着我精湛的排击 与逆天的运气 正常情况下 不仅能回本 还能从小姐姐手里 赢回来不少 龙飞城真诚的回答 换来了严守一场场的沉默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龙飞城 这么可恶的家伙 嫖完了人家 还要赢人家的钱 缺德 你排击很好 严守一问 龙飞城点点头 骄傲地说道 那是自然 我可不是吹牛 我周岁时候抓周 左手抓扑克 右手抓头子 乃是天生赌王 再加上师父 教给我的一些小本事 出门时看一眼 黄历算算运气 可以说是无往不利 这下严守一听懂了 龙飞城能赢钱 一个是靠着算命 挑着日子出手 但更重要的 还是靠出老千 这一番聊天下来 严守一对龙飞城 有了大概的了解 这家伙虽然鬼点子多 还经常动歪脑筋 但本性不坏 只是在市井中 摸爬滚打习惯了 才养成 这副吊锒的模样 你想跟在我身边 可以 但是丑话说在前头 任何时候 你都不准骗我 严守一警告道 瞧你说的 我哪能骗自家兄弟啊 龙飞城满脸笑容 重重地捶了 两下自己的胸口 我龙飞城对天发誓 绝对不对好兄弟撒谎 否则天打五雷轰 严守一画风一转 好 你兜里还有多少钱 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 到饭点了 得吃饭啊 我口袋没钱 我不信 龙飞城两手一摊 真的没钱 你是不是忘了 刚才发誓的内容啊 严守一从胯包里 抽出一张道符 介绍道 提醒你一句 我会毛山的掌心雷 若是被我发现你骗我 我就替天行道 龙飞城 最终 龙飞城含泪 从袜子里掏出了20块钱 两人到路边摊 各自吃了一碗肠粉 还剩了两块钱 吃过午饭 张国东那头就有了消息 上行一校那边 已经疏通好了 二人下午便可以过去报到 学校包吃包住 有无险一惊 一个月工资 还有4500呢 听说还有工资 严守一竟还有几分开心 而龙飞城则是看不上眼 一边给严守一递烟 一边说道 大哥 以你的本事 我随便介绍几条路子 来钱那不是杠杠的 怎么能去打工呢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啊 严守一接过烟 笑了笑 陈伯伯没告诉你吗 干我们这一行的 注定会有五缺三币 也就是你学的钱 才没有报应 否则你看看陈伯伯 陈大为早年丧妻 中年丧子 后来还断了腿 如今一把年纪了 还孤零零一个人 龙飞城沉默了一阵 说道 其实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是孤儿 连爸妈的面都没见过 要不是师父养着我 教我本事 我可能早就饿死了 没想到龙飞城的身世 竟也如此坎坷 严守一吸了一口烟 说道 你刚才不是说你 周岁时候抓粥 左手抓扑克 右手抓头子吗 龙飞城的眼角抽了抽 弱弱地说道 是孤儿院院长 给我摆的抓粥 否则 大哥你想想啊 正常父母会在孩子 抓粥的时候 在孩子面前放扑克牌 和头子吗 严守一 他寻色了片刻 说道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如今 咱们先就回你师父 若是你师父点头答应了 我可以教给你一些本事 行走江湖养活 自己是足够了 真的吗 龙飞城顿时眼里冒光 拉着严守一 便往马路上跑 那还等什么呢 咱们赶紧的吧 我突然浑身充满了力量 严守一无奈 跟着龙飞城一起坐上了 前往上行一校的公交车 这么多年来 陪在他身边的人 就只有他的爷爷 如今龙飞城突然冒了出来 严守一在不习惯的同时 竟也有几分开心 毕竟爷爷是长辈 跟在长辈身边多少有些拘束 而龙飞城是同龄人 两人似乎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上行一校 偌大的荣城 有不少古建筑群 但最出名的只有两个 三方七项是一个 上下行则是另一个 实际上上下行就是两条古街 分开来说 便是上行与下行 古时候闽江流经此地 当地人在这里修建了码头 后来闽江改道 繁荣的上下行就被保存了下来 一直到如今 上行一校 作为一家投资百亿的超级私立学院 在选址上 自然也要选择荣城最繁华的地带 三方七项是别想动了 所以只能选在上下行 因此才有了上行一校 能够被上行一校录取的 除了真正的尖子生 便只有一些权贵子女 毕竟 艺术这玩意儿 本就不是老百姓能玩得起的 所以 出入上行一校的年轻人 非富即贵 乘坐的车至少都是奔驰宝马 类似宾利 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 更是时常出现 下午一点 一辆价值近400万的 宾利欧路缓缓驶进校园 负责看门的保安 挺直了腰板静力放行 一名穿着白衬衫的老师 上前提醒道 子彤 今晚你打算回家 还是住宿舍 林子彤叹了口气说道 住宿舍吧 老师拿着纸笔记录下来 又提醒道 下午你有一节钢琴课 一节商务英语课 晚上是游泳课和瑜伽课 可千万别忘了哦 嗯 我知道了 林子彤关上车窗 继续往前开 从他愁眉苦脸的表情 来看就知道 这位大小姐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也没有把今天的课程放在心上 毕竟 昨晚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混蛋 居然还是让他给溜走了 父亲林若府知道 他私自去找严守医了 还呵斥了他几句 这让林子彤更加不开心了 这时 一道身影出现在车前 心里有事的林子彤 居然根本没注意到这个大活人 眼看车子越来越近 对方也感觉到了危险 赶紧大喊一声 子彤 林子彤瞬间回过神来 连忙踩刹车 吓出一身冷汗 降下车窗生气道 陆采薇 不要命了是不是 陆采薇反驳道 林子彤 不要命的人是你吧 隔着三十米我就站在路上了 你开车居然看不到我吗 等等 你是故意调侃我的身高吗 这位叫做陆采薇的女孩 垫着脚尖身高也才到一米六 在女生当中也属于小个子的存在了 她拥有着一张洋娃娃般的脸 十分可爱 再搭配上她米黄色的长裙 简直就是宅男们心目中的完美萝莉形象了 陆采薇是林子彤的好闺蜜 两人从初中就认识了 一起玩到了现在 说是亲如姐妹也不过分 听了陆采薇的话 林子彤不由地愣住 有 有那么夸张吗 我可能是走神了 陆采薇哼了一声 直接拉开车门 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她发现副驾驶上居然有一份报纸 打开一看 直呼好家伙 林家小姐深夜偶遇杀人犯 帮助锦花怒情凶手 好家伙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你 林子彤一把夺过报纸 生气地说道 和你有什么关系 嘖嘖嘖 我俩可是最好最好最好的好闺蜜 但是你现在居然有事情瞒着我了 难不成是男人 你怎么知道 不 不是吧 还真被我说中了 陆采薇夸张地张大了嘴 语速极快地问道 咱们的林家大小姐 不是出了名的冰山美人吗 多少青年才俊 连和您老人家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您还能找到男人 快快给姐妹分享分享 是什么男人如此光芒四舍 连您老都抵挡不住他的诱惑 这个男人 和昨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吗 上行一校里 最不缺的人有两种 一是帅哥美女 二是有钱人 而大部分人两个条件都满足 但就算如此 放眼整个学院 也没有能入得了林子彤法眼的男人 所以陆采薇才会如此惊讶 林子彤白了陆采薇一眼 垂头丧气地说道 我昨天找到大傻子了 大傻子 哪个大傻子 陆采薇愣了一下 随后惊讶到 该不会是那个大傻子吧 我的天啊 这是真的吗 我已经挠不了三十几偶像剧了 你俩多少年没见了 他还能认出你来吗 他长得帅不帅啊 他现在人呢 陆采薇最大的缺点就是话多 一旦打开了话匣子 一张小嘴 就像机关枪似的吐个不停 林子彤只是郁闷地回答了一句 他跑了 跑 跑了 陆采薇捂着肚子大笑起来 咱们的林家大小姐 居然把男人给吓跑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别笑了 我正难受着呢 林子彤生气地说道 他故意躲着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起来还真是奇怪 你长得这么漂亮 家里还有钱 什么样的男人会躲着你啊 难不成他也喜欢男人 嘶 更刺激了 陆采薇立刻表现出 他俯女的一面 林子彤摇了摇头 不提这个了 我都烦死了 行行行 等你愿意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哦 陆采薇猥琐地笑了笑 然后说道 对了 你今晚有空吗 怎么了 你是不是忘了 你创建了一个玄学研究社 见到林子彤沉默 陆采薇叹了口气 这位女强人大小姐 果然是忘了 刚入学的时候 学校要求大家 加入至少一个社团 来丰富客余活动 林子彤对现有的社团 都不感兴趣 于是就自己创立了一个 玄学研究社 她是社长 陆采薇则是副社长 创立以后 林子彤就当了甩手掌柜 所有的事情 都丢给了陆采薇来管理 要不是陆采薇提醒 林子彤恐怕要把这段记忆 直接给删除了 陆采薇神秘地说道 咱们社团创建这么久 还没有进行过社团活动呢 不知道你听说了没有 最近学校 发生了一些很诡异的事件 要不咱们趁此机会 组织一场社团活动 林子彤文言 眉头微皱 问道 你说的是上周发生的 女生宿舍鬼鹰事件 女生宿舍鬼鹰事件 与此同时 在上行一校的安保处办公室里 严守一和龙飞城两人 正在与一名外号微哥的保安聊天 微哥是退伍老兵 三十出头的年纪 在上行一校 已经做了八年保安了 虽然不是保安队长 但也属于资历最老的那一位了 严守一两人来安保处 准备见保安队队长 办入职手续 但队长不知去哪了 只有微哥在这里 得知两位年轻人 即将成为自己的同事 微哥便与他们闲聊了几句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上周发生的 女生宿舍鬼鹰事件 听到鬼鹰二字 严守一和龙飞城 不由地对视一眼 没想到刚到学校 就发现了端倪 陈大为正是在女生宿舍坠楼的 说不定就与鬼鹰有关 微哥抽着龙飞城地的香烟 吞云土雾 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样说道 上行这里啊 以前是个货运码头 但码头这种地方 你们懂的 在旧社会乃至如今 做土方生意 房产生意 物流生意的 多多少少都有点黑到背景 过去城里死了人 直接运来码头往江里 一扔就完事了 虽然后来闽江改道 上下行还被当作旅游景点开发 但过去那些冤魂 还盘踞在这里不肯走劣 听说咱们这所大学 建校的时候 挖出了不少尸骨 后来就请道士过来做法布阵 这种事 许多老师都不知道 也就我资历老才知道细情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们的 不过看你俩老实 才悄悄告诉你们 你们可千万别外传啊 见威哥这架势 恐怕不知跟多少人 说过这些事了 但严守一和龙飞城都知道 威哥所说的 并非是空穴来风 而是真实的过去 早上黄海和周玉泉还说了呢 布阵的 正是他们驴山派的掌门 龙飞城安耐不住好奇 直接了当地问 威哥 您刚才说的那个女生 宿舍鬼鹰事件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威哥呵呵一笑 勾了勾手指头 龙飞城实相地 又分了支烟给他 对于威哥爱贪小便宜的习惯 严守一和龙飞城都不反感 因为恰恰这种人 才是最好相处的 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混熟 威哥是个老烟鬼了 上一支烟都快烧到烟屁股了 他还要很吸一口才丢了 然后马不停提地点上第二支烟 女生宿舍鬼鹰事件 学校领导下了封口令 让咱们不准讨论 更不准外传 所以这事儿 咱们私下里聊聊就行了 一会儿队长来了 你们可千万别提这件事 否则 我也会被你们连累咯 威哥放心 我们俩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嘴巴岩石 龙飞城赶紧说道 威哥点点头 接着说道 事情其实要从五年前说起了 你们也知道 上行一校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里只分两种人 富人和穷鬼 学校里都是一些小年轻 其中一些年轻气盛的公子哥 就喜欢挑学校里家境普通 却长得不错的女孩下手 用各种方式和手段 诱骗他们发生关系 擦枪走火是免不了的 五年前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一名颇有背景的富二代 在图书馆迷女干了一名女同学 事后这名女同学 事后迫于压力 根本不敢声张 结果几个月以后 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估计是因为害怕吧 这姑娘甚至没有告诉家人 就在女生宿舍上掉自杀了 上行一校很多学生 根本不住学校宿舍 姑娘的室友那晚都不在 直到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他们的辅导员发现不对劲 到宿舍里查看 刚推开门 就看到吊死的尸体 那尸体一摆一摆的 好像风铃 绳子挂在天花板上 还发出吱压吱压的声音 乍一听 好像女人在哭似的 吓死个人哟 威哥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下来 想看看严守一和龙飞城的反应 但两人居然 都没有表现出害怕的神色 这不免让威哥感到有些失望 过去他给别的新保安说 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反应可精彩了 严守一提出了疑惑 威哥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威哥道 当时辅导员担心出事 就是喊得我一起去的 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 警察都没有我清楚 紧跟着 威哥又露出那副神秘的表情 说道 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最可怕的是 那姑娘吊死的时候 身上穿着红衣服 肚子上还插了一柄匕首 当时鲜血流了一地 辅导员当场就吓晕了过去 后来我听说 那柄匕首用道符包裹着 刀尖刚好插在姑娘肚子里 孩子的脑门上 现在想起来 可能就是那柄匕首有问题 邪门得很 搞不好那姑娘 不知是从哪里打听到的歪门邪道 死后化成了鬼魂 才闹得道 如今都不太平 听到这里 龙飞城忍不住看向严首一 只见严首一眉头紧锁 昨晚扫黄被抓 两人被关在拘留所里的时候 严首一都没有露出这样凝重的表情 呼 威哥也说上头了 吸了口烟长长地吐出来 继续说道 那姑娘死后 宿舍也就空着了 一开始一直没什么问题 直到第二个学期 新的学生住进来 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名新生和死掉的姑娘一样 都是平寒家庭出生 周末也都住在宿舍里 一天夜里 舍友们都回家去了 宿舍里就只有他一个人 夜里睡觉到半夜 他总觉得哪里不舒服 尤其是脚趾头 好像被人给压着似的 等他睁开眼睛一看 床位居然坐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婴儿 那婴儿怪笑着 正瞬息着他的脚趾头呢 死 龙飞城感觉有点糟不住了 他胆子是比普通人大一点 但奈何威哥讲鬼故事太有气氛了 听得他都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那名女生在那晚之后就疯了 被家人领回去以后 就再没有什么消息 但学校里却开始有传言 说是当年那个吊死的姑娘 母子俩的魂魄 还困在宿舍里头没有离去 已经把宿舍当家了 谁若是住进去 打搅他们的安宁 肯定就会被他们母子俩缠上 学校迫于舆论压力 就把那间宿舍给封闭了 门上挂着把大锁 谁都不让进 听说宿舍里头还贴满了符纸 是要将女鬼和鬼婴母子俩 困死在里头 但是不是真的 我就说不准了 不过自打封宿舍后 五年来确实相安无事 直到上周 上周 闹鬼的那间宿舍 对门的两名女生吵架 好像是因为抢男友之类的事情 两个女生互相看不顺眼 非要闹着转宿舍 楼管一时半会儿也安排不开 只能让他们再等两天 其中一名女生 想起对门宿舍一直空着 便要求搬到对面的宿舍驱住 但楼管是知道 那间宿舍闹鬼的 却不敢明说 只是说 那间宿舍是用来放杂物的 里面连床都没有 也没有通电 谁知道这两名女生 一刻也不想多等 等到夜里楼管睡着以后 一名女生直接抱着被褥 去到对面宿舍 平时锁着门的大锁消失不见 屋子里也亮着灯 女生心里纳闷 不是说这间宿舍 改成杂物间了吗 怎么还有人住 分明是那楼管嫌麻烦 故意骗人的 为了保留证据 女生拿出手机 在窗外悄悄拍摄 她拍到宿舍里 住着一名穿着红色睡衣 长得还十分好看的女孩 令女生惊讶的是 这名女孩的怀里 居然还抱着一个孩子 似乎是在喂奶 女生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学校里 有学生未婚先孕吗 一个不小心 女生撞到了窗台上的花盆 宿舍里的姑娘听到动静 抬起头来 险些没把窗外的女生给吓死 据那名女生后来交代 宿舍里的姑娘脸色发青 双眼瞪得好像同龄大小 眼角还流出了四行血泪 更恐怖的是 姑娘怀里抱着的不是孩子 而是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死婴 等到大家发现这名女生 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 女生醒过来 直说宿舍里有鬼 但大家在去检查的时候 门上的大锁完好无损 房间也根本没通电 里头除了生锈的床架子 根本什么都没有 你们说 这事儿邪不邪门 威哥很会讲故事 还不忘与严守一二人互动 他夹着烟头 翘着二郎腿 又补充了一句 上周的事情发生后 校领导加强了 女生宿舍的巡视工作 本来想安抚一下学生的情绪 谁知道四天前 有一名保安 正好从闹鬼的宿舍 外头走廊掉了下来 现在还住在医院里 生死未卜 哎 可怜的老陈 平日里总跟我唠叨说 他会算命 他怎么就没算到 自己的这一节呢 严守一和龙飞城对视一眼 知道威哥说的 那个保安老陈 就是陈大为 了解到如今 二人对事情的经过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所有的问题 必定都出在那闹鬼的宿舍 若是陈大为的活被勾走了 那也必定是女鬼 或者鬼鹰干的好事 有线索 剩下的事就好办了 大不了直接杀进那女生宿舍 严守一完全不担心 那女鬼和鬼鹰 赶不给自己面子 正在严守一思考之时 一道声音从安保处门外传来 你们都很闲是不是 是不是不把我这个 保安队长放在眼里 随着重重的脚步声传来 一名看起来体重 至少250斤的大胖子 叼着烟走进了安保处 胖子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不修蝙蝠 让他显得十分邋遢 头发上的油 几乎可以凝出来炒菜了 最大马的保安制服 穿在他身上 犹如紧身衣一般 让他不得不把衣服的扭扣解开 露出里头 犹如米其林轮胎 吉祥物的身材 肚子上仿佛套了好几个游泳圈 威哥见到此人走进来 连忙掐灭了烟 站起来讨好道 高队长 我这正帮你教育新来的小保安呢 这胖子 便是让严守一二人苦等 好久的保安队队长 看他胸口挂着的牌子可知 此人名叫高俊明 高俊明文言 只是随意瞥了严守一他们一眼 便说道 我听主任说过你俩的情况了 是走关系进来的吧 哼 别以为有关系就了不起了 上行一笑这种地方 谁还没个关系人脉了 我告诉你们 既然在我手下干活 就要知道听话 我说一 你们不准说二 晓得不 一向桀骜不驯的龙飞成 听到高俊明的下马威 差点就绷不住要骂人了 真是谁潜王八舵 遍地是大哥 早上身家几个亿的张总 还在他们面前点头哈腰呢 下午一个小小的保安队长 就敢对他们指手画脚了 龙飞成真后悔 当时没有支持一下张国栋 让严守一去做个安保处主任 那样就可以好好羞辱 一下这个用鼻孔看人的高俊明了 但严守一的反应特别自然 他不卑不亢地点点头 笑着说道 队长说的是 我们出来乍到 什么都不懂 还得多仰仗队长提携 一旁的威哥对严守一竖起大拇指 心里直呼上道 其实高俊明这种货色 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正是因为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所以才把心思都花在 怎么让手下听话上 谁不顺着他 他就整谁 也不往死里整 只是在背地里 玩一些小鹰招恶心人 老保安威哥就很懂理 名里顺着高俊明 私下努力摸鱼偷懒 高俊明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高俊明见严守一如此识相 也没为难他们 拿起桌上的便签 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 让严守一他们 去领制服和生活用品 并且把他们安排到了 男生宿舍去做检查 男生宿舍 不能去女生宿舍吗 龙飞城看到便签 小声地问道 高俊明哈哈大笑 居然直接踹了龙飞城一脚 小子 别不识台诀 女生宿舍是你能进的地方吗 威哥连忙解释道 女生宿舍 当然要由素质和品行兼备的人负责 这个重任非队长不可呀 龙飞城这回明白了 感情高俊明这个猥琐的家伙 把舒服的工作都留给自己干了 不过是无绝对 例如陈大为出事的那个晚上 高俊明因为在外头喝酒没回来 所以便让陈大为去巡夜 严守一压着龙飞城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太过意气用事 龙飞城这才忍着怒火 否则他肯定要让高俊明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两人拿了条子 准备去后勤领物品 高俊明不忘在后头喊道 拿了东西 就去西门站岗 任何进出学校的人都要核实身份 绝对不能让身份不明的人进学校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严守一笑了笑 带着龙飞城走出安保处 刚刚走出门 龙飞城就忍不住吐槽 大哥 那个高俊明拿着鸡毛挡令剑 这你也能忍 我们在上行一笑待不了几天 没必要与人结怨 他也就是嘴上逞威风罢了 严守一旦旦的说道 还有 你别喊我大哥了 搞得好像黑色会似的 那我喊你什么 严哥 首哥 一哥 严哥吧 好的 严哥 二人到后勤处 领了物品 又登记了信息 按照后勤的安排 住进了男生宿舍的一楼 上行一笑 每一栋宿舍楼的一楼 都是给教职人员准备的 二楼以上才是学生所住 因为要实行宵禁 每一栋宿舍的二楼 都有一扇大铁门 大铁门一关 除了楼管与巡业的保安 谁都没有钥匙能打开 两人的东西都不多 往宿舍一放 便到阳台趴着抽烟 用手机刷着什么 龙飞城不由的好奇问 严哥 你在看什么呢 看风水 严守一答道 龙飞城一愣 用手机看风水 严守一将手机 立到龙飞城面前 解释道 以前风水先生看风水 只能脚踏实地去勘探 有时候还有可能看走眼 现在方便了 手机里的卫星地图 打开瞅一眼 就尽收眼底了 我怎么没想到 还有这种操作 龙飞城自叹不如 甚至连观念都受到了冲击 不由的感慨 不管各行各业 都要与时俱进 龙飞城又想到了什么 激动地问道 如今有了卫星地图 岂不是坐在家里 就可以使用寻龙点穴 分经缠山 找那些传说中的 帝王墓穴了 可以是可以 但风水一门博大精深 并非只是根据地形 就能百分百确定的 风水是好是坏 必须实地查看一番 严守一说道 至于你说的什么 寻龙点穴就别想了 倒斗是有损应得的 我已经没应得可损了 不会跟你去做那档子似的 嘿嘿 我也就这么一提 往后若真能跟着 严格学到本事 直接留在城里 给那些有钱人 看风水就行了 何必去荒郊野领导斗 龙飞城善笑几声 严守一点点头 继续刷地图 上航一校 占地约1500亩地 分为南北两个校区 中间有一条 闽江之流南北贯穿 而且严守一惊讶地发现 整个一校的建筑分布 竟是按照 太极八卦的位置排布的 想必也是出自 驴山派掌门的手笔 这太极八卦之下 又藏着一个九龙化煞阵 借着地图 严守一只能勉强看个大概 但九龙化煞阵的阵眼 究竟在哪 他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着 看了一会儿的功夫 龙飞城已经臭了两根烟了 他安耐不住地问 严格 看出什么了吗 上航一校的风水 的确不太好 黄海周玉泉他们 也没有说谎 这里的确有一座 九龙化煞阵 严守一收起手机 一边往宿舍外 走一边说道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你是说上航一校有问题 还是驴山派的人 说的有问题 龙飞城追上去问 我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严守一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说道 还是先办正事吧 正事 高俊明不是让咱们 去西门站岗吗 我靠 严格 你认真的吗 龙飞城满脸不情愿 但见严守一脚步 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赶紧也追了上去 上航一校校区很大 所以整座大学 足足有八个出入口 其中西门市人车 共用出入口 两人接了班 坐在港厅里不一会儿 校门外 驶来一辆黑色的别克商务车 严守一和龙飞城走出去询问 商务车后排的车窗降下 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 咕咕呱地吐了一堆 两人听不懂的语言 他说的好像是日语 严守一低声对龙飞城问道 你会说日语吗 龙飞城低头想了想 答道 严格 我脑子里的日语 都不方便说出来 严守一 巴嘎 那男子见两人半天不给回应 便忍不住大骂了一句 这句两人倒是听懂了 龙飞城当场就不乐意了 跳起来揪住男子的领带 把他往外扯 巴嘎 你猜巴嘎 这里是华夏 容不得 你个小鬼子嚣张 一向主张和气生财的严守一 这回没有出手阻止 作为华夏人 严守一是有一条华夏魂的 正在龙飞城与男子纠缠的时候 威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他连忙劝架 将双方拉开 然后一个劲的给男子道歉 激励咕噜不知道说了什么 对方就骂骂咧咧的 把车开走了 回过头来 威哥无语的说道 你俩真是神了 刚才那位是咱们学校的日语教授 今天第一天来上课 刚才差点被你俩气得脑一血 教授了不起啊 要不是威哥你拦着 我直接把他打得脑一血 龙飞城对着商务车的背影 竖了个中指 见状 威哥苦口婆心的劝说道 你俩还是太年轻 不懂得圆华 咱们一个月就那点工资 犯不着那么认真 说的也是 龙飞城这回认同了威哥的观点 气消了不少 严守一疑惑道 威哥 看不出来 你还会说日语 就会几句 其中一半 还都不方便在公开场合说 威哥给了严守一一个你懂得眼神 然后与龙飞城会心一笑 严守一突然发现 威哥或许就是30岁版本的龙飞城 威哥 你怎么来这儿了 这不是怕你俩不熟悉业务 特意过来照顾你俩一下吗 来个烟 龙飞城身上的一包烟 今天有一半是给威哥抽了的 他严重怀疑 威哥跟着他们俩 是来讨烟抽的 威哥一边吞云吐物 还一边教育道 想要保住咱们这份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不惹事 要有眼力见 能够出入上行一笑的 都是非富即贵 都是咱们惹不起的人 话音踩落 高俊明居然也出现在港亭外 他肥胖的身体 几乎要把门框给撑爆了 好不容易挤进来 便冷声说道 我刚才接到投诉 说你们俩辱骂我们的日语外教 真是人不大 胆子不小 要不是因为你俩是关系户 老子立马让你们收拾东西滚蛋 威哥连忙陪笑 替二人说话 高队别生气 他们俩这不是不会日语 听不懂外教说的话吗 一边待着去 有你什么事 高俊明把威哥赶走 抢过他的椅子 坐在上头 对严守一二人说道 今天下午我哪也不去了 就在这里盯着 监督监督你们俩的工作 要是被我发现 有哪里做的不好 有你们俩好受的 严守一叹了口气 正所谓官位越小脾气越大 高俊明这是追着他们 给下马威啊 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若是高俊明继续无理取闹 他有一万种办法 让高俊明一周下不了床 这时 校外驶来一辆奔驰跑车 驾驶位上坐着一名 戴着墨镜的男生 副驾驶上坐着一名性感的妹子 妹子身上的衣服 能有多性感就有多性感 几乎把能省掉的布料 全部省掉了 高俊明冷哼一声 严守一主动起身去做登记 谁曾想车窗刚刚降下来 高俊明就连忙跑上前 一把将严守一推开 满脸谄媚地 对开车的男生说道 哟 这不是王少吗 您今儿个怎么有闲情来学校啊 开车的男生冷笑道 知道是我 还拦我的车 高俊明呼吸一致 他发现车里的这位少爷 今天心情似乎很不好 仔细一看 他的脸上 竟然还有些淤青 看样子 是被人给打了脸啊 谁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打王少 为了不得罪王少 高俊明连忙把严守一拉过来 当替罪羊 哼哼 王少 来您车的不是我 是这新来的不懂事的小保安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王少道歉 严守一轻松挣脱了高俊明的手 沉着脸说道 我只是 做我的本职工作而已 道什么歉 臭小子 你还敢嘴硬 找死啊你 高俊明见严守一 竟然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顿时要发作 可就在此时 车上的王少注意到了严守一的长相 不由得脸色大变 连忙下车喊道 严哥 您怎么在这儿 严守一一愣 自己在上行一笑 还有什么熟人吗 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昨天在酒吧里 要自己吞头子的富二代王康吗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王康脸上的肿消了不少 戴着哈墨镜 几乎要看不出来了 昨晚刚闯祸 今天下午就开跑车带妹子 王家人毕竟是王家人啊 就算被剥夺了产业 依旧可以活得很滋润 严守一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康 笑着问道 你还有这经历 王康顿时意识到 严守一说的是什么 心虚地说道 就算不能吃 看着也能解解馋 严守一点点头 耐晚为了惩罚王康 严守一给他下咒 三年之内行不了房事 刚才看到王康带着美女 还以为王家找高手 破了他的咒呢 王康昨晚也不幸邪地试了一下 结果果真直不起来了 害得他一整晚都睡不着 悔恨不已 一旁的高俊明有点傻眼 怎么平日里嚣张跋扈的王康王少 在严守一这个小保安面前 乖得像个小马仔 此时高俊明的表情 可以用一句话来充分形容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啊 在严守一的眼里 王康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人 所以昨晚给了他惩罚以后 严守一就直接把两人的恩怨丢在脑后了 此时再见王康 他的态度只是见到一个陌生人 并没有抗拒与王康说话 王康十分卑微地对严守一说道 虽然不知道您唱的这是哪一出 但以后再上行一笑 您有什么事 只管找我 谁敢欺负您 您就跟我说 我保证让那家伙吃不了兜着走 知晓严守一背景之恐怖的王康 此时一点都不敢恨严守一 甚至还可劲地巴结他 若是巴结好了 严守一收了他的咒 他就能早点恢复当男人的快乐了 别说巴结了 就算严守一现在让他喊爸爸 王康也是毫不犹豫的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哪有那么多打打杀杀 好好读你的书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和你没关系 严守一淡淡地说道 是是是 您说的是 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就去好好学习 在严守一面前 王康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连忙回到车上 准备开车进学校上课 刚坐进车里 王康就想到了什么 立刻对身边的美女说道 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赶紧下车 哪来回哪去 美女傻眼啊 王少 不是您说 要带我进上行一校 玩spy的吗 玩你妈 滚 老子是正经的读书人 要说王康也是人才 把美女赶下车以后 一边背诵着高中的课文 一边开车进直奔教学楼 这一幕 让高俊明目瞪口呆 他还是头一回 见到王康去教学楼呢 王康走后 高俊明站在严守一的身边 半上说不出话来 他原以为严守一 只是某个校领导 乡下的穷亲戚 谁知这小子的背景 居然这么硬 这一下踢到铁板了 笑 小颜啊 高俊明强颜欢笑 对严守一说道 我发现门岗的工作 不太适合你 要不你俩现在 回去休息休息 晚上你们去检查女生宿舍 看到高俊明如此害怕的熊样 严守一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笑着说道 没事 我再坐一坐 高俊明不敢吭声 此时他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只能老老实实地 跟在严守一身边 还没等他们回到保安亭呢 又是一辆宝马车驶来 严守一拿着表格拦着车 正要询问 车上的人开口了 严哥哥 宝马车上传来略微熟悉的声音 严哥哥 又是熟人 一旁的高俊明双眼一瞪 这位不是张家的小姐张盈盈吗 虽然背景不如王康 但他老爸 可是上行一校的股东之一 也可以说是身份不凡了 严守一看着张盈盈 心里有点无奈 自己在荣城总共就认识几个人 今儿个还全遇到了 我想起来了 你爸说过 你也是上行一校的学生 严守一说道 张盈盈连忙点头 见到严守一保安打扮 还有些好奇 严哥哥怎么穿着这身衣服 这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吧 严守一不冷不淡地答道 张盈盈连忙捂住嘴巴 才想起严守一不喜欢被他纠缠的事情 于是张盈盈满脸亏欠地对严守一笑了笑 然后委屈地红着眼睛开车进了学校 这一切落在高俊明的眼中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高俊明发现 严守一的背景强的可怕 不仅连王康都要跪舔他 就连张盈盈都一副小女人的模样 明显是和严守一有一段过去 而且最后还惨遭严守一抛弃 抛弃后都不敢吱声的那种 高俊明的世界观 正在一次次被严守一冲击刷新中 张盈盈走后 严守一和高俊明总算回到了保安室 害怕高俊明给脸色的威哥 直接端了杯茶上前 高队长 您喝茶 不不不 小颜刚才辛苦了 这茶该给他才对 高俊明连忙接过茶水 端到严守一的面前 严守一接过茶水 随意喝了一口 道 烫了 您稍等 我重新泡一杯 高俊明立刻说道 新茶递过来 严守一又拼了一口 凉了 我的错我的错 我再泡一杯 高俊明完全没有任何脾气 威哥和龙非诚 直接看傻了 这两人什么情况 前后出去才不过几分钟而已 怎么回来 高俊明就换了个嘴脸 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高俊明一边泡茶一边说道 阿威 回头通知下去 以后兄弟们见到小颜 都给我态度放尊重点 谁和小颜过不去 就是和我高俊明过不去 威哥一脸猛逼 却也连忙点头 明 明白了 龙非诚用胳膊肘 撞了严手一一下 小声说道 严哥 你给他死胖子下咒了 没有啊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尊重啊 可能是因为我帅吧 龙非诚对严手一竖起终止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高俊明走后 严手一又在保安亭里干到了傍晚 等到换班的保安来了 两人才回宿舍休息 其实他想走 随时都可以走 高俊明会安排人给他们接班 宿舍里 龙非诚化身成干饭人 将从食堂打回来的饭菜 风卷残云 但属于严手一的那份 龙非诚却没动 严哥 接下来咱们有什么打算 龙非诚一边啃着鸡腿 一边问 严手一坐在一旁 手中摆弄着什么 随口答道 再等两天 等我弄清楚 一些问题以后 就去女生宿舍看看 你还真别说 大学里的妹子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上行一笑的 腿一个比一个长 一个比一个白 一个比一个嫩 龙非诚忍不住 发出了痴汗的笑声 严手一给了龙非诚一个白眼 然后起身来到阳台 手捧木鸟 低下头在木鸟耳边轻声说道 你去天上看看 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就告诉我 说吧 严手一抛出木鸟 木鸟扑腾着翅膀飞了起来 活灵活现 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它是一只木鸟 看到这一幕的龙非诚 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严哥 你这玩的是哪一首 可以教给我吗 这是鲁班教的绝学 换名为鹰木锁魂 我不能教你 锁魂 龙非诚惊讶到 你是说 刚才放飞的那只木鸟里头 有活人的魂 严手一点点头 木鸟里 是我同父一母弟弟的魂魄 幼年夭折 我爸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去投胎转世 所以就用鹰木锁魂的方法 把他的魂魄收进了鹰木 制作的木鸟之中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可是 已死之人 不是应该让他们投胎为安吗 龙非诚不解 弟弟死后没多久 我爸入狱 如今弟弟唯一的愿望 就是看到爸爸平安归来 等到老爸出狱了 我们一家团聚 就可以送弟弟上路了 原来是这样 这时 严手一掐指一算 表情忽然有些凝重起来 小龙 你去和高俊明打声招呼 今晚我俩去女生宿舍巡夜 龙非诚立刻兴奋起来 严哥 你想开了 别想歪了 陈伯伯有教过你 如何算日子吧 你算算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严手一道 龙非诚文言 掐着手指头算了半天 最后表情也凝重起来 今天好像是 音乐音日 音乐音日 鬼门大开 太阳无踪 太阴下降 助长邪碎 白鬼夜行 严手一沉声说道 今晚此时 残留在阳间的妖魔鬼怪 都会变得躁动不安 如果女生宿舍里 真的有红衣历鬼和鬼鹰 今晚必然会闹出一些动静 刚刚得知 今晚要去女生宿舍巡夜的龙非诚 此时直接笑不出来了 她就是典型的夜宫号龙 能跟着严手一学本事 她是开心的 但得知今晚可能就要去抓鬼 龙非诚就忍不住害怕 但龙非诚还是不忘给自己加油打气 怕个卵子 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胆子大 能叫真子放产架 严哥你等着 我这就找高胖子去 去吧 严手一点点头 目送龙非诚出了保安宿舍 他自己则是从胯包里取出了一些瓶瓶罐罐 一只毛笔 一叠空的黄服 今晚说不定会有一场恶战 所以严手一要提前做好准备 先画一些道符背着 画符并非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首先 画符的笔必须是狼毫笔 而且只取狼耳朵上一小撮尖毛 狼是有血性的 用狼毫笔画出来的道符最有威慑力 其次 画符的黄纸必须是姜黄纸 且必须在法坛中吃过香火 这样的黄纸沾染了神力 才能显灵 最后 画符的墨必须是朱砂 而且还要在朱砂中加入鸡血 尤其是在画一些曲鞋的道符时 甚至会直接使用鸡血 以上只不过是材料准备 真正开始画符之前 还有诸多仪式 例如焚香祷告 沐浴更衣 开弹设法 下笔之前 更是要在心中默念三咒 正式进口咒 安神咒 与进身咒三咒 做完这一切 才能喝气落笔 画符要求一笔落成 期间必须全神贯注 心无旁骛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失败 并且 画符之人必须身中有气 普通人就算学了行 但身体内没有气 也是白费功夫 最后 画完符以后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步骤 名为点灵 只有点过灵的道符 才会有效果 否则必定前功尽弃 点灵便是在道符上 喷上无根水 无根水即是没落地的露水 这种露水 乃是最具灵气之物 喷上无根水后的道符 才真正有了灵力 总结来说 一道有效的道符 必须具备 神、灵、人三者之力 经过如此复杂的步骤 一张道符 才得以制作成功 好在眼手一跨包里的材料 都是前来融成之前就准备好的 可以直接使用 否则一时半会儿间 他还真没法画符了 这一画 便画了足足两个小时 龙飞城回来后 看到眼手一在画符 也不敢打扰 默默地去床上休息去了 等到画完所有符时 天都已经黑了 眼手一脸上 也露出了一丝疲惫 为了今晚的行动 眼手一必须养精蓄锐 画符消耗了他不少精力 他也躺在床上 沉沉睡下 与此同时 林子彤结束了一天的课程 但他并没有回家或宿舍 而是往学校的活动室走去 陆采薇在他身边 表现得十分兴奋 红衣女鬼 鬼婴 一想到咱们今晚就要去探鬼了 就觉得好刺激 子彤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是不是害怕了 嘻嘻嘻 咱们的女强人林子彤害怕咯 林子彤刚刚上完游泳课 换上了一身清爽的淡蓝色运动衣 湿漉漉的头发披在两肩 本该妖艺的紫色瞳孔 此时分外清澈 他是上行异校公认的校花之一 连号称宅男杀手的陆采薇 都不能和他媲美 被陆采薇问道 是不是害怕了 林子彤不由地不屑一笑 举头三尺有神明 有些东西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他是驴山派的弟子 知道这个世界上 存在着某些普通人以为不存在的东西 今晚之所以答应和陆采薇 参加这次社团活动 并非是为了猎奇 而是听说了鬼鹰事件以后 他打算亲自过去一探究竟 最好能将鬼鹰给收拾了 而让陆采薇和其他社团成员一起 是考虑到 今日今日是音乐音日 阳间的阴气极重 借着这些同学们的阳气 震一阵女鬼和鬼鹰的煞气 人怕鬼 鬼也怕人 正常人三火旺盛的 甚至能把一些孤魂野鬼 直接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地方的鬼在凶 去他个几百号人参观旅游 再凶的鬼也得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陆采薇对林子彤的话 则是不以为然 没想到 咱们堂堂林家大小姐 建州省最有名的女强人 竟然也会信封建迷信那一套 林子彤微微翘其嘴 其实若不是因为严手一 他可能这辈子 都不会与另一个世界有交集 两人并肩来到活动室 此时活动室里 已经有四名同学到场了 两男两女 其中一对还是情侣 这四人 分别是表演戏大二学长周辉 李涛 舞蹈戏大义新生刘一 方慧兰 其中周辉和刘一是情侣 四人都是玄学研究社的社团成员 也是陆采薇的好朋友 平常经常干一些惊险刺激的事 例如结伴去鬼屋 玩密室逃脱等 可以说除了刘一以外 其他三人胆子都很大 他们虽然没有见过林子彤 但早已对他久仰大名 见到林子彤 四人同时打招呼 嗨 社长 虽然周辉和李涛是学长 林子彤只是大义新生 但他们很清楚林子彤的身份 所以不敢贸然以学长身份自居 在林子彤的面前 表现得还是十分谦虚的 其中单身的李涛 本来与方慧兰聊得火热 见到林子彤以后 顿时就一步开眼了 虽然说方慧兰是舞蹈系学生 身材已经是一流了 但林子彤的身材 完全不亚于舞蹈系的妹子 并且她独有的妖艺气质 对单身狗言绝对是致命的 陆采薇对林子彤介绍道 这几位就是咱们今晚的队友了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待会儿有的是时间认识 林子彤点点头 对大家微笑着打了声招呼 她的微笑看起来很亲切 实则与大家保持着距离 这是林子彤在职场和公司里 长期熏陶锻炼出来的气场 大学里的普通学生 和她比起来还是差得远了一些 短发妹子方慧兰激动地说道 过去咱们都只是去鬼屋玩 明知那些鬼都是人伴的 一点都不可怕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看到真正的鬼 好期待啊 还 还是不要了吧 我听说那间宿舍真的闹鬼 你们忘了上周发生的事情了吗 情侣中的刘依显得有些害怕 她之所以答应来参加今晚的活动 主要还是为了盯紧男朋友周辉 周辉是个小富二代 而刘依的家境比较普通 刘依为了不让周辉在外面乱搞 平日里除了晚上睡觉 基本都黏在周辉的身边 周辉立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不在意地说道 有我在呢 怕什么 算命先生说我阳气足 鬼贱了 我都要绕道走 李涛打句道 就你 阳气足 那你每个周末出门 为什么总带一些瓶瓶罐罐 周辉面色一变 我呸 你别乱说啊 我周末都是在宿舍里学习的 哪有出去过 李涛自觉说漏嘴了 赶紧补救 开玩笑 开玩笑的 林子彤看着四人唱戏 心里直叹气 这些同学太过年少轻狂了 说出来的话 句句都是槽点 如果周辉真的阳气足 普通小鬼见到他肯定是会害怕的 但是像今晚这种女鬼和鬼鹰 见到阳气足的 恨不得扑上去 把他脑水都给吸出来呢 陆采薇轻轻咳嗽两声 对大家招招手 然后小声说道 今晚的计划是这样的 一会儿大家偷偷溜进女生宿舍 先在小兰的宿舍里躲着 等到凌晨 大家再行动 去那个传说中的闹鬼宿舍一探究竟 怎么样 听说现在就能进女生宿舍 周辉和李涛都兴奋不已 林子彤说道 我的宿舍就在闹鬼的那一栋 到时候采薇先和我一块 到点了 咱们再会合吧 他不是很想和周辉李涛他们待在一块 而且今晚要去驱鬼的话 也得准备一点东西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义 计划就这么定了 六人结伴行 进入了女生宿舍楼 然后各自返回宿舍 一晃眼 已是凌晨 所有宿舍都已经强制熄灯 楼管和学生都已经熟睡 只剩下楼道里昏暗的路灯忽明忽暗 世界寂静无声 林子彤和陆采薇走出宿舍 林子彤背着一个双肩包 看了一眼手表 说道 时候到了 与此同时 男生宿舍的严手一准时睁开眼睛 自言自语道 时候到了 此时 也就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乃是全天当中阴气最重的时间段 严手一翻身下床 叫醒龙飞城 龙飞城睡得有些猛 但一听说要去女生宿舍了 这货又立马精神了起来 现在几点了 会不会还有妹子没有睡觉 他们要是没穿衣服 咱们看了是不是不太好 哪来那么多废话 严手一道 上行一校住校的学生 本来也不多 夜里女生也不会随意出宿舍 否则学校怎么可能派男保安去女生宿舍巡楼 龙飞城挠了脑脑袋 也对哦 严手一背上胯包 从胯包里掏出了一张道符 交给龙飞城 这张是驱鬼符 你贴身带着 万一到时候我顾及不到你 驱鬼符可以帮你挡下一击 就这 龙飞城不满足道 能不能多给几张啊 你以为我的道符是打印出来的吗 就这一张 多的没有 严手一声气道 龙飞城黑黑一笑 老老实实地将驱鬼符塞进口袋里 完事了 二人这才提着手电筒 走出宿舍 朝着闹鬼的女生宿舍楼走去 音乐阴日 紫时 全年之中 阴气最重的一天 空气仿佛被添加了年筹剂 让人感觉极不舒服 长长的宿舍走廊 在这个炎热的季节 居然吹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寒风 林子彤六人来到了闹鬼的那一层 他们看着长长的走廊 心里居然已经有些范畜 李涛为了表现自己 特意提出要走最前头 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自言自语道 妈的 明明这么冷 我怎么反倒还出汗了 其实现在的温度依然很高 足足有30度 他们之所以觉得冷 却是因为阴气所致 六人之中 只有林子彤没有出汗 陆采薇与林子彤站的近 受到他的保护 才比其他人稍微好一点 周辉也说道 这鬼地方还真的挺邪门的 看来咱们今晚来对地方了 胆大的方慧栏催促道 咱们快点进宿舍 别被巡夜的保安给抓住了 六人往前走 说来也奇怪 天空上的月亮明明很大很亮 走廊也有路灯 可大家的能见度却很低 几乎五米之外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好不容易来到闹鬼的宿舍外 李涛装着胆子 往宿舍里看了一眼 宿舍里空荡荡的 除了几张生锈的铁架子和书桌以外 什么都没有 倒是宿舍的阳台上挂着一串风铃 但风铃一动不动 异常安静 宿舍居然没锁门 看来闹鬼的传言是假的 否则学校肯定早就锁起来了 周辉调侃道 住在这一栋宿舍的方慧栏 心里却觉得奇怪 白天的时候他来看过 宿舍大门分明是锁着的 为此他们还专门带了开锁工具 结果现在根本用不着了 李涛踢开门 六人前后走了进去 走在最后的陆采薇 顺手关上了门 长长的走廊 再次陷入了死寂当中 妾 什么红衣厉鬼 什么鬼阴西脚趾头 都是骗人的 这里头分明什么都没有 李涛随手捡起地上的破旧报纸 擦了擦生锈的床架 一屁股坐了上去 不屑地说道 一点都不刺激 刘一害怕地说道 这里没什么好玩的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 来都来了 哪能这么空手回去啊 周辉笑着拿出手机 拉着刘一道 咱们一起在这里拍照合影 留个纪念吧 赶在闹鬼的女生宿舍里自拍 以后吹牛都有资本了 周辉心里这么想着 硬是拉着刘一合影 随着闪光灯闪过 周辉点开手机相册 想看看刚才自拍的效果 却发现 照片里留意的脸总是模糊不清 好几张都看不清楚她的模样 奇怪 我刚才拍照的时候 手抖了吗 周辉疑惑道 李涛笑道 就这还阳气足呢 我看你是肾虚还差不多 滚犊子 几人打闹的功夫 林子彤已经在宿舍里走了一圈 就连阳台和厕所都去看了一遍 令她觉得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找到 有任何鬼魂的踪迹 普通的鬼魂智力低下 状态不稳定 只能在死去的地方 漫无目的地游荡 而像红衣厉鬼这种级别的 完全将自己寄托在某件 阴气中的物品上藏身 而刚才林子彤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鬼魂的藏身之处 难不成红衣厉鬼和鬼鹰 已经离开这间宿舍了 正在林子彤思考之时 方慧兰忽然拿出了纸笔 神秘兮兮地对大家说道 要不咱们一起玩比先吧 林子彤心里叹气 这帮家伙还真是不怕死啊 尤其是方慧兰 她不去当恐怖电影的编剧 真是可惜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 比她还能做死的人了 刘依和陆采薇还算正常 两人迟疑了一下 说道 那样会不会不太好 万一真的出了什么事 咱们是玄学研究社 又不是迷信研究社 现在是科学时代 难不成你们还以为 这个世界上有鬼啊 方慧兰嘲笑道 周辉和李涛两个男生 在这个时候 当然不能表现出认怂的一面 他们立刻复合方慧兰 甚至已经围坐在一起 准备开始游戏了 来嘛 有什么可怕的 真有鬼出现 咱们俩大男生在这里 还怕保护不了你们吗 李涛自信地说道 陆采薇看向林子彤 她想着 若是林子彤拒绝了 她也二话不说 跟着林子彤回去 但没想到 林子彤居然同意了 还带头加入其中 无奈之下 陆采薇和刘依 也只能加入 众人围坐在一起 林子彤的左右两侧 分别是陆采薇和方慧敏 正前方则是刘依 周辉和李涛 坐在刘依的身边 大家准备好了的话 就把手都握在这支笔上 游戏开始以后 不管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都不能松开手 否则请来的笔先 可就不走了 周辉说着说着 就音笑起来 故意吓唬刘依 气得刘依忍不住 用小粉全锤她的胸口 大家深吸一口气 纷纷握住了笔 与此同时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 宿舍里只剩下呼吸声 和心跳声 众人沉默了一阵 刘依居然掀开了枪 笔先笔先 我是你的今生 如要与我续缘 请在纸上画圈 大家诧异地看向刘依 没料到胆子最小的她 居然还知道 召唤笔先的口诀 刘依红着脸说道 前几天刚好看了 笔先的恐怖电影 所以才知道这个 我就说嘛 你还能懂这个 哈哈 嗯 周辉话音未落 突然感觉到手上传来一股力 震惊地发现 六人握着的笔 居然自己动了起来 歪歪扭扭地 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与此同时 阳台上挂着的风铃 也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诡异的是 大家都没有感觉到有风 一股恐怖的气氛 在六人之间弥漫起来 陆采薇忍不住 向林子彤靠了靠 哈哈哈哈 却在这时 李涛突然大笑起来 圈是我画的 瞧把你们吓的 妈的 李涛 你太过分了 周辉生气地说道 我倒是没什么 吓坏了社长怎么办 李涛咳嗽几声 好了好了 我不吓唬你们了 咱们正经完 我有预感 刚才虽然是 我在吓唬你们 但笔先肯定已经来了 其实李涛在 悄悄使劲的同时 也感觉到 笔上有另一股力量 在与他一起划圈 他推断 刚才有另一个和他一样 再使坏心思 这个人多半是周辉 把妹子吓唬到 妹子自然就投怀送爆了 李涛特别了解周辉的小把戏 心里还暗自打算 待会儿还要再吓唬大家一次 最好把林子彤给吓到 说不定两人 因此能擦出一点火花呢 众人调整好心态 陆采薇先开口 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 有了陆采薇打头 大家也开始询问起来 大概就是 我今年会找到男朋友吗 我能顺利毕业吗 我以后会变得很有钱吗 这类的问题 笔先也很给面子 圈圈叉叉地画个不停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甚至有点忘记了 自己身在何处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的刘依 我问一个问题吧 周辉感觉有些不对劲 插嘴道 依依 你要是害怕 可以不玩这个游戏 可刘依已经问出了口 笔先笔先 请问你是怎么死的 此言一出 众人不约而同的浑身一颤 询问笔先的死因 乃是玩笔先的大忌 这会招来笔先的怒火 和无休止的报复 李涛脸色发青 有些生气地说道 刘依 上来就玩这么刺激的 你故意玩我们呢 方慧兰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你不是说你胆子最小吗 亏我们还这么照顾你 原来你是半猪吃老虎 刘依低着头不说话 周辉突然触电般地 缩回握着笔的手 惊讶地问 依依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 一瞬间 大家全部回过神来 他们可是 身在一个闹鬼的宿舍啊 刘依刚才的几次反应 也太过反常了一些 大家不由自主地松开了笔 只有林子彤 还握着笔杆子 同时眉头紧锁地盯着刘依 只见刘依低着头 不答应大家 她的肩膀轻微地颤抖 宿舍里响起了若有若无的笑声 周辉咽了咽唾沫 一手搭在了刘依的肩膀上 问道 依依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我是挺不舒服的 刘依低着头 声音很细 很尖 仿佛根本不是她 自己的声音一般 我的肚子上 插着一柄匕首 周辉 你帮我把它拔出来好不好 周辉闻言 瞬间吓得毛骨悚然 方慧兰也脸色一白 强颜欢笑道 刘依 你别吓唬我们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李涛忍不住踢了周辉一脚 还愣着干什么 你自己女朋友能不能交好 现在装神弄鬼 也推下人了点 被大家指责 周辉脸上也挂不住 心里冒出了一股怒火 控制不住的一巴掌 拍在刘依的脑袋上 死女人 让老子丢脸 赶紧把头抬起来 挨了周辉一巴掌 刘依居然也不哭不闹 只是回想在宿舍里的笑声 越发的明显起来 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嘻 刘依居 刘依缓缓抬起头来 她的脸苍白得好像一张纸 脸上挂着病态般的笑容 双眼瞪得滚圆 你们不是想知道 我是怎么死的吗 嘻嘻嘻 我死的时候啊 就掉在你们的脑袋上 我的肚子上啊 插着一柄匕首 匕首穿过我的肚子 钉在我儿子的脑门上 你们说 瞧不瞧 瞧不 瞧 呀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吓得失声尖叫 而林子彤 也瞬间回过神来 之所以没有在宿舍里 找到厉鬼的藏身之处 是因为 打从他们进入宿舍的那一刻起 红衣厉鬼 就已经上了刘依的身 而他们 居然还跟着这只红衣厉鬼 玩好好久的比线 呼 叮铃铃 原本死寂的宿舍 突然间阴风大作 阳台的风铃叮铃叮铃地响得不停 光是听着 就让人觉得渗得慌 更别提眼前 还有一个鬼上身的刘依 刘依一抬头 除了林子彤以外 所有人都被吓得失声尖叫 方慧兰第一时间往大门跑去 手忙脚乱地想要开门 但原来根本没有上锁的宿舍门 此时不论他怎么用力 死活都拽不开 滚一边去 让我来 李涛一把将方慧兰推了个跟头 然后上前狠狠地踹了宿舍门脊脚 可大门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宿舍内 尖叫声 撞门声 刘依的哭声 混在一起 但宿舍之外 那条长长的走廊 却是无比安静 门打不开啊 李涛惊恐地喊道 刘依惨笑起来 嘻嘻嘻嘻 不是你们自己想要到宿舍里陪我玩的吗 为什么现在反而要走了 宝儿 你可不能放他们走啊 刘依的话音刚落下 周辉突然一头撞向李涛 李涛躲闪不及 跌撞在床架子上 险些被突出的床架子刺穿身体 他怒骂道 周辉 你他妈干什么 周辉满脸惊恐神色 声音沙哑地喊道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啊 这时 方慧兰尖叫起来 他指着周辉的头顶喊道 他在你的脑袋上 众人连忙看向周辉的脑袋 所看到的画面 足以成为他们一辈子的阴影 只见周辉的头顶 趴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孩 小孩不过巴掌大 却好像寄生虫一样 死死地扣在周辉的脑袋上 他张大了嘴巴 用上颚死死咬住周辉的额头 一双空洞的眼眶里 只有一个针孔大小的红点 那就是他的瞳孔 鬼 真的有鬼啊 李涛下的屁滚尿流 竟把方慧兰强行拉拽着 挡在自己的面前 方慧兰更是吓得掉眼泪 不停地挣扎 奈何力量没有李涛的大 根本无法反抗 此时他们才知道后悔 放着好日子不过 却做死 要到这闹鬼的宿舍里探灵 灵是探着了 但估摸着自己的小命也不保了 子 子童 陆采薇一直躲在林子童的身后 刘一和周辉也没有针对他们二人 所以陆采薇虽然害怕 但还算没有失去理智 他小声说道 子童 我们从阳台跳出去吧 他算是明白 为什么上周 那个保安会坠楼了 遇到这种情况 或许跳楼才是唯一的选择 林子童连忙拉着陆采薇 警告道别做傻事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姐姐 我知道你是女强人 但鬼不吃您这一套啊 陆采薇都快急哭了 碰 这时 被鬼鹰所控制的周辉 突然举起了桌子 狠狠地砸向李涛和方慧兰二人 方慧兰被李涛挡在前面 受到桌子重击 疼得眼泪直流 甚至都说不出话来了 这一幕让刘一看到了 他那双铜灵大的眼睛里 竟流出了更多的血泪 男人全都不得好死 刘一扭曲着身体 猛地朝李涛俯冲而去 他顺手捡起地上的铅笔 直直捅向李涛的肚子 他的速度极快 李涛根本来不及躲闪 扑呲 李涛瞳孔一缩 随后痛苦地惨叫起来 刘一将半根铅笔 插进了李涛的肚子里 更可怕的是 李涛的痛苦仿佛成了 刘一的兴奋剂 他拔出铅笔 又捅进去 如此往复 几秒的功夫 已经捅了李涛十几下 最终李涛因为承受不了 这样的痛苦 直接倒地昏厥了过去 方慧兰似乎也因为 极度的害怕 紧跟着昏迷 宿舍里 只剩下被红衣厉鬼 控制的刘一 被鬼影控制的周辉 还有林子彤 陆采薇二人 陆采薇此时害怕到了极点 他知道 女鬼和鬼鹰 解决了另外两人 接下来肯定要找他 和林子彤的麻烦了 果不其然 周辉裂开了嘴 嘴里发出了婴儿般的尖锐的笑声 他捡起地上断裂的捉腿 朝着林子彤二人冲来 刘一见到这一幕 竟还鼓励道 宝儿 好好玩 慢慢玩 今天来的人可多了 等你玩累了 妈妈再帮你把他们的魂魄抽出来 让他们永远陪在你的身边 就在周辉冲到林子彤面前 即将攻击到林子彤的那一刹那 林子彤忽然从背包里 抽出一把糯米 撒向周辉 啊 哇 周辉和鬼鹰同时惨叫起来 那撒在他们身上的糯米 就好像一颗颗滚烫的小石子 直接在周辉的脸上 烫出了无数个血包 鬼鹰的身上更是冒起了黑烟 或许是因为疼痛 鬼鹰吓得松开了周辉的脑袋 一溜烟窜回到刘一的怀里去了 而周辉也两眼一翻 晕倒在地 陆采薇惊喜地说道 原来子彤你早有准备 糯米还有吗 分给我一点 本来无比害怕的陆采薇 发现林子彤准备了制胜的法宝 心里的害怕竟然消退了几分 甚至跃跃欲试也想尝试着对付鬼 然而林子彤却摇了摇头 没有了 啊 那陆采薇瞬间恢复了刚才的害怕 整个人躲在林子彤的身后 受到伤害的鬼鹰 哇哇大哭个不停 抱着她的留衣 脸色也越发难看起来 她瞪圆了双眼 死死地盯着林子彤 你 你竟敢伤害我的孩子 你和前些日子那个保安一样 都不是好东西 林子彤默默地从书包里拿出了招魂铃 系在手腕上紧跟着又取出了一串 用红线串好的铜钳 使劲一抽 铜钳竟排列成了一柄手臂长短的铜钳剑 既然你已经死了 何必留在阳间危害一方 不如我送你们母子俩去投胎转世 林子彤轻声说道 你懂什么 我们母子俩是冤死的 我们有冤 害死我们的那个王八蛋 还没有死 我们怎么甘心去转世投胎 刘依尖声大吼 随后从李涛的肚子上拔出铅笔 刺向林子彤 林子彤赶忙带着陆采薇躲闪 同时喝道 你是自杀 怨不得谁 阳间有阳间的公道 阴间有阴间的公道 你若是不守规矩 也别怪我不客气 胡说 我不是自杀 刘依呲牙咧嘴 仰头长气 鬼鹰也是愤怒无比 小小的身子剧烈颤抖 最后发出了一阵无比刺耳的惨叫声 这道惨叫声 让林子彤和陆采薇头疼欲裂 任凭他们怎么捂着耳朵 声音就好像一根根尖锐的刺 扎在他们的脑袋里 等到林子彤回过神来 刘依还在那 但鬼鹰竟已经消失不见了 林子彤脸色大变 转过头看去 那鬼鹰果然趴在陆采薇的脑袋上 张大了嘴巴 眼看就要啃住陆采薇的额头 把他也控制住 放肆 慌乱之中 林子彤一剑劈下 竟消掉了鬼鹰的一只手臂 鬼鹰再次溜走 哭声回荡在宿舍里 极为诡异圣人 采薇一会儿我替你破开门 你先出去 出去了就安全了 林子彤抓着陆采薇的手说道 陆采薇害怕道 那你呢 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他们 话音踩落 林子彤便拽着陆采薇 冲到宿舍门前 只见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道符 扔向宿舍大门 道符贴上大门 无火自燃 紧接着那紧锁的大门 竟吱压一声 自动打开了 还没等陆采薇缓过神来 瘦小的他便被林子彤给扔了出去 紫童 碰 房门请客间关上 林子彤与女鬼鬼鹰被锁在里头 紫童 贪坐在地上的陆采薇 惊魂未定地盯着宿舍大门 他根本没想到 本只是一次猎奇探险 最后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林子彤身怀绝技 恐怕今晚大家都要交代在里头 此时是他后悔万分 不知林子彤要面对怎样的凶险 而他只能在门外 什么都做不了 此时 一道手电筒的光束 打在了陆采薇的脸上 颜哥 这里有个妹子 陆采薇下的浑身一颤 本能地往后退 但看清楚来人 竟然是两名身穿保安制服的男生 陆采薇顿时好像找到了救命稻草般 赶紧上前抓着两人喊道 求求你们 帮帮忙 这间宿舍里有鬼 我的好朋友还在里面 在阴月阴日的阴时逛鬼屋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严守一叹了口气 对陆采薇说道 你确定你看到了鬼 而不是自己吓自己 看到了 真的有鬼 一只女鬼 上了我朋友的身 还有一只鬼鹰 喜欢趴在人的脑袋上 陆采薇着急忙慌地解释道 龙飞城已经开始推门了 可宿舍门显然不是用蛮力可以推开的 颜哥 门推不开啊 龙飞城喊道 厉鬼封门 就算拉来一头牛 也撞不开 严守一道 陆采薇听严守一这么说 便立刻知道他也不是普通人 他连忙哀求 保安叔叔 求求你出手救救我的闺蜜 他是为了救我 才被困在里面的 你喊我什么 严守一眼睛一瞪 不敢相信自己 已经到了当叔叔的年纪 但这也不怪陆采薇 走廊的灯光太昏暗 他又太过害怕着急 没看清楚严守一的长相 这才把他喊做叔叔了 不过此时并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 严守一走上前 让龙飞城闪到一边去 自己取出象牙毛笔 沾了点口水 便在宿舍大门上 逼走龙蛇 八方威神 使我自然 胸会消散 盗气长存 急急如律令 碰 一股比林子彤之前那张道符 还要强大的力量 直接将宿舍大门撞开 严守一第一个冲了进去 将眼前的人扑倒在地 骑在他的身上大喝道 阴阳殊途 休得纠缠 我这就送你上路 然而被严守一骑在身下的女鬼 却大喊道 大傻子 你睁大了眼睛 看看我是谁 正在严守一感慨 城里的女鬼 身材比他过去遇到的女鬼 都要好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下的女鬼怒骂声 他不由得一愣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定睛一看 瞬间傻眼 臭丫头 你怎么在这里 身下的林子彤 咬了咬阴牙 我反倒要问你呢 还不赶快起开 严守一一个翻身 从林子彤身上下来 顺手又一提 将林子彤拎了起来 谁曾想站起来的林子彤 直接反手抓住严守一 然后麻烈地用手腕上的招魂灵 把两人的手捆在了一起 像是戴手铐似的 你这是干什么 严守一一惊 几次挣扎都无果 严守一坏笑道 招魂灵被我下了咒 除了我 没人能把我们俩分开 强行分开 只会魂魄受损 哼哼 这回看你还怎么跑 严守一哭笑不得 这闹鬼的宿舍 最可怕的是 红衣厉鬼和鬼鹰吗 怎么如今看来 林子彤才是最可怕的那位 严哥 我来帮你 这时 门外的龙飞城 撇下陆彩薇 闷头冲了进来 严守一转身 便一脚将龙飞城踢了出去 龙飞城摔得个狗啃泥 回过头的时候 宿舍门居然又重新锁上了 严守一的声音飘了出来 我有帮手了 你守在门外 保护好那位小姑娘就行 龙飞城无辜地坐在地上 怨念地看了一眼 宅男杀手陆彩薇 如果是平日子 龙飞城肯定很愿意 和这么可爱的女生单独相处 但现在 他只想冲进去 帮严守一抓鬼 这或许就是 他一直单身的原因吧 宿舍里 严守一主动关上房门 还在门上贴了一张道符 这是反过来 将女鬼和鬼鹰困在里头了 红衣厉鬼似乎知道 严守一来者不善 抱着鬼鹰站在宿舍最角落 眼神阴冷地盯着严守一二人 封好门后 严守一打量着被女鬼上身的刘一 还有他怀里的鬼鹰 大傻子 你要小心点 他们没那么好对付 林子彤好心提醒道 那你倒是把招魂灵解开啊 一会儿打起来束手束脚的 严守一郁闷到 林子彤小嘴一撅 没门 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严守一 看样子 现在是甩不掉这个拖油瓶了 不过严守一和林子彤心里都有数 眼前这两只小鬼 还对他们造不成什么威胁 所以才敢如此拖打 严守一上前一步 力声喝道 我今日来 只为一件事 找魂 刘一被贴着墙 警惕地问 什么魂 四天前 被你们勾了魂 又从楼上推下去的那位 严守一冷声说道 他是我的亲人 若是你们不肯放魂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文言 刘一果然对此有印象 但他却应笑着说道 那位的魂阳气很足 已经被我儿子给吞进肚子里了 严守一脸色一沉 林子彤提醒道 大傻子 那鬼鹰身上煞气不够 根本没吃过魂 他在骗你 我知道 所以事情才复杂 严守一眉头紧锁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间宿舍的女鬼和鬼鹰身上 并没有很重的煞气 说明 他们只是吓人 而没有勾人魂魄 吸人扬气 可陈大为的魂 确实是丢了 也确实是女鬼和鬼鹰下的手 但他们俩又不吃魂魄 为何要勾走陈大为的魂 而且 他们将陈大为的魂 藏到哪去了 思索了一阵 严守一抬起头来 嘴角微微上扬 臭丫头 你在驴山派的师傅 有教过你去鬼咒吗 当然 那一会儿 那个女鬼就交给你对付了 你什么意思 喂 不等林子彤回过神来 严守一就拽着他 往刘一冲去 刘一大惊失色 随后脸色也变得凶狠起来 他手握成爪状 用力一挥 宿舍两边的床架子 便剧烈抖动起来 最后凌空飞起 撞向两人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万劫 正无神通 三界内外 围到独尊 金光速限 覆户无身 严守一一边跑 一边念动口诀 随后他的周身爆发出一阵金光 将他与林子彤包裹其中 两侧飞来的床架子 仿佛撞到了一面透明的墙似的 又反弹了回去 未能伤害严守一二人分毫 林子彤惊讶到 龙虎山的金光神咒 别惊讶 一会儿用你驴山派的招数练练手 严守一一调侃道 两人请客间冲到刘一的面前 严守一提腿一踹 将刘一踹倒在地 随后手中多出了一个墨斗 从墨斗上抽出墨线 缠绕在刘一的脖子上 刘一疯狂挣扎 但墨斗上的力量 对他有着绝对的压制作用 所以他根本掀不起任何波澜 严守一从后方按住刘一的脖子 然后喝道 臭丫头 虚鬼咒 天有三骑日月星 通天透地鬼神经 若有凶神恶煞鬼来临 地头凶神恶煞走不停 急奉祖士驴山令 扫除鬼邪万妖精 林子彤快速念动咒语 手中打出梨文狮子印 狠狠地打在刘一的脑门上 刘一浑身一颤 随后张大了嘴巴 口中吐出了一团黑烟 黑烟飘上半空 迅速形成一道人影 正是一道红衣女子的模样 虽然看不太清楚面容 但严守一刻一感受得到 这名女子的面容 肯定比刘一更争鸣好几倍 你们不得好死 女鬼发出恶毒的诅咒 是吗 严守一冷笑一声 顺手一提 那鬼鹰不知何时 竟然被严守一趁乱抓住 拎在手里 女鬼顿时紧张起来 我的宝 放开我的宝 否则我和你拼了 鬼鹰也在不停地挣扎 奈何他根本不是严守一的对手 严守一顺手掏出一张道符 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掐着 在胸前念动口诀 道符无火自燃 只见严守一顺势一甩 被火焰燃烧的道符 净化作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刀 我有一柄斩破刀 可叫天地轻覆 山河断流 阴阳逆乱 手持斩破刀的严守一 显得格外冷漠无情 这把武器散发着的煞气 就连红衣厉鬼都望尘莫及 林子彤见到这一幕 眼神中浮现出了一丝疑惑 刚才严守一使用的 正是驴山派的燃斧取物 但严守一会这一招 他并不意外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严守一手里的斩破刀 这把刀上煞气浓厚 不知杀了多少无辜之人 才能练成 此刀一出 神鬼皆惊 严守一的手里 怎么会有这么一把 厄运缠身的刀 以他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对这种武器 嗤之以鼻才对 但眼下不是发问的时候 严守一将斩破刀 直接架在了鬼鹰的脖子上 非常时期 要用非常手段 严守一冷声说道 告诉我 那个保安的活去哪了 否则我让你的儿子再死一次 女鬼顿时慌了 住手 别伤害他 快说 我说 在如此威胁之下 女鬼终于松口 有个道士 让我们给他收集活人魂魄 事成之后 他就替我们母子俩 报仇血恨 道士 严守一和林子彤对视一眼 这事儿与严守一想得不错 果然没有那么简单 没想到这女鬼和鬼鹰背后 还牵扯到了一名邪恶的道士 严守一又道 前因后果 细细说来 女鬼跪在地上 缓缓说道 我生前之事 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 唯一不同的是 我并非是自杀 女鬼抱着孩子 淒淒惨惨 细细说出当年的真相 那日被那个王八蛋给玷污之后 我十分害怕 不知该找谁帮忙 又害怕事情传出去 我的前途也毁了 我本想忘了那些回忆 却没想到 我竟然怀上了 那个男人的孩子 孩子的爸爸 虽然是个混蛋 但孩子是无辜的 为了孩子 我鼓起勇气 去找了那个混蛋 告诉他我怀孕的事情 没想到他不仅不认账 还反过来说 我不检点 我忍无可忍 告诉他若是不负责 我就去告发一切 他的态度顿时转变了不少 让我给他几天时间考虑考虑 可没想到 当天晚上 他伙同另外两个男人 闯进我的宿舍 一刀刺进了我的肚子 趁我没有反抗之力 又把我吊了起来 我好惨 我好恨 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为什么上天要这么对我 如今我和孩子被困在宿舍里 永远无法离开 而那个混蛋 却还在逍遥法外 风风光光 不论如何 我也忍不了这口气 后来 突然有一天 有个道士闯入宿舍 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帮他收集到七个人的魂魄 他就会帮我们报仇血恨 杀了那个王八蛋 并且释放我们的魂魄 让我们母子俩好去投胎转世 我报仇心切 只能答应 但我向来只是勾走他们一魂一魄 虽然对他们有所影响 但最后他们 还是能够恢复如初的 只有上回那个保安 非要置我们母子俩于死地 我们才不得以下手 勾走了他的二魂三魄 又把他从阳台推了下去 事情的前因后果便是如此 直到那名道士的出现 给了他们报仇的希望 他们这才走上歧途 听完了女鬼的故事 林子彤有些于心不忍 他们母子俩也是可怜人 那个杀人凶手和道士 才是罪魁祸首 严首一的脸色也缓和了一些 但并没有放松警惕 斩破刀也没有离开鬼鹰的脖子 你已经勾走了多少人的魂魄 五个算上上次的保安 勾到魂魄以后 你要怎么交给那名道士 他每周六的子时会过来取 林子彤提醒道 今天是周三 还有三天时间 严首一思考了一阵 随后 他将鬼鹰抛向女鬼 女鬼连忙伸手接住 母子俩依偎在一起 看向严首一的眼神里 充满了恐惧 严首一随手一挥 斩破刀再次燃烧起来 顷刻间消失不见 他说道 念在你们母子俩可怜的份上 勾魂的事我不予计较 但我有个条件 这周六 到时来的时候 你们必须配合我演一场戏 我要抓住那个暗中收集魂魄的妖人 若是事情办成了 我也能送你们母子俩 去转世投胎 女鬼听后 不服地咬了咬牙 你能替我们报仇吗 阳间有阳间的工序 严首一答道 就在女鬼和林子彤 都想要争取些什么的时候 严首一又补充道 不过 我认识一名很负责任的警察 我会把你的事情告诉他 相信一定能将害死你的凶手 绳之以法 女鬼和林子彤 这才把刚要到嘴边的话 给憋了回去 女鬼叹了口气 若是如此 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女鬼不信任阳首一 同样也不信任那个道士 但她也无可奈何 如今她心中唯一的愿望 就是能够报仇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 那么 告诉我 那个杀害你的凶手 叫什么名字 阳首一问 提起此人 女鬼的愤怒 让宿舍里的温度 都下降了不少 她叫 董叶 你说害死你当晚 除了董叶以外 还有另外两人 他们是谁 你还记得什么吗 女鬼摇了摇头 当时董叶来敲门 进屋后 就把我的脑袋蒙起来了 之后我感受到 还有另外两人帮忙 我唯一记得的是 当时慌乱之下 我用卷发棒 烫伤了其中一个男人的后背 林子彤也露出了为难之色 只是这点线索的话 我们恐怕很难找到 另外两个凶手 只能希望董叶归案以后 能供出另外两名帮凶吧 我们会尽力的 严守医说道 女鬼感激无比 抱着孩子 对着二人磕头感谢 严守医并不觉得受之有愧 所以也没有拦着女鬼 等到女鬼磕完头后 严守医妄想晕倒在地的周辉 作死四人组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 严守医问 林子彤尴尬一笑 事情可能闹得有点大 严守医叹了口气 在林子彤的额头上 弹了一个脑瓜崩 疼得林子彤忍不住反击了一下 但对严守医而言 这个反击不痛不痒 既然你已经拜入了驴山派 我现在让你远离这个圈子也迟了 但以后不管做什么事 三四二后行 知道吗 严守医一本正经的教育道 哼 不要你教 林子彤不服气地撅着嘴 眼里却有着一种幸福的神情 当初他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严守医也总弹他脑瓜崩 疼得他每次去找严守医的爷爷告状 然后边哭边笑 看着严守医挨打 刚才那一瞬间 他恍若隔世 仿佛两人又回到童年时期了 这里交给我处理吧 严守医说着 一脚踹开宿舍大门 对还在门外的龙飞城招了招手 进来帮忙 龙飞城正陪着陆采薇呢 严守医突然踹开大门 吓得两人都忍不住一抖 随后龙飞城小心翼翼地往宿舍里看去 却已经看不到女鬼和鬼鹰的身影了 他不由地问道 严哥 鬼 鬼呢 你看不到吗 就在你身后啊 严守医故意吓唬龙飞城 龙飞城和陆采薇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起来 他感觉自己的脖子像灌了签一样重 根本转不过去 严哥 他们该不会站在我的肩膀上吧 哎哟 哎哟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 严哥快救我 严守医医正无语 就龙飞城这胆子 用不着见鬼 自己就能把自己给吓死 他拉着林子彤走出去 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骗你的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鬼已经处理了 宿舍里还有四个人昏过去了 你进去 帮我一起把他们抬出来送医院 其他三人倒还好 李涛的伤就比较严重了 他的肚子被女鬼用铅笔捅了十几下 怕是肠子都捅烂了 龙飞城走到宿舍门口 探着头往里头瞅了一眼 确定没有看到女鬼和鬼鹰 这才松了口气 神经大条的龙飞城没有注意到 严守医和林子彤手上记者的招魂灵 但陆采薇却注意到了 陆采薇小声地对林子彤问道 子彤 你和这个小宝安是什么情况 小宝安 林子彤这才回过神来 发现严守医居然穿着他们学校保安的衣服 随后他微微一笑 对陆采薇说道 他不是什么小宝安 是我的大傻子 他是大傻子 陆采薇张大了小嘴 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医 不会吧 他就是你跟我说过 那个和你青梅竹马 最后狠心气你而去 这么多年来 一直躲着你的那个大傻子 哪怕是刚刚经历过那么恐怖的事情 也无法改变陆采薇八卦的心 只见陆采薇瞪大了眼睛 绕着严守医足足转了三圈 打量他的眼神 如同打量大熊猫似的 严守医无奈地举起手 看向林子彤 我们有那么坎坷的故事吗 对你而言当然简单了 你不过是躲着我罢了 林子彤悠怨无比地说道 你可知道 我找你找得有多辛苦 嗨嗨 宿舍里的龙飞城 看出头喊道 严哥 我觉得你们的事情 可以迟点再聊 否则这个肚子 被捅烂的小子 就要失血过多休克了 众人想起 还有一个重伤的李涛 严守医连忙说道 你们俩还是快走吧 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好 可万一你又跑了怎么办 林子彤生气地问 这一次不会了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三天后 我还要找回我伯伯的魂魄 我怎么会跑 林子彤一听 觉得似乎有道理 这才解开了招魂灵 还言守医自由 龙飞城喊道 严哥 咱俩就一小保安 这小子伤得这么重 不是什么小事 我们要怎么处理啊 林子彤闻言 低声对严守医说道 你尽管送他们去医院 我爸是上行一校最大的股东之一 到时候我吩咐下去 不会有人敢为难你的 行 你快走吧 你别再丢下我了 哎呀 少废话 严守医摆了摆手 把林子彤和陆采薇赶走 然后进入宿舍 把昏过去的四人 全部抬到走廊 女鬼和鬼鹰还在宿舍里 所以宿舍的阴气太重 就算他们没受伤 也不能在宿舍里就留 否则会被阴气缠身 虽然不致命 但绝对不好受 同时 严守医还让龙飞城叫了救护车 两人刚刚忙完 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走廊 那人惊讶地喊道 发生什么事了 严守医和龙飞城被吓一跳 等对方走近了 才认出是保安威哥 威哥打着手电筒跑过来 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卧槽 这小子伤得有点重 得赶紧叫医生过来 龙飞城解释道 我们也是刚到这儿的 还没来得及叫救护车呢 直接送医务室吧 咱们学校的医疗条件 不比正常医院差 威哥毕竟是老保安了 遇到这种事情 居然一点也不慌张 下楼一会儿 就找到了一副担架 我的腰不行了 你俩年纪轻 赶紧抬着他去医务室 我在这里照顾其他人 威哥喊道 好 严守医和龙飞城也没多想 抬着李涛就往医务室跑 等等 威哥临时又喊住二人 他们几个 该不会是在这间宿舍里出的事吧 是啊 我和你们一起走 威哥瞬间怂了 对着宿舍连拜了好几下 还直呼无意冒犯神鬼莫犯 居然真要抛弃昏迷的周灰三人 严守医无奈道 威哥 你可不能不管他们 再说 现在这里肯定安全了 否则我和小龙 不是早就出事了 威哥听了 脸色这才好看一点 他从龙飞城那里要了三根烟 叼着香烟才没那么害怕 你们去吧 我一个人可以的 严守医不再废话 两人立刻抬着李涛前往医务室 二人走后 威哥猛吸一口烟 恐惧地看着闹鬼的宿舍 低声嘀咕道 可别是真的闹鬼吧 医务室 上行医校作为一所贵族私立院校 其股东甚至有 容成某三甲医院的院长 为了保证学生们在学校的安全 上行医校的医务室内 人员设备十分齐全 李涛刚刚被抬到医务室 就被医生护士们 接去做手术了 严守医二人 此时才稍微松了口气 他们俩坐在医务室外的长椅上 龙飞城后知后觉 问道 颜哥 你和刚才那位美女的是什么关系啊 怎么你们好像认识 认识 小时候就认识了 有喝 青梅竹马呀 龙飞城羡慕道 我发现颜哥的桃花运真好 前两天扫黄被抓 都有妹子来领人 今天抓鬼 还能遇到个青梅竹马 你别瞎说啊 我和他们俩是清白的 而且 我有婚约在身 严守医严肃道 对于爱情 严守医传承了爷爷和父亲的保守 认为爱情就应该始终如一 不能三心二意 有婚约 就不能再和其他女人产生纠葛 否则就是对未婚妻的不负责任 但倘若有一天 婚约不作数了 严守医也愿意自己选择一个喜欢的女孩 严守医如此严肃 谁知道龙飞城却是意味深长地 呜了一声 紧接着用看败类的眼神看着严守医 有婚约了 还玩得这么大 你 严守一指着龙飞城 一时雨色 怎么什么事 到了龙飞城的嘴里 都变得猥琐起来了 二人说话间 一群人快步从外头走进医务室 领头的其中一人 正是保安队长高俊明 现在已经是深夜凌晨 高俊明身上的保安服 穿得一塌糊涂 连扣子都扣错了位置 可见今晚他本应该睡得很香 却被搅了轻梦 这一群人进了医务室 直接分成两伙 一伙到手术室找医生去了 另一伙人直奔严守一和龙飞城 汤校长 今晚就是他们俩值得办 高俊明指着严守一二人说道 他们刚刚上班头一天 就要求去女生宿舍巡宴 结果就发生了这档子事 我是一点都不知情的 真的 龙飞城心里暗骂高俊明 这家伙上来就撇清关系落井下石 看样子是恨不得把他们赶走呢 高俊明身边是一名戴着眼睛 长相十分严肃的中年男子 他是汤洪凯 上行一校的副校长 汤校长板着脸说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 严守一简单地回答 高俊明怒了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 今晚是你们巡夜的 结果却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必须对此事负责 严守一此时算是看出来了 下午高俊明表面上浮自己了 实则很是不爽 如今有机会就打算借题发挥 让这个汤校长做主 把他和龙飞城开除呢 简直欺人太甚 对方已经欺负到家门口了 严守一也绝不惯着 站起来大声说道 事情发生在女生宿舍 但出事的却是男生 女生宿舍十点半关门 所以 男生必定是在关门前溜进宿舍的 而据我所知 关门前负责女生宿舍的保安 是高队长你吧 我和小龙巡夜 发现状况后 第一时间救人 应该受罚吗 不 我们应该受到嘉奖 否则以后上行一校的保安 再遇到这种事 干脆都事不关己 高高挂齐好了 反正学生的死活与我们无关 大不了就是换工作罢了 管了还得被骂受罚 这是什么道理 高俊明显然没想到 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严手衣 说起话来 居然一套一套的 搞得他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反驳 张着嘴巴吱吱吱了半天 汤校长沉默了一阵 似乎是认同了严手衣的说法 他望向高俊明 质问道 你是怎么管的女生宿舍 我 这个 呃 高俊明哑口无言 因为他白天一般都去校外打牌去了 只有晚上有可能遇见穿睡衣的女学生时 才会去女生宿舍巡逻 所以要说李涛他们是在自己的管辖时间内 溜进女生宿舍的 高俊明还真没法反驳 见高俊明这个反应 汤校长脸上也挂不住了 他直接说道 今晚过后 你先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吧 高俊明急了 大舅 您可不能 闭嘴 汤校长喝道 原来汤校长就是高俊明的大舅 高俊明之所以能当保安队长 全靠的汤校长 只不过汤校长也知道 高俊明是什么德行 正巧借着这个机会 把他赶回老家 省得以后再惹出麻烦 高俊明不敢忤逆汤校长 只能忍气吞声 但眼里充满了不甘 和对严守医的恨意 龙飞城比较直兴子 看到高俊明倒霉 他直接咧着嘴笑了起来 差点没把高俊明给气死 你们俩也别高兴得太早 汤校长冷不防地说道 学校出了事 总归要有人担责 我看你们俩还年轻 应该不愁找不到工作 回头去财务处 领了这个月的工资就离开吧 龙飞城的笑顿时僵硬在脸上 不明白这个汤校长 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而严守医心里却门清 那高俊明再怎么说 也是汤校长的亲人 汤校长可以开除高俊明 但也绝对不会留他们俩人 这样的人 严守医这些年走南闯北 早已司空见惯了 做不做保安 严守医不在乎 但三天后 他还要抓那名神秘的道士呢 如果没了保安的身份 恐怕会很麻烦 汤洪凯 这时 医务室外又开了一辆车 车上走下的是一名西装革履的老人 正是他喊了汤校长的名字 汤校长见到老人 不由得一愣 随后赶紧迎上去 叶老爷子 您怎么来了 老人虽然一把年纪了 但腰杆鼻挺 精气神十足 他拄着一根如同白玉一般 温润光滑的西式拐杖 一边走进医务室 一边说道 这位小兄弟 是我们邻家的贵人 他想当保安 就让他当吧 叶老爷子说的 正是严守医 严守医见到叶老爷子 也是会心一笑 他知道这是 林子彤找人来帮自己解围了 叶老爷子名为叶成福 是邻家几十年的管家 当年严守医还在邻家的时候 就与他十分熟络了 这么多年过去 叶成福的头发白了不少 但精神头十足 看他现在的这个情况 想必已经从管家的身份退休了 多年的效忠 让他成为了邻家的一员 地位非凡 汤校长惊恶地指着严守医 叶老爷子 你说 他是邻家的贵人 叶成福无视了汤校长 来到严守医面前 笑着打量着严守医 忍不住感慨 守医真的长大了 这么多年来 你也不知道回去看看 邻老爷子时常念叨你呢 前天晚上接到你的电话 我可是激动得 整晚没睡好觉 你说说 该怎么补偿 我这个老人家 严守医迟疑了一下 要不 我请您老人家哈啤酒 叶成福沉默了一下 随后哈哈大笑 摇着头道 臭小子 还是一点都没变 嘿嘿 我这也是 遵从我老爸的意思 始终如一 说得也对 哈哈 一老一小 就这么无视了其他人 在医务室里大笑起来 汤校长此时 不敢怀疑两人的关系 他回头狠狠地 瞪了高聚明一眼 高聚明委屈无比 低声对汤校长说道 大舅 严守医他 确实是关系户 那个王家的 少爷王康 还很怕他 但是我没想到 后台这么硬 居然是邻家的人 少废话了 你竟知道给我惹麻烦 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汤校长忍不住 打了一下高聚明的脑袋 邻家是上行一校 最大的股东之一 并且 邻家对接上行一校 最大的化石人 就是这位叶老爷子 只要叶老爷子一句话 他这个副校长 都可以滚蛋的 所以 此时汤校长 心里慌的一批 努力想着 该怎么补救现场的状况 叙旧也叙旧完了 叶成福一边替 严守医整理 有些凌乱的制服 一边头也不回地 对汤校长说道 汤校长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汤校长连忙说道 严守医负责认真 办事稳重 所以我还是坚持 刚才的打算 让严守医和龙飞城 领了这个月的工资 然后离开现在的岗位 升职为保安队队长 和副队长 此言一出 连龙飞城都忍不住 对汤校长的救场能力 佩服的五体投递 居然硬生生 给这家伙圆回来了 叶成福也笑了 行 那就按照汤校长说的安排吧 汤校长心里捏了把汗 按道 好歹是熬过来了 得知严守医的身份不凡 汤校长已经想好了 以后能照顾的 必定要照顾着他点 若是能够得到林家的支持 未来升职郑校长的机会就有了 守医 你们还有别的事吗 如果空闲的话 不如陪我这个老人家走一走 叶成福提出了邀请 没问题 严守医看得出 叶成福似乎有什么话 想对自己说 于是欣然答应 汤校长连忙道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就好 您几位尽管放心 龙非诚迟疑了一下 那我 先回宿舍睡觉去 去吧 严守医点点头 而后跟着叶成福一起走出医务室 一老一哨的身影 逐渐被黑暗吞没 月光之下 上行一笑的园艺景观区内 两道身影缓缓漫步 由于是凌晨 学生们都被关在宿舍里头 所以 偌大的景观区内 只有他们二人 严守医掏出一包 从龙非城那儿拿来的廉价香烟 对叶成福说道 叶爷爷 来一根 您别嫌弃我 这烟太廉价 瞧你小子这话说的 好像我没有过过苦日子似的 叶成福接过烟 一老一哨 就这么巴达巴达地吸了起来 香烟烧了半截 叶成福问 你爷爷他身体还好吗 严守医沉默了一阵 颇为无奈地说道 爷爷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叶成福的脚步顿住了 脸上浮现出惊恶之色 随后转变为悲伤 长叹了一口气 若不是当年你爷爷指点迷惊 林家断不可能有如今的风光 我们家老爷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可惜你们鲁般传人云游四海 神龙见首不见尾 林家想报答你爷爷 也没有这个机会 如今好不容易遇见了你 却传来你爷爷的死讯 若是我们家老爷知道了 不免又要悲伤好一阵了 严守医微笑道 爷爷他早就知道自己的大县将至 死的时候 我陪在他床边 他是抱着我奶奶的照片走的 走之前还吃了一大碗 他最喜欢的老烟精混沌 吸了一大口他最爱吸的汗烟 唯一的遗憾是 他老人家到死都没能等到老爸出狱 对于爷爷的死 严守医虽然不舍 但总归没留什么遗憾 爷爷虽然一生清平 但这辈子也走过了大江南北 见识了祖国的山河壮丽 也算不虚此行了 以前严守医问过爷爷爷 鲁般传人有这本事 当年选武缺三弊的时候 为什么不选其他的 然后靠着本事坐拥荣华富贵 爷爷告诉严守医 人这一生最无用的就是金钱 所以严守医也选择了放弃财富 严守医也问过爷爷 为什么鲁般传人是这样的命 爷爷回答 今生的苦是前世的孽 一切都是早已经注定了的 听严守医提起他的父亲严愁 叶成福不由地问道 你父亲什么时候出狱 12月严守医笑道 这也是我来荣城的目的之一 接我老爸出狱 一眨眼已经过去十年了 你爷爷人脉通天 怎么就不愿意找关系 把你父亲捞出来呢 其实这事儿 我们邻家也可以帮忙的 叶成福疑惑道 严守医摇了摇头 爷爷说了 这十年的牢狱之灾 是老爸必受的苦 若是强行把它捞出来 老爸会遭到更严重的天前 结果就是死亡 叶成福叹了口气 忍不住感慨 鲁般传人的命运坎坷 人人都想窥探天机 但如今看来 当个无知且知足的普通人 其实也蛮好的 叶成福吸了一口烟 犹豫再三 拆下决定 他说道 首医啊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 是有另外一点事情的 叶爷爷但说无妨 当年爷爷给邻家造祖宅的时候 严守医吃住都在邻家 当时颇受叶成福的照顾 即便叶成福只是邻家的一名管家 但严守医 还是把他当作一名长辈 来尊重 你这次到荣城 已经见到子彤了吧 唉 想当年留着鼻涕舔棒棒糖的小丫头 现在已经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大姑娘 不仅接手了邻家的诸多生意 还拜入驴山派掌门坐下 放眼整个荣城 怕是都找不到 能与子彤媲美的女孩了 叶成福说着 眯着眼睛盯着严守医 盯得严守医浑身不舒服 严守医尴尬地咳嗽两声 子彤是长大了 不过叶爷爷 您到底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子彤也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 既然已经回荣城了 要不要考虑考虑 叶成福笑着说道 你们家对邻家有大恩 若是我们家老爷知道是你 绝对不会反对这门亲事的 严守医张大了嘴巴 有些意外 想不到叶成福找他居然说的是这事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摇着头说道 不行 我已经有婚约在身了 什么 叶成福的语气里 意外中带着不甘心 对方是谁 什么家庭背景 是荣城人士吗 严守医老老实实回答 荣城人士 西湖李家 西湖的李家 叶成福重复了一遍 眼神十分复杂 知无了许久 才长叹一声 若是李家的话 也就情有可原了 勉强与你们门当户对 哎 造话弄人 造话弄人啊 而且是我爷爷他老人家亲口定下的 所以我不能随意改变 除非对方想要退掉这门亲事 严守医低着头说道 况且 我们鲁班传人四海为家 我命中又缺财 子彤跟着我只能吃苦 他未必受得了 叶成福苦笑着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地拍了拍 严守医的肩膀 说道 守医 你太小看爱情了 我说的是事实 行了 既然你已经有婚约在身 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这件事 我会告诉我们家老爷 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过 叶爷爷爷还是要劝你一句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莫等到将来醒悟时 才追悔莫及 严守医不答话 默默地吸了一口烟 叶成福慈祥地望着严守医 手中的香烟慢慢燃尽 迟些时候 严守医送走了叶成福 心情复杂地回到宿舍里 龙非诚不知 从哪弄到了一桶泡面 正一边吃泡面 一边用手机看美女主播跳舞呢 见到严守医回来 龙非诚赶紧关了直播 把面捧到严守医面前 严哥 你饿不饿 我 滚 嗨嗨 龙非诚发现严守医的脸色不太好看 便不敢出严守医的眉头 精通人情事故的龙非诚 稍微动动脑子也知道 是严守医与叶老爷子的谈话之中 出现了问题 但这个问题 肯定不会影响他们俩 当保安队队长 所以 龙非诚故意不问有关于叶老爷子的事 转而问了另一个问题 严哥 你们今晚找到我师父的魂魄了吗 说起正事 严守医才将繁星氏抛在脑后 将今晚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给龙非诚听 龙非诚听后 不由得一脚踩在椅子上拍桌怒骂 那个叫董燕的家伙真不是个东西 枪毙他十回都不解气 还有那个狗屁的道士 居然让女鬼帮他勾人魂魄 必定是妖人一个 严哥 三天之后 咱们兄弟二人一起出马 给他来个替天行道 别太小看那些妖道了 遇到棘手的 我恐怕都对付不了 严守医沉生说道 不 不至于吧 龙非诚略有些耸了 默默地将踩在椅子上的一条腿放下来 坐着问道 严哥 你这么厉害 还怕那些妖道 若是论拳脚功夫和斗法 我是不怕的 严守医达到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万一对方是个恶人 手里有枪呢 龙非诚 大人 时代变了呀 龙非诚不甘地问道 我看电影里不是说 七步之外 枪快 七步之内 刀剑更快吗 事实是 七步之外 枪快 七步之内 枪不仅快还准 龙非诚 他苦着脸问道 那咱们怎么办啊 要不干脆报警好了 抓董业可以报警 抓那道是报警 你跟警察怎么说 勾人魂魄算行凶 还是算抢劫啊 还有政务怎么办 难不成把人魂魄交给警察呀 严守医无奈道 龙非诚越发无语了 这么说 咱们拿那道是一点办法 都没有吗 也不是全没办法 严守医道 妖道既然要收集魂魄 必是要设法坛干某些坏事 我们只要弄清楚他的目的 砸了他的法坛 坏了他的好事 损了他的道行 必定能把他气得 比杀了他还难受 有道理啊 龙非诚一拍大腿 要抓妖道 还得等三天 这三天 我们先调查 一下那个叫董业的家伙吧 可是上行一校的学生不少 董业又是五年前的人物了 我们要怎么查 严守医神秘一校 我认识一个人 他可以帮上忙 一夜无事 第二天上午九点 龙非诚还在睡梦中 给小姐姐摸骨 严守医已经醒来了 九点对他而言 已经是严重睡懒觉了 奈何这几天 他遭遇的事情太多 太损耗精力了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补上一挂 严守医拿出罗盘 轻轻转动 嘴里念叨 似不问不自惹祸殃 身不安床 鬼祟入房 卧槽 现在就是四十啊 前头的两句 乃是彭足百计 指的是在天干地之忌日中的 某日或当日里的某时 不要做某事 否则会发生某些不好的事 严守医恰好算出了一个 四不问卜 自惹祸殃 而如今就是四十 这代表着 他已经犯忌了 在小六人神术的原理中 世间万物皆有联系 天干地之 五行八卦 放在如今来说 就是蝴蝶效应 无意间做的一件小事 会产生连锁反应 最终影响到未来 并且 在你做这件小事的时候 未来的结局 就已经注定了 这一下严守医苦恼起来了 忙活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安稳下来了 结果头一天就犯了计 哎 龙飞成被严守医 自言自语的声音吵醒 他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问道 严哥 你一大早嘀咕什么呢 严守医将自己 犯了彭足百计的事情 告诉了龙飞成 龙飞成勉强清醒了一点 你自己算自己的 未必算得准 要不我给你算算 你技术行不行啊 还是等你睡醒了再说吧 严守医对龙飞成的技术 充满了怀疑 龙飞成抱着枕头道 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 但请不要质疑我的专业水平 好吧 严守医将信将疑地答应了 告诉了龙飞成自己的生辰八字 只见龙飞成在床上 神神叨叨地算了半天 最终露出胸有成竹的神色 根据我的测算 严哥 你是摩羯座 摩羯座这个月水逆严重啊 严守医 我可屈你的吧 搞了半天 这家伙算得居然是星座 严守医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他翻身下床 据阳台叮令光浪的洗漱起来 龙飞成则是用枕头捂着脑袋 准备两人不闻窗外室 一心只睡回龙觉 洗漱干净后的严守医 换上了保安制服 出门溜达 高聚明被撤职了 现在他是保安队队长 但是严守医压根不知道保安队长该做什么 所以一时间有点迷茫 这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迷茫呢 不得不说 上行一校的校园环境极好 校内的设计是苏州园林市建筑风格 也是严守医喜欢的风格之一 当年跟爷爷去苏州那些大户人家的时候 也是这般亭台楼阁 狼桥水限 只可惜爷爷眼睛瞎了 看不到 只能由严守医形容给爷爷听 而没怎么上学的严守医 当时是这样形容的 大大的池塘 好多好多鲤鱼 圆形的门 院子里有假山 自从那次去了苏州以后 爷爷就痛下决心 把严守医带去孔梦之乡 请了个好像很厉害的老师 教导了严守医足足两年 行走在上行医校的校园内 严守医看到不少洋溢着 青春的大学生们 而且 异校离女生居多 且都长得十分洋眼 自古英雄爱美人 严守医也不是圣人 干脆坐在路边看了起来 腿好看吗 冷不防的 严守医身边有人问道 好看 严守医本能地回答 又长又细又白 嗯啊 比起我的如何 啊 严守医一低头 果然看到一双白花花的大长腿 再抬头看去 这双腿的主人 不是林子彤 还能是谁 虽然林子彤戴着口罩和墨镜 但严守医 还是一眼 就将他认出来了 严守医一把揪住严守医的耳朵 质问道 自家有的不看 非要在路边看那些野花野草 阴阴艳艳 彩薇说得不错 天底下的男人 就没有不好色的 严守医疼得哀忧直叫 好不容易挣脱了 不由得有些生气 大庭广众之下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还有 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里面说 凭什么不能在这儿 林子彤双手插腰 道 我一大早就在学校里转悠了 就是为了找你 严守医哭笑不得 你很闲吗 再闲也没有你闲 堂堂保安队队长 坐在路边看美女 林子彤颇为忧怨地说道 严守医也不多解释 反正她没有对象 只有一个还没见过面的未婚妻 所以看一看美女 也不算什么伦理错误 林子彤坐在严守医旁边 气呼呼地不说话 但她的存在 却给严守医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虽然林子彤遮住了脸 但她的身材和气质 依旧是一流的 从她口罩和墨镜间 露出来的少许脸颊 男人们已经在心里 勾勒出她的盛世美颜了 这样的一位大美女 坐在一名小保安的身边 谁看了也都会觉得奇怪的 但林子彤不在乎 严守医在尴尬之间 又想起了昨晚与叶成福的谈话 看现在林子彤的反应 恐怕叶成福并没有将自己说的话 告诉给林子彤 严守医想亲口告诉林子彤 但话到嘴边 不知为什么又说不出来了 她只能憋着 似乎能拖一天是一天 似乎她也希望 那一天迟一些到来 林子彤气了一会儿 见严守医还不支声 便主动问道 昨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女生宿舍 严守医也没隐瞒 将自己替陈大为找活的事情 告诉林子彤 林子彤听后直皱眉头 你说你有事情要问陈大为 是什么事 很重要吗 很重要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严守医道 哼 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小时候也是 这次不一样 哎 等解决之后再告诉你吧 严守医心里叹气 若是解决不了 恐怕自己也没有亲口告诉林子彤的机会了 林子彤又生气了 严守医隔着口罩 都可以看到林子彤撅着的嘴巴 不善言辞的她 只能摸了摸鼻子 选择闭嘴 否则再招惹到林子彤 回应她的肯定就是拳头了 二人就这么坐着 看着校园两侧的柳条飘扬 看着树下结伴形的男男女女 看着阳光从这一边晒到另一边 偶尔的清风吹拂 带来一丝凉意 似乎也吹走了林子彤心里的不愉快 她双手撑着椅子 将两条腿轻轻地悬空摇摆起来 似乎在享受与严守医坐在一起的时光 然而 这种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一道尖锐的声音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上行一笑 还我爸爸的命来 上行一笑草菅人命 还我爸爸的命来 宁静的气氛被打破 严守医和林子彤双双转头 只见校园的道路上 一位年轻的女孩突然举起一张大海报 用扩音器声泪俱下地痛斥上行一笑 海报上是一名男子的黑白照片 根据海报和女孩的诉说 严守医得知 女孩口中的父亲 也就是黑白照片里的那个男人 曾经是上行一笑的一名体育老师 名叫黄松 八年前 上行一笑刚刚建立 她发现学校操场跑道 存在质量问题 于是不停地向上级举报 但突然有一天 黄松神秘失踪了 作为黄松的女儿 黄师会这么多年来 从未放弃过寻找失踪的父亲 但始终没有结果 如今她闹到学校 就是想要学校给她一个说法 不少路过的学生驻足看热闹 直指点点议论纷纷 原本不算拥挤的道路 很快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真是个可怜人啊 严守一感慨道 你还有功夫同情别人 林子彤皱着眉头说道 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怎么又扯到我了 严守一疑惑道 话音才落 一名路过的校灵倒下了车 愤怒地大喊 保安 保安在哪里 还不过来维持秩序 这下严守一明白 林子彤刚才的意思了 身为保安队队长的严守一 不得不站起来维持秩序 周边的保安也闻讯赶来 严守一只是向征信地驱赶一下学生 但其他的保安却是十分熟练地 将闹事的黄师慧给强行带走了 闹事的准没了 也没什么热闹 可看了 学生们很快就散去 这时 那最先发现问题的校领导 怒气冲冲地走向严守一 劈头盖脸地骂道 你瞎了眼啊 刚才黄师慧闹事 不知道去阻止吗 严守一疑惑道 他要的是学校给说法 那学校给他一个说法不就完了 和我们保安有什么关系 你 校领导一时竟无言以对 气得脸都绿了 严守一试探地问道 敢问您是 我明白了 你是新来的对吧 居然连我都不认识 这位校领导冷笑道 我是学校的德育处主任 我叫杜平 杜平身材瘦小 头顶还有些秃 穿的是白衬衫黑裤子 衬衫塞进裤子里 外面再绑上一条棕色的皮带 这是最标准的老古板 教师打扮 但他那霸道的气势 却丝毫不输人 比高俊明要有威慑力多了 但即便是这样 在严守一的眼里 杜平对他也毫无震慑力可言 所以 严守一的反应很平淡 哦 杜老师 见严守一反应平淡 杜平一更是下不来台了 他掏出手机 嘴上说道 你善离职守 失位素餐 我这就给你们队长打电话 让你收拾东西滚蛋 这下严守一的脸上 终于露出无奈之色了 但他并不是怕了杜平 而是觉得 吴宇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上行一笑的每一个领导 都想赶自己走 他回头看向 还坐在长椅上的林子彤 只见林子彤眯着眼睛 显然在偷偷嘲笑他 杜平见严守一表情无奈 还以为自己逞了威风 打打通了高俊明的电话 故意大声地说道 高队长 你是怎么管你手下的人呢 今天黄世会又来闹事 你手下的保安 就站在旁边看着 难道学校出钱 就是养你们这些饭桶的吗 高俊明无奈地回答 对不起啊 杜老师 我昨晚已经被撤职了 现在保安不归我管 不归你管 杜平一愣 安保处其实是归德育处管的 杜平就是德育处主任 保安队队长换人的事情 他怎么都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 连一点风声也没听说啊 那归谁管 杜平追问道 一个叫严守一的 新来的 高俊明郁闷地说道 把他的手机号发给我 杜平说完 直接挂了电话 他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 过去高俊明对他有用 他便还给高俊明几分面子 现在高俊明不是保安队长了 他甚至懒得 与高俊明废半句话 不一会儿 高俊明将严守一的电话号码 发给了杜平 杜平拨通电话号码 冷笑着对严守一说道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让你们新队长严守一过来 严守一耸了耸肩 两人沉默三秒钟后 严守一的手机突然响起 严守一打算拿手机 却被杜平喝住 你干什么 接电话呀 还能干什么 严守一反问 现在是我在教训你的时候 不准接电话 杜平语气严厉的 好像在教育学生 但他搞错了一点 严守一不是学生 严守一双手一摊 不接就不接吧 继续看着杜平唱读缴戏 也挺好的 于是 杜平连打了三个电话 都没人接听 杜平纳闷的时候 严守一终于掏出手机 咧着嘴笑道 尾号4524 是你的手机号吧 不好意思 刚才忘了自我介绍了 我叫严守一 是新上任的保安队队长 你 杜平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严守一 随后眼里的神色 逐渐转变为了尴尬的恼怒 你 你是怎么当上保安队长的 这个 自己去问汤副校长吧 严守一丢下一句话 也不给杜平面子 转身便走 杜平一个人站在路边 无比尴尬 想起刚才自己一个人 唱了半天的独角戏 恨不得穿越时光回到过去 杀了刚才那个愚蠢的自己 林子彤在旁边看了个全城 笑得合不拢嘴 随后回过神来的他 才发现 严守一居然从慢走变成了快跑 这家伙居然又要趁机甩掉自己 于是 林子彤连忙追上去 气愤地说道 你跑什么 天转阴了 一会儿就要下雨了 我着急回去收衣服 你骗人 你昨天就穿着这套制服 你根本就没洗衣服 严守一无奈地停下脚步 说道 你要跟着我也可以 但不准影响我 绝对不会 我保证 女强人林子彤 立刻化身乖乖女 还不忘对天发誓 随后他问道 你打算去哪 去保卫科看一下 那个叫黄世慧的女孩 严守一达到 同时迈开了脚步 你看上人家了 能不能别把我想得那么轻浮 严守一声气道 我是想去看看他的情况 有关于他父亲的事情 那你不如先问我呢 林子彤跟上严守一的脚步 语速不快不慢 黄世慧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但我们学校就没有不认识他的 从三年前 他就时不时地在学校闹事 一开始每次都惊动警察 到后来 警察都懒得来了 都是学校保安自行处理 他总说他父亲的失踪 和学校有关系 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 大家都觉得 他是想学校这里额一笔钱 所以都不太喜欢他 你呢 你也不喜欢他吗 严守一问 林子彤摇了摇头 我不常来学校 遇见他的次数不多 所以没什么感觉 但我挺佩服他的决心的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他的父亲 他找不到了 严守一停下脚步 陈生说道 他父亲已经死了 就死在上行一校里 今天你们说什么 都要给我一个说法 否则我就不走了 说法说法 你要啥说法 你爹没了 你自个儿找去啊 赖学校做什么 我爸举报 你们的施工有问题 没多久就失踪了 我肯定他的失踪和学校 脱不了干系 那你倒是拿出证据来啊 没证据 那可就是污蔑 你信不信我们报警抓你啊 严守一和林子彤 还在保卫科外头 便已经听到里面的争吵声了 他们走进去 便看到三名保安 围堵着黄诗慧一小姑娘 咄咄逼人 但黄诗慧虽然是个女生 但却一点都不显得娇弱 反而仅凭一人 就能够折战三名保安 而不落下风 这不由得让严守一想到了一句话 若不是生活所迫 谁愿意把自己弄得满身狼狈 黄诗慧年纪比严守一还小一点 绑着一条马尾辫 是个看起来很干净的女孩 但她的气势 好像给自己披上了一层带刺的铠甲 任何人都伤不了她 别吵了 放她出去 走进保卫科 严守一喝道 三名保安一愣 随后不爽地看着严守一 你算哪门子东西 敢命令我们 你不知道 我们是跟着高队混的吗 高队现在已经不是保安队队长了 现在的队长是严守一 也就是这位小哥 这时 威哥不知从哪冒出来 贼兮兮地对三名保安说道 见到队长 还不赶紧叫人 三名保安愣了愣 不知这保安队改朝换代 居然这么快 昨天他们还跟着高居民一起打牌呢 怎么今天就一主了 但威哥算是上行一校保安中 资历最老的一位了 他说的话 大家不敢不信 于是 三名保安立马老实了起来 接连喊严守一座队长 心里惶恐无比 都说新官上认三把火 他们生怕严守一拿他们开刀 但严守一根本没想 与他们计较太多 只是摆了摆手 让他们走 三人走后 严守一对威哥笑了笑 威哥 您可真是墙头草啊 风往哪边 吹您 就往哪边倒 威哥也笑了笑 要不是我练就了一身 剑锋使舵的本领 又怎么能在上行一校干这么多年呢 不得不说 论处事 就连龙飞城都不如威哥 龙飞城 那顶多叫袁华 远不如威哥精明 威哥打量了一下林子彤 发现林子彤的身材 样貌都远远高于 上行一校的平均水平 心里感到惊讶的同时 又特别老实地选择了无视 没有多嘴询问林子彤的身份 而是对严守一 解释起黄诗慧的事情 严队长 这姑娘叫黄诗慧 她爸是我们学校过去的老师 后来失踪了 她就赖上咱们学校 三天两头来讨说法 警察已经调查过了 根本没有什么发现 校领导也为了降低影响 和她协商过好几次赔偿 可她愣是不答应 校领导认为 她想要狮子大开口 就干脆不给面子不搭理她了 以后咱们再遇到她 直接赶走就成了 听着威哥的解释 保卫科角落的黄诗慧 默默地低下了头 她没有争辩 因为她早就争辩过无数次了 她也没有流泪 因为她知道眼泪根本不管用 严守一低声说道 连威哥也这么认为吗 大家都认为 她是一个狮子大开口 想要额钱的女人 不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 比金钱更重要 其中一样就是亲情 女儿想要找回失踪的父亲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有什么不对吗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 她要的是钱 威哥文言沉默了一会儿 嘴音道 小颜 你太过年轻 精力还少 很多人或是不能看表面 碰 谁也没想到 脾气一向温和的严守一 此时突然猛地拍桌 大声怒喝道 恰恰是因为我走过的路太长 见过的人太多 看过的是太多 才能够肯定 黄诗慧要的从来不是钱 她要的是一个说法 一个问心无愧的说法 小颜 威哥惊讶地望着严守一 林子彤看着愤怒的严守一 不由地露出一丝微笑 连她自己都没有发现 她看着严守一的眼神中 带着光 而一直低着头的黄诗慧 也不敢相信地抬起头 从严守一的身上 她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一丝让她重见光明的希望 唉 威哥突然大叹一口气 举着双手投降 行了 严队长你赢了 谁让你关带呢 那你说 现在该怎么解决 校领导最怕麻烦了 反正我是不敢 和领导对着干的 我还要吃饭呢 严守一完全理解威哥的处境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安 没能力 也没义务 帮助到黄诗慧 林子彤也问道 你打算怎么帮他 很简单 严守一答道 帮他找到失踪的父亲就可以了 提到父亲 黄诗慧如同触电般站了起来 他走到严守一面前 第一次开口说话 你真的能帮我 找到我父亲 问题问出口 黄诗慧自己又觉得太过天方夜谭了 他找了这么多年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找到 严守一只是一个新来的保安队长 他有什么本事 能帮自己找到 已经失踪了七年的父亲 所以 黄诗慧很快又失去了希望 双手无力地下垂 低着头说道 你是好人 和以前的所有保安都不一样 但我也不想因为我而给你带来麻烦 总而言之 谢谢你 我的父亲 我自己会去找的 不管是找多少年 我一定会找到他 严守一看着黄诗慧 忽然露出一丝笑容 放心吧 我会帮你找到你父亲的 因为你的父亲 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你 黄诗慧浑身一颤 惊愕地看着严守一 严守一收起笑容 淡淡地说 你先回家去吧 今晚在学校西门等我 我陪你去找你父亲 不知因为什么 黄诗慧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 有着一种莫名的信任 就算他被上行一笑的领导们 欺骗过无数次 但这一次 他还是鬼使神差的选择相信 所以 黄诗慧很快就离开了 不哭不闹不吵 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安静 黄诗慧走后 威哥不由地对严守仪 竖起大拇指 严队长 我发现你真是当队长的料 不仅不费一兵一卒 就赶走了黄诗慧 还打算夜里撕毁人家 你这 哎呦 我好像说错话了是不是 威哥当然说错话了 因为林子彤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威哥已经被林子彬鞭尸数十次了 我和他有话要说 林子彤冷声说道 威哥知道林子彤不好惹 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问道 那我走 不等林子彤回答 威哥就灰溜溜地逃走了 头也不会 保卫科里只有二人 林子彤这才开口问 你已经知道黄诗的尸体在哪了 嗯 刚到上行一笑的时候 我听说你们驴山派掌门 曾为上行一笑 布下了九龙化煞阵 但据我观察 九龙化煞阵中 出现了一个十分古怪的漏洞 本该是声门的操场方位 被死器覆盖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是听了你说的黄松的故事以后 我就明白了 严守一沉声说道 黄松的尸体就被埋在操场地底下 林子彤眼里露出一丝欣赏 还有一丝小自豪 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男人一样 但他玄机一个问题 却十分致命 你们鲁班传人 不是一向不爱招惹因果的吗 为什么你会这么主动帮助黄师慧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 严守一 他无奈地解释道 鲁班传人也不是完全不惹因果 只是爱帮助那些 以后能帮得上自己的人 比如 我爷爷当年帮助你们林家一样 不过看起来那一次确实是犯了忌 害得我受到牵连 被你给缠上了 你再说一遍 林子彤生气地举起小粉拳 严守一干咳两声 连忙说道 不过我和其他的鲁班传人不一样 爷爷让我多行善事 广基英德下辈子才能投胎到一户好人家 所以 只是这么简单 林子彤有些怀疑 当然了 你以为呢 严守一摆出一副天真诚实的面孔 林子彤的怀疑 并非是怀疑严守一帮助黄师慧的动机 而是觉得严守一的爷爷 让他多行善事广基英德有些奇怪 鲁班传人一向只信今生不幸来世 严守一的这套说辞 和鲁班传人的行为准则 有些背道而驰了 但林子彤也没深究 因为打从严守一刚才说出 要给黄师慧一个说法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要助严守一一臂之力了 而时 两人也是这样 只要是林子彤想要的 严守一就必定会替他得到 反之 他对严守一也是一样的 毫无保留 不问对错 上行一校的某间办公室里 一道身影背靠在办公椅上 手指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 他的办公桌前站着一名男子 男子低着头 显得有几分紧张 突然敲击声的节奏乱了 紧跟着办公椅上的那道身影 也表露出了自己的烦躁 他骂的 姓黄的人是不是都有病 放着真金白银不要 非要和老子死磕到底 办公室里沉寂了一会儿 那人又说道 你先走吧 事情我自会处理 那 您自己小心点 男子露出难看的笑容 退出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人影 低着头思考了一阵 然后拿起座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周先生 您还记得您欠我一个人情吧 为了暂时性地摆脱林子彤 严守一答应与他约今晚见面 一起去帮黄世慧寻找黄松的尸体 得以休息片刻的严守一 回宿舍叫上了龙飞城 拽着他到学校的东门站岗 即便已经是中午了 龙飞城也依旧是个起床困难户 他揉着心松的睡眼 站在烈日下发牢骚 严哥 咱都已经是保安队长了 怎么还干这种苦活累活啊 你能不能向高胖子学习一下 我都快热死了 热吗 我不觉得呀 严守一道 你坐在保安亭里吹空调 当然不觉得热了 龙飞城七的罢工 直接寄进保安亭里 带回来满身的热气 整个保安亭的温度 都被他拉高了不少 严守一笑了笑 我来这是为了等人的 等谁啊 说了你也不知道 趁着这个空档 我与你说说今晚的安排 龙飞城一愣 今晚又要去女生宿舍了 不对啊 那倒是不是周六才来吗 你别着急 听我慢慢说 严守一将今天早上 有关于黄师慧的事情 告诉给了龙飞城 告诉他今晚 他与林子彤要去寻尸体 龙飞城也得出场帮忙 听完故事后 龙飞城竖起了两根手指头 我有两个疑惑 说 严守一翘起了二郎腿 你说的这个黄师慧 他漂亮吗 漂亮 好 这个问题过了 龙飞城露出笑容 第二个问题 严哥你和那位姓林的嫂子两个人 实力都不俗 今晚的行动 为什么还要带上我 是不是缺炮灰了 我丑话先说在前头啊 干这种活 得加钱 严守一气的笑出了声 你掉前眼里了 不是你嚷嚷着 要跟着我学本领的吗 那也没见你教过呀 龙飞城郁闷地说道 我现在全身上下的家当 就一张驱鬼符 见龙飞城没那么好糊弄 严守一这才老老实实交代 其实带上你 主要是想让你缓解一下尴尬 我和子童的关系比较复杂 孤男寡女大半夜地待在一块 不太方便 我乐个去 龙飞城张大了嘴巴 指着严守一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 你你你你 你太过分了 我这还没女朋友呢 你有那么漂亮的妹子 还怕尴尬 真是汗得汗死落得落死 事成之后 我再送你三张驱鬼符 如何 严守一放出大招 龙飞城点上了一根香烟 露出猥琐的笑容 外加一张 上次你打算用来 劈我的掌心雷道符 好吧 掌心雷虽然是毛山的法术 但只要有相应的道符配合 像龙飞城这种稍微有点道横的人 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不过 画符的流程比较麻烦辛苦 所以 这类道符十分珍贵 狠狠地勒索了严守一一番 龙飞城心里开心 也就不与严守一计较那么多 打算出去站岗 这时 严守一注意到门外 驶来一辆奔驰跑车 他立刻跑出保安亭 将车子给截停 驾驶座上的年轻人 本来还有些不爽 但看清楚截停 他的人是谁以后 他立刻变得恭恭敬敬起来 下车又是打招呼 又是塞香烟 点头哈腰的样子 像急了二五载 严哥呀 您不是在西门站岗吗 今儿个怎么来东门了 还是那熟悉的嘴脸 熟悉哈墨镜 熟悉的伤疤淤青 王康十分卑微的问道 严守一笑着 拍了拍王康的肩膀 目光瞟了一眼 跑车副驾驶座上的美女 哟 这不巧了 这不是 这位美女 不正是上回王康 带着从西门走的那位吗 王康立刻领会严守一的意思 回头便将美女给赶下车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你是谁啊 怎么出现在我车上的 说了多少次 我到学校是来学习的 不是来搞那些七七八八的 快点滚 别影响我学习 美女没开二度 被王康如此戏耍 气得给了王康一个耳光 大骂他是神经病 然后踩着高高的高跟鞋 气愤地离开了 赶走了美女 王康郁闷无比地捂着脸 回到严守一面前 严哥 您下回在哪站岗 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 就知道你会躲着我 今儿个不正是堵你来了吗 严守一笑嘻嘻地说道 王康这才知道 严守一今天专门 就是在东门等自己的 他猜到 自己以后肯定不会再走西门了 所以才到东门来 王康联想到 第一次在酒吧里 见到严守一的时候 自己居然还觉得 他是一个没有心机的香巴佬 现在想来 真是大错特错 严守一何止是有心机 简直是老谋深算 老奸俱华 王康弱弱地问道 严哥 您找我有什么事 别紧张 只是一件小事 事情办好了 我可以替你解证 严守一道 王康顿时激动起来 真的 虽然失去做男人的快乐 才短短两天的时间 但王康已经充分体会到了 这种痛苦 一想到这种痛苦 还要维持三年 他就好像 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王康这几天 就是这种感觉 严守一说道 帮我查一个五年前 还就读在上行一校的富二代 名叫董燕 我要知道 董燕现在在哪 混得如何 唉 我以为啥事呢 王康笑道 查人我最在行了 听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太便宜你了 要不事情办成后 我就不解咒了 给你打个五折好了 再让你 费个一年半 严守一微笑道 王康顿时慌了 连忙哀求道 严哥 我错了 我不该在您面前装逼的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两天之内 一定给您答复 这可是你说的 办不到的话 我再给你加两年 王康欲哭无泪 只恨自己当初有眼无珠 怎么就招惹上 严守一这个恶霸中的恶霸了 但有名有姓 想要查一个人 对王康而言 确实没有什么难度 所以他接下了任务以后 争分夺秒地开车 去找关系查人去了 毕竟早一点查到人 他就可以早一点 恢复男人的快乐 王康走后 严守一伸了个懒腰 决定去睡一会儿 毕竟今晚 又有的忙活了 十月的戎城 依旧笼罩在炎热当中 即便是夜幕降临 晚风吹来 也闷得令人窒息 威哥提着一袋子鲁味 和一打冰镇啤酒 到严守一和龙飞城的宿舍 打算找他们喝两杯 然而却铺了个空 宿舍里空无一人 他们该不会真帮 黄世慧找尸体去了吧 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啊 威哥自言自语地感慨一阵 随后只能一个人 含泪独享这些美味了 同一时间的学校西门 黄世慧站在校门外的角落 忐忑地等待着 八年的苦 他都熬过来了 在本该纯洁天真的年纪 黄世慧却要厚着脸皮 大闹学校 只为求一个说法 如今终于有人愿意正视这个说法 但被骗过无数次的黄世慧 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就算今晚白等一个晚上 他也不意外 黄世慧 这时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黄世慧的肩膀 吓得他浑身一颤 险些叫出声 回过头去 他看到一个男人 不知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由于周围灯光黑暗 他看不太清楚那人的长相 你 你是谁啊 黄世慧害怕地问 我是上行一校的保安 我们队长今天不是约了你见面吗 他现在就在学校里头 让我出来接你呢 男人笑道 是 是吗 黄世慧将信将疑 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 男人答道 队长好像发现了一些线索 正在调查呢 抽不出身来 才让我出来接你的 一听说严守医有线索了 黄世慧顿时激动起来 心里的顾虑也抛之脑后 那我跟你走 快带我进去 好 你跟我来 男人领着黄世慧往学校里走 值班的保安果然没有拦着他们 黄世慧心里便不再怀疑了 毕竟他闹了这么多次 上行一校的的保安 就没有不认识他的 这次视而不见放他进学校 想必就是严守医提前吩咐了 黄世慧的身影 跟着男人 走进上行一校的深处 逐渐消失不见 几分钟后 严守医 林子彤 龙飞成三人 来到学校西门 等了好一会儿 依旧没有等到黄世慧 颜哥 那个叫黄世慧的姑娘 该不会放咱们鸽子了吧 龙飞成不爽地说道 林子彤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服 他说道或许他还没有信任咱们 再等等看吧 实在等不到 我们自己先去找找看 严守医很有耐心 但龙飞成已经不耐烦了 颜哥 你不是会小六人神术吗 听说这玩意儿算人是贼准 你不如现在算一算黄世慧去哪了吧 严守医无语道 你以为小六人神术 是想算就算的呀 算命是有损阳寿应得的 为这种小事耗费阳寿应得 不值当 这样啊 我原本还想让你帮忙算算 明天的彩票中奖号码呢 想多了 真算出来 我明天就得暴毙 听说严守要暴毙 林子彤立刻给了龙飞成一个警告的眼神 你不准再让他算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龙飞成被吓退了一小步 然后双手投降 嫂子 我错了 听到龙飞成喊自己嫂子 林子彤竟满意一笑 不与龙飞成计较了 龙飞成一阵蛋疼 现在都流行把单身狗骗进来杀了吗 三人在校门外又等了许久 才确定黄诗会不会来了 林子彤看了一眼时间 竟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多了 严守一轻叹一声 算了 他估计还没有完全相信咱们 不等了 我们先去一探究竟 林子彤和龙飞成都没有什么意见 三人这就返回学校 因为西灯的缘故 校园里的路灯也关闭了 只有月光勉强照亮大地 三人借着月光前行 来到了学校操场 上行一校一共有三片操场 脚下的这一片 位于一校的正北方 是最早完工的操场 其他的两个操场 都是后来几年才铺成的 但即便如此 这片操场 也是标准的400米塑胶跑的环绕 最近听说 因为跑道年久失修 角落的一段已经围挡起来 准备重新施工修整一遍 操场这么大 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可能埋着尸体 咱们怎么可能找得着呀 龙飞成丧气道 林子彤蹲了下来 捡起了一节小树枝 在沙地上简易地 画出了上行一校的地图 同时又以八卦格局 将学校分割为八个方位 最后在中心位置画了个圈 他指着地图说道 九龙画煞阵 是以鹰八卦为基础 太极之说为辅 而创造出来的阵法 九龙指的就是鹰八卦与中心太极 此阵的阵眼 有可能在中心太极里的任何一个位置 鹰八卦有修 生 伤 度 紧 死 惊 开 这八个方位 而我们所在的操场 一半位于修门 一半位于死门 这样就可以排除掉一半的面积了 严守一夸赞了林子彤一句 看来你在驴山派学了不少本事 那是自然 林子彤骄傲地扬起下巴 但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严守一笑了笑 忽然对着天空吹了一声嘹亮的口哨 不一会儿 一只鸟从远处飞来 在严守一的脑袋上盘旋三圈 最后落在了他的手掌上 正是严守一派出去调查的木鸟 他飞了一天一夜 龙飞成认出了木鸟 惊讶地问 严守一没有解释太多 而是在木鸟的耳边说着什么 木鸟张着嘴巴 却没发出声音 神奇的是 严守一却听得十分认真 樱目锁魂 林子彤打量着木鸟 惊赞不已 鲁班的这些记忆 若是放在现在 不知要让多少人惊掉下巴 但他同时也觉得奇怪 严守一看起来 不像是会使用樱目锁魂的人 这木鸟里锁的 又是谁的魂魄 龙飞成小声地对林子彤解释了一番 得知真相的林子彤露出了然之色 事实上 樱目锁魂在鲁班书中 属于极度邪恶的法术 寻找极鹰之地生长出来的樱目 用极鹰之水浸泡七七四十九天 雕刻之后 将他人魂魄封印其中 若非鲁班传人点头同意 对方的魂魄 就会永远寄身在樱目之中 永世不得超生 但如果木鸟里的魂魄 是严守一的弟弟的话 林子彤就不觉得奇怪了 但他好奇的是 当年他从未听严守一提起过这个弟弟 印象中 严守一的爷爷也没有提过 所以林子彤猜测 这个弟弟要么和严守一没有血缘关系 要么就连严守一 也是在离开林家以后 才和这个弟弟相认的 正在林子彤胡思乱想之际 严守一忽然说道 坎北 钱六 找到了 死气就是从前面不远处飘出来的 那里必然有尸体存在 黑暗中 严守一三人在操场上奔跑 其中严守一跑得最快 林子彤紧随其后 最后才是 瘦得像之猴似的龙飞城 平日里 龙飞城的精力 都花在油腔滑吊上了 身体雷若无比 还没跑一段 就气喘吁吁 眼看着严守一他们越跑越远 他忍不住喊道 你们等等我啊 二人停下脚步等 龙飞城跟上来 严守一严肃道 你小声点 别惹麻烦 龙飞城立刻紧张兮兮地看向周围 怎么了 这里不干净吗 他是怕你吸引到其他人的注意 要是人多了 阳气就会冲乱周围的阴气 到时候就不好找人了 林子彤解释道 唉 我以为什么呢 龙飞城一听没鬼 马上要昂首挺胸起来 严守一无奈地摇摇头 只得放慢脚步 一步步朝着预想的方位走去 接近目的地时 几人才发现 死期最重的地方 竟是正在翻修的那一段跑道 而且四周已经用围挡给包围起来了 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不过这样也好 一会儿若是准备挖尸体的话 外面的人也就发现不了了 龙飞城走上前检查 很快便压着嗓子喊道 严哥 工地的门没锁 快过来吧 推门进工地之前 严守一问龙飞城 之前给你的驱鬼符 还戴在身上吧 龙飞城拍了拍裤裆 放心吧 这种宝贝我都是贴当保存的 昨天就已经缝进内裤里了 严守一 林子彤无奈地再次当起了科普的导师 道符沾染了太多污浊 就会失效 啊 严守一补充道 况且道符真起作用了 第一时间就会自燃 你是想要火烧裤裆吗 龙飞城挠补了一下那个画面 默默地转身到角落 把裤裆里的道符取了出来 严守一推开工地的简易大门 探头往里头看去 只见里面停着一辆挖土机 周围散乱地放着几把铲子 新翻起的泥土 散发着植物草根的味道 四周安静得连虫鸣声都没有 就是这里吗 林子彤左右查看 再等等 严守一放出木鸟 只见木鸟扑腾着翅膀飞上天 在工地盘旋了几圈 最终落在了一处大坑中 应该就是这里了 还好这里有铲子 小龙 咱俩一起挖 应该很快就能挖出来 严守一说道 龙飞城明白 严守一喊自己来 一是避免尴尬 二是拿它当苦力 不过要学本事 怎么可能不吃苦 龙飞城没什么怨言 点了支烟后 就捡起铲子 和严守一一起跳进坑里挖起来 林子彤则是在周围放风 防止有人误闯进来 严哥这都过去八年了 尸体应该只剩下一堆白骨了吧 话说那黄松的魂魄还在吗 他是冤死的 会不会一直徘徊在这里 没有离开啊 龙飞城满脑子的疑惑 严守一摇了摇头 我没发现黄松的魂魄 无外乎三种可能 第一 他已经转世投胎去了 第二 他魂飞破散了 第三 他的魂魄被别人给抓走了 你能看到鬼 与其说是看到 不如说是感应得到 我能感觉到 他们就在我的周围 也能与他们沟通对话 但这一切都要建立在 我想与他们沟通的基础上 否则蹲坑的时候 旁边蹲着几个恶死鬼 眼巴巴地看着你 换谁都拉不出来 严守一的回答 略有些味道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很快就向下挖了半米深 等等 不对劲 突然 严守一拦住了龙飞城 黑着脸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刚刚挖出来的土 和我们刚来十四周的土是一样的 有 有什么问题吗 龙飞城没能理解 天气这么热 土挖出来没一会儿就干透了 但我们来的时候 这里的土还很新 说明在我们来之前不久 正有人在这里挖过 此言一出 龙飞城顿时感觉汗毛倒立 这黑灯瞎火的 又临近学生宿舍楼 校方晚上肯定是禁止施工的 那么 又会有谁大半夜地 跑到工地上来挖坑呢 咯噔 龙飞城一铲子下去 仿佛撞到了什么 震得他虎口发麻 他疑惑地用脚踩了两下 惊奇地说道 颜哥 我好像挖到什么了 加把劲儿 先挖出来看看 我和子彤去周围转一圈 防止有什么意外 颜首一说完 就爬出了坑 龙飞城欲言又止 他可不想一个人留在坑里 但颜首一人家两口子待在一块 他也不好拆散它们 所以龙飞城忍着害怕 一铲一铲地挖了起来 没一会儿 地底下埋着的东西 已经初见雏形 回过神来的龙飞城 顿时下的直冒冷汗 这坑底下 竟埋着一口棺材啊 说是棺材 但用一口大木箱子来形容 似乎更贴切一点 打成木箱的木头 好像就是工地上的烂木 乖乖 谁这么缺德 把棺材埋到学校操场里啊 龙飞城正想要爬出去 找颜首一和林子彤 突然后背一凉 因为他似乎听到 这棺材里头 竟然传出了一阵轻轻的呼吸声 颜 颜哥呀 林嫂子 你们在哪儿啊 快过来看看 我的腿不听使欢了 龙飞城定在原地 心里害怕到极点 想跑却根本跑不动 只能傻傻呆呆地站在坑里头 盯着棺材看 突然 棺材猛地发出一阵撞击声 就在龙飞城吓得屁滚尿流 鼓起勇气逃跑的时候 棺材里竟然传出一阵呼救声 救命 救命 龙飞城停下脚步 回头试探地问道 你 你是人是鬼啊 然而对方 似乎很是虚弱的样子 连说话都十分费劲 救救我 救救我 龙飞城本想丢下不管 但良心又过不去这道坎 他纠结了一番后 咬了咬牙道 严格和林嫂子 怎么还不回来 不管了 救人要紧 他拿起铲子 对准棺材的缝隙 用力将棺材撬开 下一秒 一道披散着头发的人影 从棺材里跳了出来 踉跄几步后 就摔倒在地 活人 龙飞城惊讶道 是谁将一个大活人 塞进棺材里 又埋到地底下 这分明是杀人啊 不等龙飞城做出反应 消失许久的严守依和林子彤 突然出现 从坑的上方跳了下来 然后捂着龙飞城的嘴巴 将地上的黄土 抹在了他的脸上 龙飞城一阵挣扎 随后发现 严守依和林子彤身上 居然也全都是黄土 又看到严守依警告的眼神 他立刻安静了下来 严守依比划出近身的手势 龙飞城表示明白 然后指了指 前方躺在地上的女人 二人看清楚那女人 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林子彤连忙爬过去 在她的身上也涂上黄土 这一切刚刚结束 天空上竟飘下了无数黄纸 龙飞城瞪大了眼睛 严守依的眼里满是忌惮 脸色前所未有的严肃认真 如灵大敌 四人躲在坑中 耳边却隐约听到了 阵阵唢呐声 紧跟着是敲锣打鼓的声音 马蹄声 车轮声 还有一些零零碎碎 轻得不像是活人 踩出来的脚步声 龙飞城强压着恐惧 抬头朝坑外看去 只见一辆有纸壶的红色轿子 正一颠一颠地从坑外走过 漫天的黄纸中 四名教夫身穿红衣 脸色煞白 双腮红的圣人 他们根本不是活人 而是纸扎人 龙飞城默默地低下了头 不敢去看 虽然他道横很浅 但他也知道 自己这是遇到传说中的鬼王出游 白鬼夜行了 即便是严守依 此时此刻 也是凭住呼吸 在坑中不敢发出半点动静 一旦被出群的鬼王发现 他们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 若是严守依的爷爷在这里 兴许还可以与鬼王攀谈两句 但严守依的道横 显然还没这个资格 只是严守依想不明白 为什么上行一笑里 会出现白鬼夜行的恐怖场景 这里不是 已经被设置了九龙化沙阵吗 除了暂时昏过去的女人以外 三人都胆战心惊 尤其是龙飞城 她无意间瞥见 那抬着轿子的教夫 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浑身都在发抖 那教夫可能比不上 女生宿舍里的女鬼和鬼鹰吓人 但他们凑在一块 却说不出的诡异 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 感受到龙飞城的恐惧 严守依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肩膀 用眼神示意她 只要不出声就不会有事 旋即严守依又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的反应要比龙飞城好不少 但她显然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眼中又恐惧又好奇 漫天的黄指落在泥地上 很快就与泥土融为一体 那一队人马吹着唢呐 唱啊跳的渐行渐远 最后似乎消失在了上行一笑的后山处 似乎已经没了动静以后 严守依才松了口气 低声对龙飞城和林子彤说道 他们应该走远了 没事了 话音才落 林子彤忽然好像看到了什么 第一时间朝严守依扑去 两人在泥地里打了几个滚菜停下来 严守依定惊一看 发现坑边上竟然蹲着一只脸色惨白的小鬼 小鬼穿着红肚兜 脸色惨白 双腮鲜红 眼里尽是眼白 瞳孔好似一根竖着的银针 她的手里拿着一个牛津弹弓 打得不是石子 而是掰碎后的骨头 刚才林子彤保护严守依 正是为了躲开小鬼的弹弓 你没事吧 严守依关切地问林子彤 林子彤虚弱地咳嗽几声 眉宇间竟有洋气泄露 严守依连忙将她翻过身 只见她的肩膀上竟被小鬼的弹弓打出了一个黑印 小鬼的弹弓可不是凡物 似乎能对人的魂魄造成伤害 林子彤泄露的气息 飘到小鬼的面前 小鬼张大了鼻孔深吸一口 便将这些气息吸入体内 脸上也露出了陶醉之色 这小鬼用弹弓和人鼓伤人魂魄 已经满是煞气 不是什么好东西 林子彤虚弱地说道 混账 你还能站起来吗 严守依问 可以 严守依搀扶着林子彤爬了起来 林子彤盯着那小鬼说道 好重的煞气 它是从哪冒出来的 多半是跟着刚才白鬼夜行的队伍的 严守依沉生说道 他们小心翼翼 就是为了避免与鬼王的队伍缠斗 没想到 还是被这只小鬼给发现了 而且 小鬼的身上煞气很重 说明它要比女生宿舍里的那只鬼鹰 恐怖多了 小鬼见严守依他们不怕自己 乐呵呵地拍起手 又是蹦又是跳的 嘴里发出别扭无比的笑声 仿佛在进行什么仪式似的 龙飞城刚才被吓了一跳 现在又被小鬼嘲讽 他心中涌出一团怒火 抄起铲子就冲上前去 一铲子削掉了小鬼的半个脑袋 你笑你妈呢 龙飞城怒骂道 没想到 丢了半个脑袋的小鬼 竟根本不觉得疼 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龙飞城 他一阵沉默 意识到小鬼难缠 立刻丢掉铲子 转身朝严守依他们跑去 同时口中大喊 严格救我呀 说是时那时快 小鬼闪电般地伸出手 抓住龙飞城的手腕 却不想这一刹那 龙飞城的身上 闪过一道金光 小鬼顿时被弹飞树米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恼怒之意 驱鬼咒 龙飞城意识到 是严守依的驱鬼咒 救了他一命 驱鬼咒 也给严守依和林子彤争取了时间 龙飞城朝他们跑的同时 两人也在朝着小鬼跑 子彤 无鬼斗煞咒 严守依喝道 林子彤瞬间会议 晃动手上的招魂灵 口中念叨 四十八节 阴望而生 神不那样 外作邪精 九丑之鬼 知辱姓名 无鬼斗煞 听无号令 急需带去 不得久听 急急如律令 小鬼的四周地底 猛地钻出五道黑影 黑影看出是人形 但身体却可以像蟒蛇般弯曲 五道鬼影 瞬间缠绕上了小鬼的四肢与脖梗 让那凶恶的小鬼不得动弹 眼手一冲到小鬼的面前 一跃而起 一手捏绝 一手作长 狠狠地拍在小鬼的脑门上 脚肌之精 甲以神灵 阳波鼓舞 云雷速星 群魔游石 静解雷霆 千千解手 万万减刑 顺舞者生 逆舞者轻 稍微无令 如逆上青 急急如律令 随着眼手一的咒语结束 他的手中爆发出一道惊雷 似乎一瞬间照亮了黑夜 惊雷直接灌入小鬼的体内 从眉心处向他的身体蔓延 小鬼的身体似乎都变得透明 就连龙飞城这种 凡人都能看到 掌心雷在小鬼体内爆发的纹路 正面遭受掌心雷的攻击 小鬼如遭重创 站在原地不能动弹 此时他的眼中才流露出惊恐之色 本以为是猎物的活人 没想到竟有如此本事 瞬间便将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小鬼慌了 害怕了 却无法开口求饶 眼手一也根本不想给小鬼这个机会 他的眼中露出一抹狠色 掏出一张道符 燃烧后化作斩破刀 一刀斩下了小鬼的头颅 小鬼的脑袋 如同皮球般滚落在地 脑袋上的双眼充斥着悔意与恨意 我鲁般传人 一般不杀人魂魄 但你是例外 眼手一冷着脸 抬起脚踩在小鬼的脑袋上 一用力 小鬼的脑袋就好像一颗玻璃球 瞬间碎裂 而后跟着身体一起化作青烟消散 工地上似乎徘徊着小鬼凄厉的惨叫声 但没一会儿也就消失了 龙飞成惊魂未定地坐在泥地上 不顾已经黄了的屁股 大声地喘着粗气 眼哥 刚才到底是什么情况 眼手一摇了摇头 优先来到林子彤的身边 替他检查了一下伤势 还好 只是一点皮外伤 外加魂魄受损 没什么大碍 回头我开张药方给你 一周就能养好 眼手一松了口气 林子彤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我只是受了点轻伤 你就砍了那小鬼的脑袋 眼手一 他身上煞气很重 明显作恶多端 不杀他 早晚成祸害 但你们鲁般传人 不是向来不惹因果吗 杀了他 你必定会沾染上一些因果 林子彤步步紧逼 眼手一生气道 我就是看他不爽怎么了 仿佛是问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林子彤满意一笑 又道 刚才咱们俩配合得还挺默契的 还行吧 感觉到自己被林子彤牵着鼻子走 心里有些小郁闷的 眼手一转过身 对龙飞城解释道 我和子彤刚才在周围巡视 结果就撞见了白鬼夜行 幸亏咱们眼疾手快躲起来了 但还是遇到了这只小鬼 你这里又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黄师会会出现在这里 龙飞城闻言 不由得一愣 指着那昏过去的女孩问道 你说他是黄师会 我 我刚才挖到了一口棺材 他是从棺材里爬出来的 棺材 这骇人耸听的话 让眼手一和林子彤提高了警惕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被人装进棺材里活埋 而且 根据眼手一之前的发现 似乎他们来之前不久 黄师会才刚刚被埋进去 搞不好 凶手还在附近没有离开 最后的结论 让眼手一有些毛骨悚然 他连忙对龙飞城说道 此地不宜久留 咱们先把黄师会 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轰隆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台停在工地上 一只安安静静的挖掘机 突然发动起来 他举起了巨大的颤抖 无情地潮昏迷的黄师会派去 眼手一瞳孔一缩 他要杀人 原本安静的挖掘机 突然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在钢铁的面前 人类的躯体犹如宝纸 可以被其肆意揉捏 眼看挖掘机的颤抖 就要压死黄师会 龙飞城忽然一个剑步冲上前 将昏迷的黄师会 给拽到一旁 堪堪躲过致命一击 眼手一和林子彤 此时也看到挖掘机 驾驶舱里的人影 原来那人从始至终 都躲在挖掘机里头 一想到刚才的一切 都被这个神秘的家伙 偷窥得一清二楚 眼手一心里 就忍不住生出一股恶寒 如果不是他们恰好来到工地 只怕黄师会 就会像他父亲一样 人间蒸发销声匿迹 再也找不到任何的踪迹 而几分钟前 这里正是一个杀人现场 好在凶手的驾驶技术 似乎不太行 半天无法控制着挖掘机 继续杀人 这让龙飞城得以有了喘息的功夫 手忙脚乱地将黄师会拽到坑外 眼手一趁机冲上前 看准时机跳到了挖掘机上 用力拽开挖掘机的门 给我出来 他大喝一声 抓住对方的衣领 直接将对方拽出挖掘机 狠狠地摔在地上 那人重重地跌落在地 似乎断了几根骨头 亮亮呛呛地站起来以后 擦掉嘴角的险些 冷声说道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保安 竟然会先门道 我本想引白鬼夜行借刀杀人 却给你们侥幸躲过去了 又勾引小鬼过来找你们麻烦 还是失算了 看来还是要我亲自出马才行 闻言 眼手一心中一领 没想到刚才的白鬼夜行 竟是这家伙搞出来的动静 那他的实力 又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月光之下 眼手一勉强看清 对方是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 竟也穿着一身保安制服 但眼手一可以肯定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男子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黑色的令牌 一声令下 竟是放出了两只恶鬼 恶鬼张牙舞爪 扑向眼手一 而男子则是趁机逃跑 眼手一被恶鬼纠缠 一时间抽不开身子追男子 林子彤半路杀出 截断了男子的生路 哪里跑 驴山派的人 男子惊呼一声 随后向前洒出一团粉末 粉末落在地上 竟引来无数蛇虫鼠蚁从地底下钻出 吓得林子彤失声尖叫 连连后退 轻松赶走林子彤 男子立刻逃出宫地 还不忘撂下狠话 小子 你们死定了 刚才你们杀的 那是飞凤山白家的玩 这戎城是白家的地盘 他们必定会找你们麻烦 你们就乖乖等死吧 男子逃走 眼手一也解决了两只恶鬼 林子彤站在挖掘机上 惊魂未定 还以为有多大本事 原来是雷声大雨点小 恶鬼就跑路了 眼手一撇了撇嘴 对这样的结果十分不满意 林子彤生气地说道 而且使用的竟是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看来对方不是什么正派之人 而是行走江湖的先生 和我差不多 眼手一脸了咧嘴 刚才他撒的是雌性臭屁虫尿液制成的粉末 蛇虫鼠蚁最喜欢闻这种味道 所以都疯了似的钻出来 这一招我也会 哼 林子彤美好气地白了眼手一一眼 眼手一伸出手 将林子彤扶下挖掘机 却不想这女人抱着他的脑袋 不肯下来了 地下虫子多 我害怕 你把我抱出去 林子彤说道 眼手一拿林子彤没有办法 只能扛着他跳出了深坑 龙飞城和昏迷黄师会待在一块 四人此时才真正的相会 好在 今晚虽然意外连连 但大家都没有受什么伤 唯一比较严重的就属于林子彤了 他的伤还是为了保护眼手一而受的 刚才那个家伙的身份很复杂 他必定是黄松失踪案的参与者 又与驴山派关系匪浅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今晚夜巡的鬼王的姓氏 眼手一低着头分析道 他多半是荣城本地人 龙飞城吐槽道 听口音都听出他是荣城人士了 你是什么知道 他与我们驴山派关系匪浅的 林子彤疑惑道 之前对付小鬼的时候 你分明已经使用了驴山派的无鬼斗煞 可那家伙却是在看到你的脸以后 才脱口出驴山派三字 这说明什么 眼手一道 这说明他曾经在某个驴山派的公开场合见过你 他不认得驴山派的法术 却认得你这个驴山派弟子 林子彤惊讶不已 思考之后 只觉得后背发凉 这么一个杀人凶手 竟然与自己不知何时见过面 我们决定帮助黄世慧 他当晚就绑架黄世慧准备把他活埋 想必也是我们身边有人走落了风声 让当年的杀人凶手 决定狠心出手 赶尽杀绝 眼手一咬了咬牙 没想到八年前的这桩命案 竟然牵扯到这么多 甚至和鬼王家族有关系 林子彤也深感 这其中的复杂与关系的庞大 尤其是鬼王家族牵扯进来以后 人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 其实都分高低贵贱 普通人死后 要么在阳间化作鬼魂 要么去阴间转世投胎 但一些大家族的人死后 留在阳间不仅化作了鬼 还延续了生前的家族关系 买通了阴间的关系 让他们继续在阳间作威作福 而这种家族的老祖宗 便称之为鬼王 神受万家香火而强大 鬼王也因家族的维系生生不息 鬼王不需要亲自杀人 后代便会主动收集阳气上供 让鬼王享用 被阳首一他们砍杀的小鬼 想必就是用那把弹弓打人魂魄 收走以后再奉献给族中鬼王 白家 想必就是上行一校附近 或者说戎城中比较厉害的鬼王家族 阳哥 听你们说得这么严重 那咱们是不是招惹上大麻烦了 龙非诚脸色难看地问 但阳首一的反应却不那么沉重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斗不过他们 咱们大不了离开戎城 鬼王再厉害 也就是个地头蛇 离开戎城 他们屁也不是 龙非诚苦笑道 就算你这么说 我也很难做到不害怕呀 阳首一拍了拍龙非诚的肩膀 起身说道 那些破事留着晚些时候再考虑 现在咱们还是先把黄松的尸骸挖出来 让八年前的事情沉晕的血 刚才那家伙把黄师会埋在这里 恰恰说明我们找对了地方 废话少说 赶紧挖吧 绑架黄师会的神秘人的出现 更加让阳首一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 他和龙非诚扛着铲子下坑一阵狂挖 又将坑洞往下挖了半米之深 果然有所发现 在这坑底下 埋着一个老旧的编织袋 八年时间过去了 塑料依旧没有降解 阳首一扯开编织袋 便看到里面的白骨 二人都沉默了 小龙 去报警吧 最好把下只警官找来 阳首一沉声说道 黄松失踪案牵扯很多 阳首一明白 其中的谁有多深 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处理的话 这件事未必会有结果 下只是阳首一认可的人 他相信 下只一定会追查到底 龙非诚答应着 与阳首一一起爬出深坑 然后搓了搓手 逃出手机报警去了 阳首一则是坐在林子彤身边 擦了把汗 其实我之所以帮助黄师会 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林子彤侧着脸 似乎在倾听 一是为了不让好人蒙冤 二是为了积德行善 鲁班传人修的是短法 积德行善对你有用吗 林子彤疑惑道 有用 因为一些原因 我必须多行善事 否则 阳首一沉默了 林子彤感觉到阳首一话中有话 转过身正要追问 昏迷的黄师会忽然醒了 醒来的第一瞬间 黄师会爬起来便跑 吓了阳首一和林子彤一跳 两人害怕黄师会出意外 连忙追上去拦着他 你别害怕 是我们 黄师会看清楚两人的长相 反而更害怕了 就是你们想要杀我灭口 我们 严守一面露诧意之色 你今晚被人袭击活埋 还是我们救下的你 怎么反倒说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了 黄师会后退两步 警惕地看着二人 你约我晚上在校门口见面 又派人把我骗进学校打晕 不是你指使的 还能是谁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林子彤也说道 若不是我们 你现在已经死了 等等 严守一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阴沉地对林子彤说道 知道我们约了黄师会的人 除了你我和小龙以外 就只有一个人 今天帮你说话的那个保安 林子彤也露出惊讶之色 他们口中的保安 正是一直在学校扮演着老好人的威哥 绑架黄师会的事情 就算不是威哥干的 也和威哥脱不了干系 他一定去校领导那里告密了 所以 这件事的幕后主使 必定是威哥告密之人 今晚那个神秘人 也是幕后主使派来的 这一瞬间 严守一便已经有了追查的线索 黄师会见到表情明重的两人 也逐渐恢复了对他们的信任 你们的意思是说 绑架我的另有其人 林子彤快速地将今晚发生的事情 告诉给了黄师会 当然 其中遭遇白鬼夜行的事情被省略了 否则黄师会绝对会认为两人在欺骗他 严守一补充道 而且 我们刚刚发现了你父亲的遗骸 如今已经报警了 什么 你们 你们发现了 黄师会捂着嘴巴 不敢相信地看着两人 严守一将黄师会带到坑边 指了指下方用编织袋包裹着的白骨 一切静在不言中 黄师会瞬间红了眼眶 豆大的泪珠不停地往下掉 他跳入坑中 抱着自己父亲的遗骸 痛哭流涕 爸 爸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八年了 他找了父亲 整整八年了 黄松是一个好老师 他爱护学生 热爱生活 更热爱教师这份职业 当黄师会得知父亲失踪的消息以后 他怎么不愿意相信 父亲会无端丢下学生 和他离开 而当他调查到父亲生前与学校的矛盾以后 直觉告诉他 这就是一切的问题所在 所以八年来 黄师会紧咬着上行一笑不放 因为他的心里隐约有声音 再告诉他 父亲就藏在学校的某处 八年了 父亲终于重见天日 只可惜已经化为森森白骨 而黄师会也从一名懵懂的小女孩 成长为了一名坚强的女生 你认为黄松是怎么死的 严守一滴声问道 林子彤分析道 黄松生前调查了学校操场偷工减料的问题 那么 谁在这件事中受到的损失最大 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并且 你不是已经有了线索了吗 那个叫做威哥的保安 可以直接让警察入手调查了 我一定要把这帮杀人凶手找出来 严守一咬了咬牙 冷声说道 半个小时以后 十几辆警车驶入上行一笑 不少校领导也文讯赶了过来 现场很快就被拉起了警戒线 刑警和法医正在现场寻找线索 严守一几人被带到一辆警车上 可不论负责坐笔录的警察问他们什么 他们非是一声不吭 只说要见夏之警官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叫来了夏之 夏之一上车 见到严守一 眼里便闪过一抹亮光 前几天在酒吧后巷 严守一帮助他度过生死节 还抓获了一名连环杀人凶手 夏之对严守一感激不尽 他又发现龙飞城也在旁边 不由得有点扫兴 毕竟龙飞城一样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子彤也在车上 夏之与他打了声招呼 又对黄世慧点头示意 然后坐在了四人面前 你们指明要见我 难不成又想送功劳给我啊 夏之笑道 这样大可不必 我和其他同僚都是一样的 当警察是为了承奸除恶 而不是为了争抢功劳 严守一道 其他的警察 我们信不过 这个案子后面牵扯很大 文言 夏之立刻正色 放下录音笔 开始询问案情 同样的 严守一省略了一些细节 只将有关于案情的事情 交代给夏之 越听到后头 夏之的脸色就越是沉重 黄世慧 你知道当年和你父亲 有矛盾冲突的校领导 叫什么名字 现在是什么职位吗 夏之问道 黄世慧点了点头 缓缓说道 他叫汤凯洪 八年前 他是上行一校的后勤部主任 现在他是上行一校的副校长 黄松案背后的人 竟然是汤凯洪 不正是那天在医务室 严守一见到的汤副校长吗 那个看起来 斯斯文文的汤副校长 竟然是隐藏了 八年的杀人凶手 龙飞诚问严守一 严哥 汤校长杀了人 你没从他身上看出什么吗 严守一摇摇头 若是他刚杀了人 身上肯定会有煞气 但事情 已经过去八年之久了 煞气早就消散了 若是他这些年多行善事 恐怕身上还会有福气 我也没想到 杀人凶手 竟然是汤校长 有了明确的目标 夏之也就不再废话 准备直接下车 带人去抓汤凯红 然而 他才下车没几分钟 便急匆匆地赶回来了 夏之刚要开口 严守一变道 汤凯红已经跑了是吧 你怎么知道 夏之一愣 尸体就是汤凯红埋的 他得知警察过来了 肯定明白事情败露 不跑才怪呢 聪明的林子彤说道 夏之叹了口气 汤红凯不是什么普通人 他若是真心想躲 恐怕我们很难找到他 黄师慧眼中露出失落之色 其实他也知道 汤红凯这些年 在上行一笑 混得风生水起 必定已经做了完全的准备 以防东窗事发 只是 他真的迫切地希望 凶手被绳之以法 让他父亲沉渊得雪 别着急 让我算算 这时 严守一拿出罗盘 竟打算用小六刃神术 算出汤红凯的位置 夏之惊讶道 这也能算 那岂不是比我们的天眼系统还管用 严守一没有答话 一旁的林子彤解释道 六刃神术算的就是人事 但也不是随便能算的 需要消耗自己的功德 功德不够 就拿阳寿来抵 阳寿不足 就用健康来换 若是强行算自己承受不住的东西 落得个终身残废 都算轻了 林子彤说这话的时候 怨气满满 就好像不乐意自己老公 给别人花钱的小媳妇一样 夏之本还想建议严守一 将小六刃神术交给他们警方 这样他们以后抓捕坏人 就不需要蹲监控了 直接掐指一算就够了 但听了林子彤的解释 夏之立刻断了自己的这个念头 同时在心里嘲笑自己太过幼稚 黄师会听说 严守一要耗费功德 帮自己追查汤洪凯的下落 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龙非诚却安慰道 放心好了 严格帮你一次 赚的功德 比损失的功德要多得多 你又知道了 严守一白了龙非诚一眼 他正好也算出了汤洪凯的下落 龙城以南37公里处 有一座红色的私人别墅 别墅的卧室有一处暗门 通往地下室 汤洪凯和他的情妇就躲在那里 知道了 我一定不会让他逃跑的 夏之二话不说 立刻通知其他人 浩浩荡荡地前去抓人 他的心中有一团怒火 而这把火 是严守一替他点燃的 今晚注定是个无眠夜 学校里学生众多 不知从哪走漏了消息 学生们很快就都知道 今晚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都不敢相信 平日里和蔼可亲的汤校长 居然是隐藏了八年的杀人凶手 而他们认为 只是为了额前 而疯疯癫癫癫的黄师慧 竟是真的在坚持 寻找自己父亲的下落 一场相隔八年的命案 在今晚暂时画上了句号 本来警方还要留言 守一他们做更多的笔录 但严守一一通电话 打给叶成福 事情就全部解决了 为了避免麻烦 严守一还让叶成福 不要透露自己和今晚案件的关系 他到上行一笑来 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回陈大为的魂魄 不想过多的节外生枝 严守一告别林子彤 和龙飞成刚刚回到宿舍 就接到了来自夏之的电话 果不其然 汤洪凯在严守一所 说的别墅地下室中被抓获 与他一起被抓住的 还有六名他包养的女人 以及满屋子的现金 鬼知道这家伙八年来 从小小的后勤部主任 爬到如今的副校长地位 都吃了多少回扣 干了多少坏事 具体的案情 夏之会追踪到底 他立志要将一切与黄松 被埋案有关系的人 全部捉拿归案 但严守一对后续的事情 已经不太感兴趣了 因为他早就对事情所有了解 黄松是个刚正不阿的老师 他发现汤洪凯在建造操场的时候 吃回扣 用了质量不达标的材料 学生长时间待在操场 甚至有中毒的风险 于是黄松不停地举报 但一次次都被上头给压了下来 汤洪凯肯定想要给黄松封口费 但黄松一概不收 还发誓一定要告发汤洪凯 最终 汤洪凯忍无可忍 将黄松杀人灭口 并且埋在了有问题的操场地底下 一晃八年就过去了 这八年间 黄师慧继承了黄松的意志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非要学校拿出一个说法来 正是因为黄师慧 遗传了黄松的这个特点 在他的坚持不懈之下 才有与严守一的相见 让这桩蒙冤八年的惨案 得以破获 而汤洪凯 最终也会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只不过围绕着黄松被埋案件的背后 还有诸多疑点存在 让严守一不得不花心思捋一捋 回到宿舍后 没心没肺的龙飞城 哼着小曲儿冲凉去了 严守一则是拿出木鸟 捧着他说道 威哥为人虽然吊锅铛 但不像是会告密的那种人 如果今日绑架黄师慧的幕后 有他的痕迹的话 那他多半有某些把柄 握在汤洪凯的手里 你说那个神秘人更值得关注 也对 那个神秘人竟随身养小鬼 应该不是什么正派人士 但必定是戎城本地 有头有脸的风水先生 否则不可能认识子童 子童的事先放一边 你别插嘴 我比较在意的是鬼王家族 神秘人说 我们斩杀的小鬼 是飞凤山白家的玩儿 不知这个白家在戎城 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我都说了 别提子童 你还没完没了是吧 严守一和木鸟交谈了一会儿 最后生气地 把他塞回胯包里 冲完凉出来的龙飞城 穿着一条大裤衩 站在阳台捧服大笑 我还是头一回见到 有人和木头吵架的呢 严守一给了龙飞城一个白眼 然后丢出了四张道符 鲁班传人都十分信守承诺 这四张道符 分别是三张驱鬼符 和一张掌心雷符 今晚龙飞城出了力 严守一当然不会亏待他 拿到了四张道符 龙飞城惊喜万分 尤其是那张最为独特的掌心雷符 龙飞城左看右看 险些又塞到裤装里保存了 我的存货也不多 这些道符你省着点用 严守一提醒道 明白明白 龙飞城赶紧将道符找地方收好 喜滋滋地给严守一递了根烟 兄弟二人坐在阳台上 一边乘凉 一边巴达巴达地抽了起来 这时 严守一的手机忽然响起 揭起一听 是陌生的声音 一问之下才知道 对方竟是上行一笑的 德育处主任杜萍 和杜萍的第一次见面 有些不愉快 但好歹杜萍也是自己的上司 严守一礼貌地问候了一声 对方说道 这周六有一名优秀毕业生回校演讲 你是保安队队长 到时候 要负责好现场的安全秩序 明天记得到行政楼 会议室开会 龙飞城在一旁插嘴道 哪个优秀毕业生啊 打明星董西 杜萍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二人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 愕然地对视一眼 那个白嫩的不像话 蹭破了点皮叫住 ICU的小鲜肉明星 居然是上行一校毕业的 两人和董西 还有那么几分恩怨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见面了 龙飞城比一地说道 就他还优秀毕业生呢 看来上行一校 也不过如此 如今这个年代 流量为王 只要有粉丝 不管偶像优不优秀 都能变成捞钱的工具 严守一也很看不惯董西 于是他说道 要不周六的时候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趁着董西休息的时候 你去揍他一顿 可以吗 龙飞城头一回没有耸 如果换作别人 龙飞城还觉得玄乎 自己瘦得跟猴似的 能不能打得过还是问题呢 但对付董西 龙飞城有自信 让他一只手都能把他撂倒 当然可以 我们又不是真正的保安 严守一大笑道 龙飞城惊讶地看着严守一 他发现严守一只是看起来纯洁老实 内心的坏点子比他还多 而且 论下黑手下狠手 十个自己也比不上严守一啊 大笑过后 严守一也去冲了得凉 没说什么闲话 直接睡下了 今晚好歹也折腾了一个晚上 消耗了严守一不少的精力 他必须好好休息 才能恢复过来 第二天 今天是周四 距离周六 还有两天的时间 严守一罕见地睡到了中午 起床以后的并没有去站岗 而是喊上龙飞城 两人一起走出了校门 今天他有两件事要办 其一是去中药行找一些药材 给林子彤恢复昨晚受的伤 其二是想办法找人打听打听 飞凤山白家的事情 两件事其实都不难办 可严守一人生地不熟 恐怕得靠龙飞城这个万事通 才能解决了 龙飞城听说了严守一的苦恼 当下拍着胸口说 这件事包在他的身上 于是 两人辗转了三路公交车 足足颠簸了两个多小时 才终于在荣城的市郊 找到一家看起来有些年头的中药行 中药行的铺子很简陋 一个门面 一个后膛 中间用高高的药架子做格挡 透过药架 还能看到后膛 摆着一张简陋的单人床 床前的桌子上 放着一碗已经糊了的面 回春堂 严守一抬头 看到药铺上写的龙飞凤舞的牌匾 不由得有些怀疑人生 自己这是被龙飞城 带到了什么不正经的药铺 龙飞城黑黑地笑道 严格 药铺虽然看起来不正经 但老板还是有点本事在身的 当初我师父 就经常喊我到这里来给他抓药 是啊 你师父甚虚 除了我这儿 整个戎城也找不出第二个 能让他重振旗鼓的人了 一道略显猥琐的声音 冷不防地在二人的身后响起 二人回过头去 只见一名肥胖秃顶 穿着白色背心 拿着蒲扇的中年男子 正见兮兮地看着龙飞城 这家伙的面相 严守一只能想到两个字眼 银河剑 如果非要在这两个字上 加一个程度词的话 非常银河非常剑 男子挑了挑短短的眉毛 先是给了龙飞城一个 我懂得的眼神 然后上下打亮着严守一 这位小哥年纪轻轻 脸色辣黄 硬堂离黑 这是甚不太行的表现啊 你说巧不巧 我这里刚好有一个祖传秘方 保证你吃后 红旗不倒彩旗飘飘 重振男人雄风 本来我这药方不随意给人的 但看你是小龙的朋友 又年纪轻轻 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这样吧 我给你打一个七五折 不要九百九十八 不要五百八十八 只要三百八八 药方带回家 吃了以后要是不猛 你尽管找我 面对猥琐药铺老板的大力安利 严守一完全不为所动 这可是关乎男人尊严的问题 绝对不能让步 他看向龙飞城 发出了灵魂拷问 这就是你说的名医 龙飞城尴尬不已 答道 我哪知道师父他老人家 以前让我来抓的 都是那种药啊 严守一叹了口气 看来今儿个是来错地方了 药铺老板听了二人的对话 似乎猜到了两人的目的 他乐呵呵地勾搭着龙飞城的肩膀 笑道 小龙啊 我和你师父都是走江湖的 只不过你师父是挂行 我干的是皮行 但不管是做哪一行的 若真没点本事 谁敢出来混 言下之意 是让他们二人不要看清 他这个小小的药铺 小看他这个药铺老板 龙飞城连忙给药铺老板滴烟 也算是赔个不是 紧接着解释道 老金 主要我们今天不是来买那种药的 而且我血气方刚 暂时用不着你的药 否则我肯定大力支持你的生意啊 老金从药铺桌子上 抓起一根发霉的牙签 一边踢着满口的大黄牙 一边说道 那得看看 你们要的是什么药了 如果你们要的药材 连我回春堂都找不到 那这整个荣城 恐怕都悬烙 也不知这个老金哪来的自信 敢说出这么一番豪言 龙飞城只当他是在吹牛 但严守一抱着姑且一世的打算 说出了几个药名 山珠鱼 怀牛西 智武为子 前几个药材倒还好找 但后面几个药材 却是越发的稀有 龙飞城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老金倒是一本正经的听着 还拿出小本本 煞有其事的做记录 报了药名后 严守一问 这些药 你弄得到吗 哎 我以为什么呢 就这 老金不屑一笑 我都要院子里都有 你们跟我来 我去取给你们 还真有 严守一颇为惊讶 其实他根本不报什么希望的 见老金如此笃定和不屑 严守一也不怀疑 老金喊隔壁卖鞋店的老板 帮忙看一下铺子 便带着两人往他的药园子走去 药园子的位置 就在附近的一座山脚下 走了十来分钟 就远远地看到那园子 院子里还有一栋小破屋 屋外挂着不少干草药 只是看着院子的规模 严守一很难相信 自己需要的那些珍贵草药 会放在这儿 老金推开要园子的栅栏 大步走进去 然后指着小屋说道 就在里头 你们跟我来 推开小屋的房门 灰尘当头洒下 严守一他们捂着鼻子 龙飞城忍不住吐槽道 老金 你这多久没活人来过了 嘿嘿 这荒郊野岭的 狗拉屎都不愿意来 也就你们俩了 小屋没有窗户 里面黑漆漆的 老金钻到里头去翻找着什么 不一会儿就喊道 找到了 你们快进来 严守一隐约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但还是第一个走了进去 谁曾想他刚刚迈进小屋 脚下突然踩中陷阱 整个人顿时被麻绳捆着小腿 倒挂在房梁上 老金拿着一把生锈的镰刀 从黑暗中走出来 脸色阴沉地看着严守一 龙飞城健壮 吓得脸色一白 他没想到 自己常光顾的药铺老板 居然是个开黑店的 现在是要怎么着 绑架 勒索 还是单纯的杀人为乐啊 老金对龙飞城喊道 小龙 这事与你没关系 实相地就离远点 当作没看到今天发生的事 龙飞城哪里愿意 就这么丢下严守一 他还指望着 跟严守一学本领 以后发家致富呢 他冲着严守一问道 什么情况啊严哥 你和老金 难道还有什么仇什么怨啊 被吊在半空中的严守一 自己心里也觉得纳闷 他根本就不认识老金 乃来的恩怨 他只知道 现在老金手里的镰刀 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若是搞不好 今天还真有可能丢了小命 于是他默默地 从胯包里取出道符 随时准备召唤斩破刀 别动 别以为我 看不到你的小动作 把手里的东西交出来 眼尽的老金 发现了严守一的小动作 立刻举起镰刀 威胁起来 严守一叹了口气 只得拿出道符 就在老金伸手要去接道符的那一刹那 龙飞城突然冲了过来 用肩膀将老金撞倒在地 老金摔到了一对竹篓里 因为过于肥胖 半天爬不起来 龙飞城连忙捡起地上掉落的镰刀 拒救严守一 严守一也召唤出斩破刀 轻松割断掉着自己的麻绳 严哥 你没事吧 龙飞城扶着严守一问 我没事 抓住那个老金 严守一刚爬起来 却见小破屋里的角落 已经没了老金的身影 他们连忙朝屋外看去 只见老金亮亮呛呛的 已经跑出去好远 龙飞城忍不住骂道 死老金 亏我平日那么相信你 没想到你 居然如此用心险恶 别跑 看我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 别看老金胖 但他跑起来的速度 可一点都不慢 而且他对周遭的地形十分熟悉 眼看就要钻进小树林里 消失不见 严守一追到药园子外 从地上抓了一把黄土 放在手心 另一只手在黄土上化肤下皱 随着一声 赤 老金脚下突然踩空 哀悠一声 一路从山坡上滚下来 一口气滚了几十米 最后一头撞在药园子的栅栏上 这才狼狈地停下来 此时的老金 满脸瘀青 浑身是伤 衣服裤子 不知滑破了多少道口子 简直像是乞丐一样 龙飞城连忙上前 用镰刀架住老金的脖子 质问道 老金 你给解释解释 老金疼得呲牙咧嘴 但还是愤恨地望着眼手一 你这个寒商派的混账东西 偷了我们齐皇派的药方 还好意思到我这儿来买药 小人得志 瓦府雷鸣 什么寒商派 什么齐皇派 你在说什么啊 龙飞城听得一头雾水 仿佛老金在说着 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严守一倒是听懂了些许 他解释道 寒商派和齐皇派 都是古一门派 寒商派起源于宋朝 由宋朝众多名医共同创立 齐皇派则可以追溯到 上古炎黄时期的神医 他们的祖师爷是齐博 就是写出速问 这本中医开山之座的大神 老金配了严守一口浓坦 你个无耻小人 还有脸说出我们祖师爷的名讳 严守一眼几手快 躲开了老金的魔法攻击 然后满脸无辜地说道 可问题 是我不是寒商派的人啊 你怎么不是寒商派的 你刚才说的那些药材 分明就是我们齐皇派 天元巨魂丹的配方 这个配方在70年前 被你们寒商派的人抢走 除了你们 谁还能知道这配方 老金却一口咬定严守一 就是寒商派的人 严守一摇了摇头 配方来自于哪里我不确定 但我真的不是寒商派的人 我甚至都算不上一名医生 那你算什么 我 严守一答道 我是鲁班传人 鲁班传人 本来一脸愤怒的老金 瞬间冷静下来 一动不动地如同个老王八 半天后才回过神 支支吾吾地问道 哪个鲁班传人 就是你知道的 如今心里在想的那个鲁班传人 哎 你们看这事闹的 误会了误会了 误会大了 老金的脸上满是尴尬 连忙解释道 如果是鲁班传人 那就都说得通了 刚才是我鲁莽了 你们现在先把我放开 咱们有话好好说 老金想不好好说话都不行 毕竟镰刀在龙飞城的手里 而且还架在他的脖子上 这镰刀锋利不锋利 他不知道 但上面的铁锈 却是附带破伤风这种魔法攻击的 要是龙飞城一个不小心 划破了他的脖子 光是破伤风疫苗 就要花掉老金五十块钱呢 老金如果富裕的话 就不至于一件公字 被正反面轮换着穿了 龙飞城看向严首一 严首一点头示意 他这才放下镰刀 老金老实巴交地坐在地上 委屈巴巴地说道 其实我刚才也是正常反应 现在齐皇派的门人所胜无解 而且沦落天涯 都是韩商派一手造就的 我们现在看到韩商派的人 就恨不得上去砍几刀 嗨嗨 当然现在是法治社会 我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诉完了苦 紧接着老金又好奇 满满地打量着严首一 你们还真别说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活的鲁班传人呢 江湖传言 你们早就已经绝后了 没想到 你们和我们齐皇派一样 还在民间韬光养晦呢 说起这齐皇派的历史 也是令人唏嘘 别的古一门派 祖师爷都是话陀扁鹊 什么唐宋明依 但齐皇派的祖师爷 可是上古时期的齐伯 说他是万一之祖 都不过分 所以齐皇派 自古以来都是古一门派中最强大 最厉害的 直到近代西医传入 从科学的角度诊断 老百姓也都知道了很多其中的原理 而大部分古一还没守成规 不愿意将自己的秘方拿出来传世 搞得百姓都以为 这些传成了数千年的古一 都是骗人的拥医 老百姓们可不在乎 在西医传入华夏之前 古一们给华夏上下五千年 多少百姓看过病 但这错也不在老百姓 要怪就怪古一们不愿意与时俱进 还保留着老一套的花样 也确实有一部分人 拿着有用的药方 却故意装神弄鬼 败坏名声 齐皇派也是受到西医冲击较大的古一门派 但老大哥终归还是老大哥 他们必须扛起领军大旗 七十年前 齐皇派举办了一场古一交流大会 召集现存的各大古一门派 目的是为了让各大门派联合起来 商讨古一的出路 而在大会上 齐皇派的老掌门提出 让大家将自己门派的药方公之于众 让老百姓们知道古一并非是装神弄鬼 并不是只有西医才能救人治病 唯有这样 古一才有未来可言 可这个观点 却遭到了大部分门派的反对 他们认为古一之所以能够受人尊敬 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不传之秘 一旦这些秘密公之于众 古一的地位也就再也不保了 矛盾 就此被激发 齐皇派为了做表率 先后公布了独门的三个爵士药方 这随意一张药方拿出去 都是能够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存在 不曾想 正因为这三个爵士药方 反而给齐皇派遭来了灭顶之灾 三个药方的出现 让各大古一门派明白了齐皇派的强大 他们不思考如何团结进取对抗西医 反而对齐皇派的药方有了觊觎之心 别的古一门派只是想一想 但韩商派却是行动了 韩商派趁着大会期间 在齐皇派弟子的饭菜中下毒 想要以此偷走他们的所有药方 可齐皇派的弟子 各个都是人中龙凤 轻易识别出饭菜中被下了毒 见事情败露 韩商派干脆破罐子破摔 勾结一伙山贼 杀光了当时还在山中的所有齐皇派弟子 从他们的手里抢走了少部分的药方 其中便有严守一这次准备给林子彤送去的 天元巨魂丹药方 本来强盛的齐皇派 就在一夜之间几乎被人斩草除根 唯有一些流落在外的弟子 还在苟延残喘 老经的太爷爷 曾经就是齐皇派的长老 同时也是死在韩商派手中的人之一 方才严守一爆出了天元巨魂丹的配方 老经本能地以为严守一是韩商派的人 又不清楚严守一到底有什么目的 所以才故意把他们骗到小破屋里 准备先发制人 但老经没料到 严守一竟是鲁班传人 众所周知 鲁班传人云游四方 鲁班书中记载了天下术法 他们拥有天元巨魂丹的配方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老经活动着筋骨 无意间蹭到了伤口 又疼得呲牙咧嘴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要的这些药材 我这儿虽没有 但也有渠道帮你们弄到 就是这费用吗 这回换作严守一尴尬了 他什么都不缺 唯独缺钱 其实只要他张口 必然有无数身家千亿的大老板 给他送钱 但严守一不喜欢随便欠别人人情 龙非诚拍了拍胸口 道 老经你说个数 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早晚会还给你 其实也不多 也就三百来万吧 老经笑道 三百万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 龙非诚笑着笑着 底气就有些不太足了 弯着腰挫着手说道 什么样那么贵啊 咱俩这关系 要不你给打个折 打折就算了 你说个数吧 三百 滚 老经没好气地说道 我还不知道 你小子 你家里整天叮当响 还不是穷的 严守一干笑道 我很需要这些药材 但我现在确实没有钱给你 对严守一说话 老经又恢复了和气的笑脸 其实签不签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愿意教你这个朋友 不如这样吧 我帮你弄到那些药 你欠我一个人情 以后我有什么事情拜托你 你别拒绝就行了 严守一皱了皱眉头 他担心老经日后会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 而鲁班传人最信守承诺 要是到时候不答应老经 麻烦就大了 似乎是看出了严守一的顾虑 老经赶紧补充道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你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更不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那好吧 严守一点点头 算是答应 自打知道老经是齐皇派的传人以后 他就不怀疑老经的能力了 老经喜笑颜开 像他这样的人 最明白鲁班传人的人情 有多大的价值了 别看老经也是一穷二白 像个叫花子似的 但其实他这是为了躲避 寒商派的门人 故意低调行事 他拥有一身医术 却从不显露 宁愿开着破破烂烂的药谱 也不想去沾染那些是是非非 甚至他这身肥镖 都是为了韬光养惠而养出来的 所以 弄到严守医所需要的药材 对老经而言不是什么难事 但鲁班传人的承诺 可就价值千金了 三天后 你再到回春堂来找我 我保证帮你把要凑齐 老经说道 一桩心事 算是解决了 严守医又问道 还有一件事 我想问问你 关于荣城飞凤山白家 你了解多少 飞凤山白家 那可不是什么擅长啊 提到飞凤山白家 老经的语气都严肃了不少 他清了清嗓子 低声说道 荣城有三大世家 分别是西湖里家 古陵柳家 还有飞凤山的白家 严守一瞳孔动了动 木讷地重复了一遍 西湖里家 这三处地点 放在荣城 其实都有独特含义的 荣城西湖 乃是荣城就城区 也是如今整个荣城地价最贵的地方 能住在西湖边上的 非富即贵 荣城古岭 位于荣城以东 延绵数十公里 将整个荣城包裹其中 为其抵御来自东方的海风 让荣城变成一座移居城市 自古以来 就是荣城百姓心目中的庇护神山 荣城飞凤山 最早始于唐朝 相传是凤皇七夕之所 后来更是发展成道教圣地 一些小门派扎根于飞凤山 香火不断 也是荣城一大地标 三大世家 各自占据了荣城的一处地标 分庭抗礼 普通人只知剑州王家 历城凌家 荣城张家 却根本不知道三大世家的存在 他们犹如三朵飘在天空上的云彩 是凡人触及不到的世界 老金继续说道 三大世家之所以繁荣昌盛 除了他们历史悠久 扎根荣城以外 更大的原因是 他们祖上有人贿赂了阴间鬼叉 和当地的城皇老爷 让他们的祖辈得以留在人间 继续庇护子孙 三个世家的背后 都有三个法力通天的鬼王存在 老金的这番话 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龙飞城问 老金 你说这凤飞山白家的祖宗 护犊子不 哈哈 白家护犊子 那是出了名的 而且 他们尤其护小犊子 谁要是招惹到他们家的那些小祖宗 可都没一个好下场的 仿佛是在说什么好笑的笑话 老金捧着肚子哈哈大笑 但笑着笑着 他发现 眼手衣和龙飞城的脸色 不是那么好看 他逐渐明白了什么 笑声渐渐消失 最后试探地问道 你们该不会 招惹到白家的人了吧 眼手衣道 坦白说 我们昨天不小心宰了 他家的一只小鬼 老金沉默了一阵 忽然摆了摆手 算了算了 人情我不要了 你们赶紧收拾东西跑吧 趁着白家还没有发现 否则事情就麻烦了 两人愕然 这个白家当真这么恐怖 老金说不干就不干了 眼手衣拦着老金说道 你尽管准备药材 白家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自有解决的办法 你确定 我可告诉你啊 说假话是会烂嘴巴的 荣承又不是只有白家一家独大 我与西湖里家关系匪浅 大不了找他们出面化解恩怨 眼手衣道 老金定了定神 这么说来 倒也可以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三天之后 我来取药 眼手衣说完 塞给了老金一块木疙瘩 老金拿起木疙瘩一看 这木疙瘩透着一股血红色 纹理清晰 乃是真正的鲁班神木 上面只刻着鲁班二字 这代表着鲁班传人欠下的人情 来日必会奉还 等到还了人情后才会将神木要回 若是当初许诺的鲁班传人失踪了 遇到其他的鲁班传人 只要出示鲁班神木 对方也一定会出手帮忙 当年鲁班传人日子不好过时 便是依靠着这种抱团群暖 互相帮忙的方法 才能立足于世 换做现在 那就是连锁企业 得了神木 老金也不废话 打了个油腻腻的响指 道 好嘞 三天之后 我在回春堂等你们 一连两天 倒也相安无事 严守一本以为白家的报复 很快就会到来 但结果却是 整整两天风平浪静 什么也没有发生 龙飞城分析 这是暴雨前的宁静 但严守一认真思考以后 觉得他们 恐怕将那晚绑架 黄师辉的神秘人 想象的太强大了一些 这个神秘人 实力并不是很强 所以他不可能控制 那晚白家鬼王的队伍 只能用引导的方式 让鬼王路过 而若是 他将严守一杀了小鬼的事情 告诉白家鬼王 恐怕他自己这个罪魁祸首 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 神秘人当时放的狠话 也仅仅只是狠话 甚至最害怕白家鬼王知道 小鬼被严守一杀了的人 正是那位神秘人 想通了这一点 严守一也就不担忧什么了 他拜托下之 想办法从汤校长口中 套出神秘人的身份 只可惜 汤校长的嘴紧得很 根本不肯吐露实情 就连有关于黄松案的事情 他也是惜字如今 下之的进度异常缓慢 严守一倒是有办法 让汤校长乖乖开口 只要稍微给他下点咒就好了 但如今黄松案 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汤校长作为重点嫌疑人 已经被警方严加看管 所以下之无法带严守一进去 给汤校长动用私刑 而这两天的时间里 林子彤也常常出现在 严守一身边刷脸 有时候 他还会带着小姐妹陆采薇 自从那晚女生宿舍的事情以后 陆采薇对严守一很是崇拜 每次跟着林子彤见到严守一 眼里全都是小星星 对此 严守一的反应就比较淡定了 他有意无意地与两人保持着距离 甚至有时候还故意躲着林子彤 他心里总觉得 自己有婚约在身 就不应该与林子彤有过多的牵扯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保安威哥不见了 汤校长被抓以后 威哥也就消失了 严守一询问其他的保安 得到的回答只是回家探亲去了 但严守一隐约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可以肯定威哥与黄松案有关系 但不知两者牵扯有多深 时间很快过去 转眼的功夫已经来到了周六 正是女生宿舍那名神秘的 要出现的日子 白天 上行一笑张灯结彩 一大早 严守一就接到杜萍的电话 让他带人去校门口维持秩序 当严守一带着一群保安 出现在校门口的时候 顿时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偌大的校门外人山人海 全都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小姑娘 她们举着牌子 喊着口号 人挤着人 垫着脚尖张望 气氛简直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她们是谁啊 严守一问杜萍 穿着白衬衫的杜萍 后背早已经被汗水打湿 她浮了浮眼睛 焦头烂额地说道 大明星董希的粉丝 昨天董希在社交平台上公布 她要回我们学校演讲 今天一早 她的粉丝就蜂拥而至 这人气 校门口人潮汹涌 别说车子了 连人都挤不进来 前来上学的学生和教课的老师 全都被挡在外头 龙飞城嘀咕道 就那个娘娘腔 居然还有这么多粉丝 我昨晚抽了半包烟 都没想到我输在了哪 杜萍瞪了龙飞城一眼 饭可以乱吃话 不可以乱说 你现在要是敢在 董希的粉丝面前 说他半句坏话 信不信他的粉丝 真能把你打死 没那么夸张吧 龙飞城嘴上强硬 但心里已经怂了 严守一皱了皱眉头 转身对带来的保安们说道 大家一起过去 围出一条可通行的路出来 让咱们学校的师生 可以正常出入 保安们还是很听话的 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但校门外围着上千个粉丝 仅凭十来个保安 根本撼动不了他们半分 甚至还有的粉丝 因此产生了不满 和保安产生了口角 这一幕杜萍也看到了 但他却故意视而不见 脸上还带着一丝幸灾乐祸 似乎就是想要看看严守一出丑 这帮家伙 追星都追封了吧 龙非诚气愤地说道 严守一看向杜萍 董熙把学校闹成这样 校领导不管吗 杜萍笑道 董熙现在可是当红小生 又是我们上行一校毕业的 校领导当然想沾点他的光 校董事们倒是不把董熙放在眼里 但他们同样也没把上行一校放在眼里 所以 能管的人不管 不能管的人也没本事管 就这么着吧 严守一看出来了 如今全校上下 都把这个烂摊子 丢给他这个小小的保安队长来管了 这时 严守一注意到 粉丝的后方 林子彤正坐在一辆兵力车里 神色有些着急 严守一想了想 拿出手机给林子彤发短信 你着急进学校吗 林子彤很快回复 今天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 但是现在 车子开不进学校 我也进不来 收到回复的严守一 似乎做出了决定 对着手下的保安大喝道 把这些粉丝全部赶走 不配合地就抓起来交给警察 保安们一愣 想不到严守一的态度 居然这么强硬 对方只是追了心 没必要报警吧 杜平也是满脸震惊 拦着严守一道 你疯了 瞎指挥什么 你知道董熙现在地位有多高吗 你惹得起吗 严守一笑了笑 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他惹不起的人 再者说 区区董熙 根本就不需要他出手 林子彤在这儿 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吗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不是明星炒作的地方 不能因为一个毕业生演讲 就耽误全校师生的学习 杜主任 您该分清楚 孰轻孰众了 严守一说完 又一次下令 照我说的办 出事我来扛着 保安们本来左右为难 但又觉得严守一说的有道理 于是立刻上前 抓了几个典型粉丝 刚才辱骂保安的那位 就在其中 见到有人保安给抓了 粉丝们气焰顿时弱了不手 一听说还要报警 他们更是吓得连连后退 不用保安们驱赶 就自动让出了一条大路 被堵在外头的师生们 终于能够顺利进入校园了 其实大家都是上行一校毕业的 而且家里也不缺钱 所以上行一校的学生 还真不怎么看得起董熙 被董熙的粉丝 堵了读书的路 他们心里是很不爽的 如今终于顺利进入学校 学生和老师 纷纷对严守一 投来感激的目光 林子彤的车 也缓缓开进学校 只不过 董熙的粉丝们 又不安分起来 本来只是小声议论 不知谁带了头 他们开始大声辱骂保安 辱骂上行一校 各种难听的词都蹦出来了 我们家熙熙需要我们 你们没有权利把我们赶走 要不是我们家熙熙 鬼知道你们上行一校呢 不知道是什么三流学校 根本配不上我们家熙熙的咖位 你们这些小保安等着 一会儿熙熙到了 他肯定会为我们粉丝出头的 保安就是一群没文化的土鞭 报警啊 看谁要脸 眼瞅着这些粉丝越骂越大声 有些保安都已经快要忍不住了 就在这时 几辆商务车驶进校园 直直停在校门口 大明星董熙风光无限地 从车上走了下来 顿时得到了一片尖叫 还是那副小白脸娘娘腔的模样 董熙下了车 对粉丝们招招手 还不忘送出一个大大的绯闻 大家好 我是董熙 啊 我们家熙熙好帅 熙熙 看我 看我呀 我让我爸卖了一个肾 给你买礼物 请你一定要收下 哦 熙熙 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刚才被这些小保安给欺负了 对 你可要给我们出头啊 我们家熙熙是最充分的 听说 有人欺负他家的粉丝 董熙也不由得脸色一沉 一向娇恨惯了的他 立刻就要找保安兴师问罪 然而他一转头 正好对上 严守医和龙飞城的眼神 顿时有些猛逼 这两个家伙 怎么在这里 自打火了以后 董熙身边的人 都对他毕恭毕敬 就没有人敢步 顺着他的 但眼前这两个小子 上次在医院狐假虎威 让董熙第一次感觉到了不顺心 是什么感觉 所以 董熙对他们俩记忆犹深 当时还以为 他们真的是什么有背景的角色 结果没想到 如今竟是上行一笑的小小保安 可笑可笑 我上次居然还真的害怕了 心仇旧恨 如今董熙打算一起算一算 于是他立刻走上前 本想对眼手一下手 但看到他的眼神的一瞬间 董熙鬼使神拆地耸了一下 转将目标转移成了龙飞城 啪 董熙当场给了龙飞城一个耳光 然后大声说道 全国上下谁不知道我董熙最重粉了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敢对我的粉丝不敬 粉丝们见到董熙 居然替自己出头打保安 一个个兴奋地尖叫起来 不停地夸董熙重粉 帅呆了 龙飞城被董熙这一耳光 扇得有点猛 疼倒是不疼 跟脑痒痒似的就是一时间 脑子没转过弯来 但回过神来的龙飞城 怒气冲脑 直接一个左勾拳打在董熙的脸上 当场将董熙给撂倒 骂了的八子的 装什么大尾八郎 别人惯着 你我可不惯着你 有本事起来单挑 今天看老子打不死你 上次董熙抢ICU病房 害得陈大为差点病危 龙飞城就已经很不爽了 如今董熙又自找没去 龙飞城哪能忍啊 董熙挨打倒地 粉丝们又吵吵起来了 董熙带来的保安也冲上前 要对付龙飞城 但龙飞城这边人也不守 严首一带来的保安都站着呢 他们刚才也是忍着恶气 对董熙很不满 双方要是打起来 还不知谁更吃亏一些 杜萍一看情况不对劲 赶紧喝道 严首一 管好你的手下 管 怎么管 他能打我们的人 还不准我们的人还手了 这是什么道理 哦 我知道了 对方可是咱们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啊 严首一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一副不愿意多管的表情 这可把杜萍和董熙气得不轻 这小子故意的 故意的 而且他阴阳怪气的本领 居然比董熙还要高明 董熙怒道 你们考虑清楚了 我回校演讲 可以给上行一校 带来多少关注 就算是你们校长 也要拍着手 引我进校门 瞧把你给能的 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龙飞城嘲讽道 就你这种歪瓜裂枣 上行一校还真找不出几个 人家都是认认真真搞一手 你倒好 伴娘娘枪火了 还沾沾自喜 哦 对不起 你不是伴 你是真的娘 龙飞城骂起人来 可是那把活人骂死 死人骂活的 这点严首意也要自叹不如 董熙气得脸色胀红 像是吞了两斤过期的小龙虾 你们给我等着 我打电话给你们校长 到时候 就算你们跪下来求我 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 董熙坐在地上 灰头土脸 态度还十分嚣张 掏出手机要打电话 这时 一辆紫色的兵力 停在了董熙的面前 董熙正要发作 抬头一看 竟是历程林家的大小姐 林子彤 林子彤是建州商会会长的女儿 自身又是女强人 长得好看 气质还好 在圈内外关注度都十分高 所以 董熙一眼就认出了她 林小姐 林子彤放下车窗 淡淡地对董熙说道 你的粉丝挡着我进学校的路了 董熙一愣 随后连忙爬起来 尴尬地陪笑道 这些都是粉丝自发行为 我也没办法呀 学校是搞学术的地方 不是你扮小丑多眼球的地方 我觉得 我们学校的保安 做得没错 尤其是他们的队长严首一 林子彤冷冷地道 董熙咽了咽唾沫 什么情况 林子彤要护着这小小保安 这拉偏价 也太明显了吧 但是就算是董熙 也绝对惹不起林子彤 林家在建州的势力极大 只要他一声令下 娱乐公司就会把董熙给雪藏 雪藏一辈子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 董熙立刻就怂了 他僵硬着头转过身 对自家粉丝说道 你们都散了吧 学校是搞学术的地方 我们不要打扰到人家 粉丝们先是一愣 不理解 董熙前后态度的突然转变 随后又露出了花痴脸 我们家董熙好体贴啊 真是温柔 龙非诚无奈地捂着脸 没救了 粉丝们虽然满口答应 却没人动弹 林子彤皱了皱眉头 给董熙来了一劲猛料 你打了人家保安 给对方道歉 董熙双眼一瞪 你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林子彤反瞪了董熙一眼 他的眼神中 有着浓浓的警告之意 董熙气得肺都快炸了 这两个保安 和林子彤到底是什么关系 居然让他这么明目张胆地帮忙 代价是狠狠地羞辱他董熙 但是林家 董熙是万万惹不起的 所以 尽管心中万分不愿 但董熙还是硬着头皮 来到龙飞城面前 小声地说了一声对不起 龙飞城发现他的林嫂子帮忙了 立刻蹬鼻子上脸 故意道 你说什么 大声点 我听不见 董熙咬了咬牙 对不起 行 我接受 但你还得跟我大哥说一声对不起 他是咱们学校的保安队长 因为你的粉丝 让他一大早加班 多辛苦 多累啊 让你道个歉不过分吧 董熙气得鼻子都歪了 心里把龙飞城诅咒了一万遍 然后又对严守一说了一声对不起 严守一倒是不为难他 反正今天 他已经把脸给丢尽了 演讲就好好演讲 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严守一严肃地说教道 董熙傻眼了 他堂堂一大明星 还用得着听一个小保安说教 不能忍 忍不了啊 道歉以后 董熙直接钻进商务车里 不管粉丝们怎么叫唤 都不肯出来了 粉丝们也不傻 看到董熙挨打 本来还要打电话摇人 结果来了一辆兵力 董熙瞬间就耸了 还老老实实地给保安道歉 他们眼中无所不能的大明星董熙 也不过如此 严守一已经看到好一些粉丝的眼中 光芒正在逐渐消失 反而粉丝们看向宾利车里 坐着的林子彤的眼神中 亮起了光芒 是啊 一个开着豪车 直言片语 就让大明星董熙 乖乖给保安道歉的女人 谁不向往羡慕呢 喂 你们谁知道 那辆车里坐着的女生是谁啊 她好漂亮 好有气质啊 好像是历城林家的大小姐 叫林子彤 对对对 就是林子彤 我在杂志上看到过她 她虽然还是异校的学生 但已经是好几家公司的老板了 林子彤是出了名的女强人 比起男人也丝毫不逊色 她好像比董熙还厉害啊 林子彤以后会出道吗 这样的偶像 我先粉为敬 我也是她的路人粉了 粉丝就是这么奇怪 换偶像 如同换衣服裤子一样勤快 之前还一口一个我们家董熙 如今就变成了我们家子彤 听着这些粉丝的议论 阎首一掐指一算 不由得自言自语到 预定了明天的热搜第一 林子彤可不理会那些无聊的粉丝 她对着阎首一眨了眨眼 就直接开车进学校了 阎首一帮她开了路 她帮阎首一对付董熙 臭丫头 阎首一无奈地笑了笑 杜萍并不知道 阎首一和林子彤的关系 歪着嘴讽刺道 你小子这次运气好 遇到了林家大小姐帮你解围 下一次再这么胡闹 有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阎首一直接无视了杜萍 龙飞城则是对杜萍竖了个中指 你懂个卵子 董熙刚才丢了面子 此时再也不敢多呆了 催促着司机赶紧进学校 粉丝们见没热闹可看了 才慢慢散去 被围堵了几个小时的上行 一笑笑门口 总算清静起来 阎哥 刚才多亏了嫂子帮忙啊 你还别说 刚才揍董熙的那一拳 是我出生以来 打过最爽的一拳了 龙飞城举着拳头 似乎在炫耀 真有那么爽吗 阎首一后悔 刚才自己也没有出手 那必须的 龙飞城说道 要不你跟嫂子说一声 让嫂子把董熙送过来 给你再打几拳 行了 别嫂子这嫂子那的 我和子彤不是你想的那样 有有有 难道阎哥你身边 还要比嫂子更好的人选 这就过分了呀 滚 阎首一和龙飞城吵架的时候 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忽然从他们身后冒出来 大哥 阎首一回过头 只见来者竟是王康 王康嘿嘿一笑 说道 大哥 您交给我办的事情 我已经有眉目了 哦 你找到那个叫董燕的人了 阎首一眉头一挑 洗耳恭听 王康道 你说这不巧了吗 五年前的董燕 就是如今的董熙 董燕是董熙进娱乐圈前的名字 进了娱乐圈后 他才改的名 对了 听说今天董熙要到咱们学校 来演讲呢 他人呢 来了没有啊 王康伸长了脖子左右看 没注意到阎首一和龙飞城 已经陷入到震惊当中 董熙 就是五年前 强奸了女同学的那个富二代 就是他 闯入女生宿舍 杀了那个无辜的女生 还把匕首刺进了他的肚子里 贯穿了孩子的脑袋 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如今却还可以冠冕堂皇地当偶像 当明星 横行霸道 没天脸 没天脸啊 龙飞城咬着压根 指着苍天骂道 老天真是瞎了眼 因果循环 世事艰难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严守一沉着脸说道 这事摊在了我们手上 就说明 董熙的报应到了 闹剧之后 董熙的演讲如期举行 为了让董熙给上行一校 带来更多的名气 校长特意空出了学校大礼堂 给董熙当演讲场地 董熙煞有其事地准备着 结果上台一看 顿时傻了眼 偌大的礼堂 除了工作人员 压根就没几个人前来听讲 唯一的观众 还是宝洁阿姨 其实 上行一校的学生 无非是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有钱人 这类人根本不屑 和董熙打交道 所以也懒得来听他演讲 第二种是 专心搞学术的学霸 他们未来想当演员 音乐家 舞蹈家 艺术家 唯独不像成为董熙这种 要实力没实力 要本事没本事 只会装可爱 实则油腻的老辣肉 所以 满怀期待的董熙 遭到了巨大的打击 这可乐坏了 站在台下维护秩序的 严守一和龙飞成他们 我当有多大排面呢 把外面那些脑残粉拦住以后 董熙手下 原来就没人了 龙飞成对严守一吐槽道 这回看董熙怎么下得来台 董熙站在演讲台上 尴尬地扫过空荡荡的大礼堂 回应他的 只有经纪人舔狗般的笑脸 还有保洁阿姨 一副你赶紧讲完 我着急做卫生的表情 他憋了半天 最后干脆撇下 话筒不讲了 龙飞成健壮 连忙冲上去 大声喊道 各保安注意 大明星 董熙要下台了 千万要维持好现场秩序 切勿发生踩踏事件 董熙 这家伙 多损啊 下不来台的董熙 气急败坏地看向经纪人 那经纪人脑子也灵光 大声说道 董熙 今天就是个事演讲 明天咱们再来一次 到时候正式演讲 全网直播 董熙听了 眼睛一亮 若是采取直播形式的话 他可就不担心没人气了 他的那些粉丝 虽然进不了上行一笑的大门 但还怕进不了直播间吗 而且 流量和弹幕是可以作假的 到时候 他让经纪人直接砸中筋刷个数据 又是提升名气的好机会啊 终于找到台阶的董熙 立刻摆出架子 回到演讲台上 说了一大段尴尬无比的单口相声 他才开口三分钟 龙飞城就拉着眼手衣到外头抽烟去了 反正现场根本没几个活人 也不需要他们维持秩序 二人蹲在大礼堂后门的阶梯上 巴哒巴哒地抽着烟 龙飞城还是看董熙很不爽 一想到这小子杀了人 还在外面风光 我就特不爽 他风光不了多长时间了 严守一说道 我比较在意的是 为什么董熙不仅要杀人 还要刺那把匕首 匕首 你是说刺穿了鬼鹰脑袋的那把 龙飞城疑惑道 严守一点点头 根据威哥之前所说 他和辅导员第一时间进入女生宿舍的时候 看到刺穿女生肚子的匕首上 裹着一层符纸 这绝对不是无意而为 恐怕正是因为那柄匕首 导致女鬼和鬼鹰 无法离开女生宿舍 符纸裹着武器的术法 我知道很多 而且害人的更多 但我不确定 董熙用的是哪种方法 如果能找到当年的匕首就好了 严守一嘀咕道 龙飞城也感到苦恼 威哥也不知跑哪儿去了 否则还可以问问他 正在两人苦恼之时 两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严守一抬头一看 正面遭到一双大长腿的冲击 你不是要考试吗 来这儿做什么 严守一语其中 嫌弃满满 林子彤哼了一声 一个眼神就将龙飞城赶到了一边 然后挨着严守一坐了下来 考试已经结束了 我也闲着没事 所以就带着采薇过来找你了 采薇小姐姐好呀 龙飞城对着陆采薇打招呼 那模样和猪哥已经无二般了 陆采薇身边不乏帅哥才子 但那晚龙飞城保护过他 所以他也蛮欣赏龙飞城的 于是从书包里掏出了一根棒棒糖 诺 谢谢你上回救了我 龙飞城不敢相信地颤抖着双手 这 这是给我的吗 你确定 你不要啊 那我给别人啰 不不不 我要我要我要 龙飞城连忙接过棒棒糖 激动得泪流满面 从小到大 这还是第一次 有女孩子给我送东西 严守一和林子彤叹了口气 别看陆采薇表面上是个纯洁小萝莉 但实际上他可是玩弄感情的高手啊 否则外号怎么叫做宅男杀手呢 龙飞城虽然瘦得跟猴似的 但也已经隐约可以看出宅男前置了 这个世界上又要多了一名可怜的小甜狗 龙飞城抱着棒棒糖 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对林子彤说道 大嫂 我们刚刚得到重磅消息 董西原名董叶 就是五年前的那个凶手 什么 林子彤和陆采薇失声惊叫 都感到不可思议 虽然他们不喜欢董西这种流量明星 但也想不到他会是杀人凶手 严守一责怪地看了龙飞城一眼 他本是不想将这件事告诉林子彤的 准确来说是不想让林子彤参与其中 但现在既然已经说了 也没有办法 严守一只能说道 当年杀害女鬼和鬼鹰的 除了董西以外 还有两个人 我们随时可以举报董西 相信夏至警官肯定可以把董西捉拿归案 但他不见得会供出另外两个人的身份 如果能够见到当年作案的那把匕首 说不定我可以猜出另外两人的来头 林子彤眉头一皱 用小六人神术算不了吗 没那么简单 董西的同伙如果也是悬门中人 且道横高深 我轻易窥探他的信息 也会遭到反噬 严守一答道 陆采薇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眼里闪着小星星 在他眼中 严守一和林子彤 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两人法力高强 除魔味道 偶尔再擦出一些爱情的小火花 不就是想看看当年的政务吗 这有什么难的 我可以帮你们 陆采薇舔着棒棒糖说道 你可以 严守一怀疑的看着陆采薇 林子彤笑了笑 采薇的父亲是荣城警方的一把手 有他疏通关系 只是见一见政务的话 问题应该不大 得知陆采薇的来头居然这么大 严守一和龙飞城 都不由得对这个小萝莉刮目相看 尤其是龙飞城 过去他就是一个小混混 小混混最怕的就是警察 结果陆采薇就是荣城最大的警察的女儿 搞得龙飞城都不知道 该不该和陆采薇走得亲近一些了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陆采薇拍了拍自己的对A 然后上一旁打电话去了 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挂了电话 转身 便对严守一他们说道 一会儿 夏之警官会来接咱们 怎么还把他叫上了 你刚才不是提到了他的名字吗 我以为你们很熟呢 就让我爸派他过来了 陆采薇天真的说道 严守一笑着叹了口气 但选择夏之也没有错 只是严守一担心夏之还在调查 汤校长的事情 没时间来管他们呢 如今他是明白了 林子彤身边就没一个是简单的 有这些人的帮助 办事确实简单许多 但他心里有两个疙瘩 怎么都过不去 对于林子彤的态度 也是忽冷忽热 从没谈过恋爱的严守一 弄不清楚自己心中的感觉和想法 分不清楚自己是真的喜欢林子彤 还是只是出于对青梅竹马的照顾 他看向林子彤 发现林子彤的想法很纯粹 不论自己对他热情或是冷淡 他的眼神始终如一 丝毫没有动摇过 这让严守一更加愧疚了 不久后 夏之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校门口 那是一辆黑色的宝马轿车 很符合夏之的气质 龙飞城此时才发现 夏之原来也是一个隐形的富二代 但严守一一点都不惊讶 他早看出夏之家境富贵了 四人上了车 夏之一边开车一边好奇地问道 你们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这次还惊动了我们所长 所长火急火燎的 让我来接你们去政务室 夏之当然不知道 严守一他们惊动的 可不是一个小小的所长 而是整个龙城警方的一把手 不过他也不觉得惊讶 毕竟他虽然不认识陆彩薇 但却认识林子彤这个林家大小姐 严守一说道 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些事情 路上慢慢与你说 路上 严守一将他们的发现告知夏之 夏之听后 气得差点闯了红绿灯 可恶 一尸两命 杀人凶手却还逍遥法外 当什么明星偶像 我绝对忍不了这口气 夏之怒骂道 龙飞城双手抱着安全带 姐姐 您消消气 注意安全啊 为了保命 严守一不得不动用小六刃神术 算了一下今天的吉凶 发现是吉卦 以后才松了口气 看来今天不会因为夏之而出车祸 夏之好不容易冷静下来 忽然想到了什么 皱着眉头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发现了没有 黄松案和女生宿舍案 有一个共通点 那就是 都有道士出没的身影 此言一出 车上的四人都安静了几秒钟 林子彤缓缓说道 你的意思是 绑架黄世慧的那个家伙 和帮助董熙杀人的帮凶 还有威胁女鬼和鬼因勾魂的道士 是同一个人 不排除这种可能吧 夏之点了点头 陆采薇脑袋没其他人灵光 只是觉得 他们似乎在进行一场破案游戏 而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有意思了 所以 我们就更有必要去看一看 当年的凶器了 严守一深吸一口气 双手枕在脑后 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十分钟后 众人抵达目的地 有夏之带路 他们一路畅通无阻 到了正务市 夏之的同僚 很快取出了正务箱 不过却叮嘱他们 只能现场查看 不能带走 怀着忐忑的心情 严守一打开了正务箱 在里面翻找了一阵 突然 他的动作停住了 而后他缓缓地拿出一柄 被正务袋装着的匕首 匕首大概三指长 尖端还开了放血槽 手柄部位裹着一层黄色的符纸 上面还沾染着褐色的血迹 在得到允许以后 严守一拆开正务袋 取下了符纸 摊开打量了一阵 龙飞成皱着眉头看了半天 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严哥 你看出什么了吗 严守一叹了口气 看不出来 我们鲁班传人也不是什么都会的 得知这个结果 下之有些沮丧 在他眼中 如果连严守一都看不出来 那么这条线索在他们的手里 应该是断了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 林子彤忽然说 我认识他 你认识 众人意外地回过头 发现林子彤的脸色 竟有些阴沉难看 严守一瞬间明白了 林子彤露出这副表情的原因了 这张道符来自于驴山派 是的 林子彤沉重地点了点头 解释道 这张道符名为 因令锁魂符 是驴山派明令禁止使用的符录 它的作用 是将死者的魂魄 与活人的运势连接 只要死者的魂魄 能够受到供养 生者的运势 就会不断上升 可以说 这种法术是极为缺德邪恶的 所以 董熙利用了鬼影的魂魄 让他自己得势 这不是和养小鬼一个道理吗 龙飞成怒道 难怪那个娘娘枪 混得风生水起 原来是这个缘故 一时间 大家想通了很多 真相逐渐明朗了起来 但对林子彤而言 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就是驴山派的弟子 然而他门中之人 竟有人做出如此邪恶之事 我这就告诉师父 让他老人家亲自出手 除了门中祸害 林子彤生气地说道 严守一拦着他 别着急 如今我们在明 对方在暗 要是驴山派大张旗鼓的抓人 反而会打草惊蛇 反正今晚那个道士也会出现 我们不必急于一时 严守一说的有道理 林子彤暂时安耐下 清理门户的念头 但还是气呼呼地 胸口不停地起伏 严守一将匕首放回正务带 几人一起缓缓往回走 严守一揉着下巴 自言自语道 那么 当年行凶的三人 已经有两人的身份明了 那这最后一个人 到底会是谁呢 龙飞城撸起袖子 露出他那几乎没有的公二投机 别想了 今晚把那个坏道士抓住 我来谈他某某 他要是不说的话 直接谈到死 离开正务室以后 夏之又原路 把四人送回学校 路上 夏之问严守一 今晚抓那个道士 需不需要他帮忙喊人不空 却被严守一给拒绝了 首先今晚抓道士 本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 不可能因此而调动警力 难不成告诉那些警察叔叔们 他们是来抓一个 勾人魂魄的坏道士 其次 对付道士 要么一枪 把他崩了一劳永逸 要么就只能用 圈内人的方法解决 那就是斗法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要用魔法 才能打败魔法 这是严守一 和那名道士的较量 外人帮不上什么忙 因此 尽管夏之很想帮忙 却也只能袖手旁观了 严守一告诉夏之 当下他要做的事 多多从汤校长的嘴里 撬出点东西来 既然那个神秘的道士 和八年前黄松案 女生宿舍案都有关系 那么汤校长没准 也牵扯了许多其他的案件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汤校长他们过去做的坏事 如今一件件都要赎回来 临下车的时候 夏之思考再三 还是对严守一问道 严守一 你说我命中有三次生死节 如今已经度过两次了 那最后一次 能告诉我是什么时候吗 林子彤瞥了严守一眼 那眼神好像在说 看不出你们之间 还有这么多故事呢 不过林子彤 不会因为夏之而吃醋 在他的眼中 自己已经足够完美 和严守一又是青梅竹马 若说这个世界上 谁最有资格和严守一在一起 那一定是他本人 严守一想了想 达到有些劫难 说出来就躲不掉了 夏之愣了愣 为什么 未来时时刻刻都在变化 有些人的变数不大 偶尔为其指点迷惊 没有什么问题 但你的变数太大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命节什么时候到来 那么未来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我说的那个日子 就未必是你的命节了 严守一针对性地解释得很清楚 但涉及到夏之第三次生死节 便半个字都不愿意多说 夏之明白 严守一直是为他好 所以便理解地点点头 不再多问 又叮嘱严守一 今晚若是有什么变故 随时可以向他打电话求助 说完以后便开车离开了 严哥 夏之警官人这么好 咱们可得帮帮他 龙非诚感慨道 怎么帮 以身相许 陆采薇调侃道 龙非诚黑黑一笑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阿弥陀佛 平僧愿意帮这个忙 你可拉倒吧 瞧你那损色 陆采薇笑骂道 林子彤拽了拽严守一的衣角 问 今晚有什么计划 今晚啊 吃饭睡觉打痘痘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严守一故意答非所问 林子彤生气道 你就是不想让我参与其中 严守一两手一摊 颇为无奈 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我还得分心照顾你 哟 看不出来 你还挺关心我的 林子彤先是调侃了严守一一句 然后道 我好歹也是驴山派的人 对驴山派的法术很了解 肯定可以帮得上忙的 对方也是驴山派的人 他比你还了解你自己 同样知道你的弱点 所以 你今晚就好好上学 别瞎掺和了 严守一态度坚决 丝毫不让步 气得林子彤鼓着腮帮子 别过头不看他 过了一会儿 陆采薇喊道 子彤 林子彤以为陆采薇 这是在替严守一求情 便故意说道 你别替他说话 我已经生气了 不是的 采薇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这一次 我绝对不惯着他了 哼 我想说的是 陆采薇叹了口气 说道 严守一他们已经走了 什么 林子彤连忙回过头 就看到严守一和龙飞城的背影 已经在远处的拐角消失了 他居然敢丢下我一个人 林子彤气得小脸发红 双拳紧握 好在他戴着口罩 否则肯定要上 异校的八卦新闻了 陆采薇憋着笑说道 子彤 我发现天底下的男人 就只有严守一 从来不惯着你 哎哟 青梅竹马就是不一样呢 你闭嘴 那是我让着他 行行行 你漂亮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陆采薇大笑 随后突然反应过来 诶 等等 你刚才说严守一丢下你一个人 那我算什么 我不是啊 你给我解释清楚 夕阳西下 燕雀归巢 天黑以后 上行一校 也逐渐从喧嚣变得宁静 今天是周末 上行一校不查请 所以大部分学生都到外头玩去了 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女生宿舍 更加空荡荡的 只有一些顶层供给 贫困生住的免费宿舍 还亮着灯光 夜深之时 女生宿舍三楼 那间有着恐怖传说的宿舍外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她站在门外 看着门上被撕毁的符纸 先是皱了皱眉头 然后从怀里重新掏出了符纸 贴在门框上 而后 她又拿出了一些香烛和贡品 默默地摆在宿舍门外 香烛点燃 却照不亮周围的黑 一缕缕烟气徐徐升起 却在宿舍的窗户位置 拐了个弯 飘进宿舍当中 模糊的玻璃上 隐隐约约显现出了两张人脸 人脸张着嘴巴 贪婪地吸食着香烛的烟气 鬼不能进食 但他们却可以吸气 所以 如今人们供奉祖先时 总要摆上一大堆贡品 目的并不是为了真的让祖先们来吃 而是让他们吸食这些贡品的气 被鬼吸过气的贡品 便没了精华和营养 人即便吃了 也不会有任何帮助 甚至还有可能因此而生病 所以奉劝大家 没什么必要 尽量别吃贡品 那道身影靠在墙边 看着窗户里 一大一小两张人脸 将贡品的气吸了个干净 便收拾了东西 她又等了约末十几分钟的时间 这才用钥匙打开了宿舍门 推门而入 一推开门 她就看到了 女鬼与鬼鹰飘在半空中 你还是没有遇见 那个一直供养我们的人吗 女鬼开口问道 那道身影摇了摇头 我刚到 女鬼沉默 手上轻轻地安抚着怀中的鬼鹰 那道身影问 我要的魂魄呢 女鬼摇了摇头 这周没有什么活人我这里 所以我没能勾到魂魄 你放屁 那道身影上前一步 语气变得愤怒起来 三天之前 一群学生在你这里出了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他们的魂魄呢 你是不是偷偷藏起来 给你那一种吃了 听到对方称呼自己的孩子为一种 女鬼的面孔 逐渐变得争鸣起来 你骂我可以 不准侮辱我的孩子 就算孩子是董叶的后代 但他的身上同样流着女鬼的血 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女鬼无论如何 不允许任何人侮辱和伤害他的孩子 那道身影从黑暗中走出 借着月光 可以看到他那副中年男人的面孔 他一步步逼近 脸色十分难看 我需要魂魄 你应该清楚 没有完成我的任务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说了 我没有勾到魂魄 我没有骗你 女鬼抱着鬼鹰 缓缓后退 不可能 分明有学生进入了宿舍 还是说 你根本没打算勾他们的魂魄 女鬼咬了咬牙 对中年男子说道 我不想再帮你办坏事了 除非你先帮我报仇血恨 你没有与我谈条件的资格 男子大喝一声 手中出现一把浮尘 浮尘一扫 如同鞭子般打在女鬼的身上 女鬼疼得失声惊叫 吓得连连后退 但男子却趁机一把 抢过女鬼怀里的鬼鹰 举起手里的浮尘 威胁道 乖乖把我交给你的事情给办了 否则我这就把你的孩子 打得魂飞魄散 女鬼蜷缩在宿舍的角落 满眼仇恨地 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虽然他一直知道 对方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无法离开宿舍的他 只能将报仇的希望寄托于他 所以 一次次地委屈求全 甚至助纣为虐 但是如今 情况不太一样了 女鬼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那空灵凄惨的笑声 在女生宿舍里回荡起来 这诡异的场面 让中年男子都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为了壮胆 他立声问道 你笑什么 有什么可笑的 女鬼不仅不受男子威胁 反而笑得更大声 更加放肆 男子恼羞成怒 喝道 别再笑了 再笑我就动手了 动手呀 你动手呀 你先低头看看 你抢走的是什么 女鬼大笑道 男子一愣 连忙低头 只见自己怀里抱着的 根本不是什么鬼鹰 而是一根雕刻成小孩模样的木头疙瘩 这块木头疙瘩 雕刻得栩栩如生 不细看的话 根本分不清楚 他与鬼鹰的区别 更加诡异的是 木头疙瘩的脸居然是活的 他的眼珠子还在转动 嘴巴一开一合 好像在说话 又好像在嘲笑男子 什么东西 男子被吓到了 连忙丢到了手里的木头疙瘩 谁知那木疙瘩落地以后 居然摔得四分五裂 又变成了好几个小小的鬼鹰 他们如同蜘蛛一般 在地上快速爬行 有几个甚至爬到了天花板上 倒挂着睁着大大的眼睛 盯着男子诡异地笑 男子吓得连连后退 他搞不清楚这里的状况 但那些木疙瘩 仍然齐刷刷地朝他扑了过来 张嘴就咬 请客间就让男子身上鲜血直喷 离我远点 男子连忙甩动浮沉 念动咒语 将这些木疙瘩击退 好在木疙瘩并不强 被男子击退以后 落在地上 再次四分五裂 这一次 他们再也动不了了 只是普通的木头罢了 怎么回事 有谁在暗中帮你 给我出来 少在那装神弄鬼 男子大喝道 仅凭女鬼的道行 是绝对不可能办到这些的 这时 宿舍的阳台 缓缓走出了两道身影 正是严守一和龙飞城 龙飞城怀里抱着鬼鹰 鬼鹰还在他的怀中 音音音地撒娇呢 那天在操场工地 遇到的人 果然是你 严守一黑着脸说道 黄松案与你有关 女生宿舍案也与你有关 这些年 你到底在上行一笑 干了多少坏事 男子也认出了严守一 他的眼中出现了忌惮之色 上回他引来白鬼夜行 借助白家小鬼之手 都没有除掉严守一 他没有想到 如今在女生宿舍 也能遇到严守一 而且还被他坏了好事 这小子怎么如此难缠 难不成他 是我命中克星吗 怎么什么事 都要掺和一手 好好当你的保安不行吗 男子一边后退 一边说道 白家的事情 我还没有找你算账 只要你这次装作没事离开 我也可以退让一步 不去告发你杀了白家小娃娃的事情 如何 严守一不屑一笑 啊 有一点你没有搞明白 那就是 只有当双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时候 谈判才有作用 而你 还没有与我谈判的资格 你 黄口小儿 竟然如此嚣张 目中无人 男子恼怒道 那日我只是不想与你纠缠罢了 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了 你不怕 那你别跑啊 龙飞城吃笑道 男子此时分明已经退到了宿舍门口 从他的动作 状态来看 随时都要逃走 哼 看招 男子大喝一声 丢出了一团乌漆骂黑的东西 严守一一巴掌 将那东西拍到一旁 定睛一看才发现 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粽子罢了 而男子此时已经趁机去开门 果然是打算逃跑 别想走 龙飞城一个剑步冲上去 一把抓住男子的衣服 本来想用过肩摔将对方摔回来的 但奈何龙飞城的身子骨太弱 根本拽不动男子 男子冷笑一声 伸出手在龙飞城下泪处点了几下 龙飞城顿时疼得嗷嗷直叫 他会些点学的技巧 中学后会疼痛难忍 小龙你要小心些 严守一喊道 龙飞城虽然疼得骂娘 但竟然强忍着疼痛 也没有撒手 男子这下慌了 疯狂挣扎起来 刷拉 双方拉扯之间 龙飞城不小心扯坏了男子的衣服 让男子露出了他的后背 忽然间 龙飞城似乎发现了什么 睁大了眼睛说道 颜哥 你快看 快看 只见男子的背上 有着一条明显的烫伤伤疤 严守一也突然想起 女鬼之前所说 在他遇害的那晚 他曾经用卷发棒 烫伤一个男人的后背 那个男人 就是眼前这个道士 这个道士 就是当年杀害女鬼的凶手之一 他很适合 对 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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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